这个女人就要被处决 理由竟然是 她跟一个男人进入毛房 面对赤裸裸的诬陷 女人再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 随后被强行灌下了毒药 原来女人名叫明依 是御膳房的一名公寓 在这里她有一位好朋友韩姐姐 并且还有一个死对头崔姐姐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制作各种膳食 这天明依看到崔姐姐鬼鬼祟祟 故意在太后的膳食中添加了草物 而这种药草对太后的身体恰恰不利 于是转眼她便将此事告诉了最高等级的气味上宫 不过明依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就是气味上宫也是摧尸一族的 因而气味上宫在听到消息后 仅仅只是关心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 这件事只有奴婢知道 你没有说谎 转眼来到了晚上 一群宫女突然冲进了房间 将明依绑了起来 于是便来到了开头的那女 马上以死谢罪吧 好在韩姐姐趁所有人不注意 将解毒的绿豆汤偷偷地加入到了毒药之中 在被强行灌下毒药之后 明依被他们随意地扔在了一处 幸好绿豆水很快起了效果 明依这才捡回来了一条性命 转眼来到第二天 一个男人来到河边洗脸 无意中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她 在确定明依还有心跳后 男人立马将她背回了寺庙 经过几日的悉心照料 明依总算是转危为安 然而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马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 难道这个女人就是第二个女人吗 第二个女人 许你救了她一命 都会为你而死 如果不想遇到第三个女人 要你不遇到第二个女人就好 原来男人名叫天兽 曾经是宫内禁卫军的统领 这天她奉先王的命令处死王妃 由于王妃是遭人诬陷 丁儿心中愤愤不平 临死前放下了诅咒 你们今天如此对我 然后你们一定会有报应 正是因为这句话 从此给天兽的心里埋下了阴影 由于心里恐惧的原因 导致她晚上醉酒以后 无慎调落下了山崖 醒来后发现自己被一名道人所救 随后道人通过面相告诉她 她的命运将会掌握在三个女人的手中 第一个女人是被她所杀 但是却并没有死 第二个女人是被她所救 但是会为她而死 至于第三个女人 则是会杀了她 但是女人也会为此救活更多的人 天兽听得一头雾水 赶忙向道人寻求解决之法 而道人给出的答案却是 只要不遇见第二个女人 那么也就不会遇见第三个女人 当她询问如何才能 不会遇见第二个女人的时候 道人却并没有回答 而是写了三张纸随手扔给她 随后便突然消失不见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天兽拿着三张纸找到了一位高僧 希望他可以帮自己指点迷津 这些字都是指女人的 本必是行为不端正的女人 顺从的女人 及好女人 随后高僧用拆字的方法来分析 第一个字是指他昨天遇到的女人 这不禁让他想到了 昨天被自己处死的王妃 而第二个字是由穿字和叶字组成 溺死则代表头部浸泡在水里的女人 而第三个字是由女字和子字组成 意思很明显 第三个女人就是第二个女人的女 为此天兽辞去了所有官职隐居在农村 希望能够避免遇见第二个女人 然而她始终还是未能躲过命运的安排 机缘巧合下 还是意外地救下了第二个女人明依 尽管天兽知道她的身份 不过在几天的相处之后 还是对明依产生了感情 于是在明依离开以后 天兽一直悄悄地跟着她 关心她的一举一动 看到明依鸡肠碌碌的时候 她暗中给老板付了钱 让老板给明依准备了一顿饭 在经过一条小河的时候 她提前在河里面垫上石头 方便明依能够轻松地走过去 并且还收拾了两个 准备拦路抢劫的强盗 随后明依在饭馆里找了一份工作 她本打算在此安顿下 奈何却经常遭到酒客们的骚扰 此时天兽也无法在暗中保护 直接出现将几个酒客打得服服贴贴 随后就要拉着明依离开 那些事情不适合你来做 说完话后 天兽转身就要离开 而明依却在身后紧追不舍 终于在登船后 看着岸上可怜巴巴的明依 天兽的心里再也控制不住 立马掉头回到了明依的面前 随后就把她与三个女人命运的事讲了出来 而明依却并没有因为这个预言而退缩 心甘情愿地要与天兽长相厮守 转眼来到八年后 两人共同生了一个女儿 名叫长金 原本三人的生活还算幸福 可长金却不甘愿做贱民的生活 于是长金在遭到母亲的责罚后 无意中说出了父亲讲的一件事 这下可把明依给吓了一条 说什么 一千四军官 明依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如果让别人发现丈夫的身份 那么他们全家都将会性命不保 与此同时 身为皇上的燕山君已经长大成人 得知自己的母后是含冤而死 伤心欲绝的同时 他决定为自己的母后报仇 于是便下令将当年有关联的人全部处死 很快抓捕天兽的告示也张贴了出来 只可惜天兽一家还一无所知 这天 天兽和长金看到正在举行摔跤比赛 得知赢得第一名的奖品是一头黄牛 长金兴奋不已 怂恿父亲上去参加比赛 这种情况下 天兽只好硬着头皮走了上去 作为曾经宫内的进军头领 天兽的伸手肯定不在话下 接连几个回合就把对手摔倒在地 没想到对手却不讲武度 偷偷拿出一把小刀插向自己的身体 随即诬陷天兽用暗器扎伤了自己 于是现场立刻引起了一片哗然 天兽也成为了众矢之地 长金见状立马慌了 爹他才不是贱民 我真是在皇上旁边 保护皇上的军官 此话一出 有人认出天兽就是告示上通缉的人 因而很快就有官兵出现 将他强行带走 长金大喊着想要追上去 一个好心的村民上前捂住了他的嘴 让他赶快回家将此事告诉母亲 此时的名医还在制作美味佳肴 等待丈夫和女儿回来一起享用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慌慌张张的长金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呢 你被抓走了 明医深知大事不妙 赶忙带长金去找村长询问具体原因 可刚跑出没几步便遇到了邻居大婶 听说长金他爹啊 以前是去赐死皇上生母的军官啊 村子前面都贴了长金他爹的画像 怎么都没看到呢 因为担心长金母女受到牵连 于是大婶特意跑来通知他们赶紧逃命 明医带着长金赶忙回到家中 立马收拾行李准备跑路 可两人才刚刚跑出屋门 便看到一队士兵朝他们的家中跑过来 在躲过官兵的追捕后 两人历经种种挫折 终于来到了汉阳 随后母亲托人联系上了一位高官 希望用超能力把丈夫给救出来 没想到对方得知此事后立刻拒绝了他 表示就算给自己一万两 也不能拿性命来冒这个风险 别无他法之下 明医只好给宫内的好友写了一封信 韩上公收到信后 一眼就认出了明医的笔记 得知昔日的好友还活在世上 韩上公喜极而泣 于是他以出宫采购为友 迫不及待与明医见上一面 不过他的行踪却引起了崔上公的怀疑 因而当他再次出宫与明医见面时 崔上公也偷偷地尾随而来 看到明医还活在世上 他的心里大胆不妙 为了保护他们的崔是一嘴 崔上公立马将此事告诉了哥哥崔判处 希望哥哥可以暗地里将明医除掉 转眼明医母女就被他们绑了起来 与此同时 韩上公也收到了明医母女被绑架的消息 得知这一切都是崔福所谓 他的心中大胆不妙 因为明医母女落在他们手中肯定凶多吉时 为了保住他们母女的性命 韩上公深思熟虑之后 打算向官府揭发明医母女的身份 转眼大批官兵来到了崔府 以罪人家属的名义将明医母女带走 韩上公听到消息后 玄折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 去走官兵 至少能活命 这样总比冤死来的好 不过此时崔上公却又着急了起来 因为明医活在世上始终是个隐患 而他们陷害太后的事早晚也会瞒不住 于是哥哥当即下了狠心 他决定派刺客半路截杀明医母女 转眼来到第二天 明医母女正被官兵押送离开 此时山上却突然出现了一群毛贼 慌乱之中 明医的胸口中了一箭 就在长津不知所措时 另一名刺客已经来到他们面前 准备拔刀取下他们母女的性命 好在官兵及时发现了刺客 掉头朝着刺客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 长津母女这才躲过了一劫 转眼来到了晚上 明医心里清楚自己命不久矣 此刻她想起了丈夫之前所说的预言 这时她终于意识到 丈夫所说的第三个女人就是长津 原来她与丈夫之间的命运早就已经注定 就在这时 长津带着野果赶回来 明医虚弱地叮嘱长津 之前都是我与父亲在保护的 如果以后我们都不在了 往后的日子你该如何生了 长津似乎明白了母亲的意思 懂事地告诉母亲 自己一定会照顾好自己 听到这明医再也坚持不住 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 她艰难地拿过一旁的包裹 告诉长津里面有一封信 看过之后 如果不想走 就忘定 在尝过长津采摘的野果后 明医彻底闭上了双眼 而长津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不过在给母亲的嘴里放了几颗野果后 看到母亲没有反应 她也不得不接受母亲离她而去的事实 就这样长津哭了一夜之后 年幼的她用山上的石头埋葬了母亲 在与母亲做了告别之后 她便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饿了就靠啃树皮来冲击 混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一趟 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 长津终于来到了城里 为了能够填饱肚子 她偷偷地溜进了一户酿酒的人家里 本打算找点食物填饱肚子 没想到却意外遇到一个大叔正在偷酒 当她得知长津是来找食物时 大叔立马将酿酒用的粮食塞满了她的包袱 然而女主人很快就发现了她们 幸好长津跑得快这才没被抓到 不过女主人转眼就发现刚酿了酒丢了 于是她赶忙追了出去 逃出来的长津来到了一家饭馆 她当准备用母亲留下的钱买碗饭吃 可女主人却突然出现并抢博了盆满 就这样长津被女人抓回了家中 由于多日没有进食 长津很快就饿晕而不去 醒来后她才发现 原来大叔和女主人是一家人 于是长津立马向女主人请求 让自己在这里多住几天 财迷的女主人本来并不懂 不过在看到长津拿出母亲的迎差后 她却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因而晚上长津成功地住到了柴房中 第二天一早 长津主动帮女主人干起了家务 全家人感到非常震惊 看到女主人被腰疼所困扰 长津就主动帮她按摩腰部 这让女主人非常感动 你呀 要把所有的酒钱都还给我 就算一辈子在这干活也还不完 所以呢 休想跑掉 知道吗 长津明白女主人刀子嘴豆腐心 这么说其实就是让自己永远留在这个家里 从此女主人将长津当作女儿来看待 晚上也让她与自己睡在了一起 可长津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总是会想起已经过世的母亲 母亲留下的信件告诉她 如果想为父母报仇的话 那就要想办法入宫 只有成为了最高上宫 才能帮父母洗刷冤屈 终于在两年之后 长津迎来了一个机会 原来此时的燕山君横行无度 为了给母妃报仇 将所有的涉案人员残害致死 而她报军的行为也引起了大臣的不猛 于是朴元宗等人决定废除燕山君 用力她同父异母的弟弟进城大军称帝 不过此时的进城大军正在被软禁 如何将消息传给进城大军 成为了他们目前的一个难题 这是一个大臣建议 让经常给他们送酒的小女孩 去给大军送酒 以此将信息传递进去 这天长津准备送酒的时候 一名官员突然叫住了她 让她再送四瓶酒到进城大军的府上 每一瓶酒都系上酒名了 交给进城大军的时候 一定要请她按照顺序引用 随后 长津记住每瓶酒的名字后开始出发 转眼来到了进城大军的府上 大军在看到瓶子上的名字后 命人将长津叫了进来 没想到长津进来后直接跪在了地上 请求大军带自己进宫 做一名御膳房的公女 不过大军并没有因为她的唐突而升起 随后长津重新摆放了瓶子的位置 大军看到后苗懂了上面的海 在长津离开的时候 大军突然叫住了她 等等 你叫什么名字 小语 你叫长津 你回去之后 对吩咐你跑腿的人 要怎么跟她回报呢 怀抱感激之心 收下喝酒 我不看起来性感担忧 我会这么回报 好吧 你就这么回报 转眼燕山君被废 进城大军顺利登上了王位 因而他也履行了诺言 派一位宫女来接长津入宫 女孩的手腕上被滴上一滴鹰鹉血 如果这滴血纹丝不动 那就说明她还是处子之身 可这滴血如果流了下来 那么将会被取消成为宫女的资格 尽管她们都是七八岁的小女孩 但是她们却各个提心吊胆 生怕这滴血会出现差错 可轮到长津的时候 这滴血却偏偏流了下来 这令宫女们的脸色十分难看 毕竟长津是上面人亲自让她们招进来 于是一旁的宫女赶忙解释 是她不小心碰到了长津的胳膊 就这样长津得到了第二次检验的机会 好在这次没有再出差错 而长津也正是成为了她梦寐以求的宫女 一群小宫女正在参加考试 然而有的人吓得尿了裤子 有的人激动得站都站不稳 甚至有的人紧张到连话都不会讲 这让一旁的上宫老师直冒冷汗 可身为学霸的长津 此时却端着水盆正在外面罚站 原来长津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宫内 不过在正式成为一名宫女之前 她还需要经历半个月的礼仪学习 只有考试合格后才能留在宫内 否则就要被逐出宫外 随后上宫老师开始给他们上课 面对老师写出来的四个字 所有女孩都是面面相取 只有长津正确地读了出来 并且还准确地说出了含义 因而她的表现赢得了上宫老师的夸赞 不过为此她也遭到了其他女孩的劫 于是当天晚上睡觉之前 长津就被这个女孩赶了出来 哼 你这个贱民出身的东西 为什么我是贱民 听说你是妙者的守守领养的孩子 说完女孩就关上了门 长津本想解释自己的身份 不过她却想起了父亲之前嘱咐的话 千万不可以跟任何人说 爹曾经是军官啊 为了替父母洗刷冤屈 长津也只能眼含泪水地隐忍下去 而就在这时 她又想起了母亲说过的话 如果你入宫了 在大殿的退扇间 藏有娘记载的饮食手掌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拿来参考 娘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于是长津决定去寻找母亲的秘籍 没想到路上碰到了 同样遭到霸凌的连生 因而同定相连的 他们立刻成为了朋友 两人结巴而行 在宫内溜达了一圈之后 长津终于来到了母亲藏秘籍的地方 可就在两人摸黑寻找的时候 连生不小心踢翻了皇上的宵意 自己也从柜子上面摔了下来 很快餐具打碎的声音 引来了负责的宫女 看到地上一片狼藉的宵意 韩上宫和美琴立马慌了 如果被皇上怪罪下来 估计小命都得交代在这里 好在韩上宫经历过大风大浪 很快他便冷静了下来 命美琴立马去准备新的食材 可美琴却只找到了 两节发黑的莲藕和一些生姜 不得不说泡菜国的御膳房是真的全 偌大的皇宫 连最基本的食材都找到了 不过好在韩上宫在宫内摸爬滚打多年 早就在御膳房练就了一身 只见他一顿洗刷刷之后 分分钟做出了两道看上去还不错的美食 皇上原本不喜欢生姜的味道 不过在品尝之后感觉还不错 因而韩上宫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 回去之后 韩上宫依然心有余悸 对着长津和连生就是一顿责骂 随后命美琴将两人关进了柴房 等着明天让训诫上宫来处置他们 转眼来到第二天 长津和连生被训诫上宫带了回去 连生因为胳膊受伤免受处罚 而长津就惨了 被训诫上宫不断地抽打着小腿 可这还没完 等来到晚上的时候 长津听到上宫告诉其他女孩 明天将会举行最终的宫女考试 而长津因为违反宫中的规矩 则被取消了这次考试的机会 于是长津听后立马穿了进来 祈求上宫能够让自己留下 你为什么必须要在宫廷里呢 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去 此话一出立马遭到了其他女孩的嘲笑 而上宫看她可怜 于是便答应再给她一次机会 但长津必须得端着装满水盆 直到明天考试之前 如果她能坚持下来 就会让她参加考试 就这样长津端着水盆 在院子里待了一夜 转眼宫女考试正式开始 可女孩们的表现却各个惨不忍睹 这让训诫上宫的面子很是挂不住 而唯一的学霸长津却还在接受处罚 等到考试结束的时候 韩上宫发现还少了一名女孩 经过询问这才知道 他们中最优秀的女孩 竟然还在接受处罚 而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哭声 上宫们文训赶了出来 你们这是怎么了 小金兰 他把这本脸放在我的头上 其实不是这样的 无畏令路先动了 长津拿着的盆子 所以感会 我拿到考玩试了 请让我参加考试吧 三人的对话 引起了提掉上宫的怀疑 得知长津端着水盆占了一夜 他对着训诫上宫 就是一顿训斥 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能接受如此严苛的惩罚 为此长津终于获得了考试的机会 但这次的题目却是里面最难的 所有人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估计他们自己都不一定能正确地打住 可长津却轻轻松松地做到了 这下所有人再次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随后上宫再次加码 询问了一个男上加男的问题 曹操进攻刘备的汗中受阻 当时撤军的暗语是什么 没想到长津却不加思索 直接回答道 吃惊了 这下所有人都被这个小女孩惊艳到 由于小长津优异的表现 她被免除了驱逐出宫的惩罚 同时长津也被安排给韩上宫来教导 随后韩上宫将长津带回了住宿 此时韩上宫很是好奇 询问长津是什么原因一定要留在宫内 而长津却说出了一个令她震惊的答案 我想成为御膳厨房的最高上宫 女孩说出了自己进宫的梦想 韩上宫却脸色一沉 心想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然而她并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吩咐长津去给自己端一碗水过来 可长津在把水端过来后 她却要求长津再重新端一碗过来 并叮嘱她明天早上也要这样做 因为长津不清楚韩上宫的用语 这下可把她给整郁闷了 以至于第二天还在对着玩苦思冥想 就在这时 一个叫阿昌的小宫女跑来通知她 一会儿要去给最高上宫娘娘请安 并且还要她穿得漂亮衣服 就这样单纯的长津 打扮了花枝交展地跑来的这里 韩上宫眼看情况不妙 赶忙把她带了出去 毕竟这里不是刚入宫的宫女可以来的 为此长津受到了处罚 被宫女带到御膳房的后厨刷碗 此时长津才明白自己是被套路了 转眼沙尘暴来袭 小长津独自在雨中刷碗 可当她拿着清洗完的餐具来交差时 条方却仗得自己年龄大刁难她 让她将水井旁边的大缸也一起洗 无奈之下长津只能默默地接受 一个人来完成几个人的工作量 转眼来到第二天 长津为了完成工作只能早早地起床 于是便悄悄地跟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美琴着急忙慌地跑来向她禀报 御膳房现在已经乱作一团 让她赶紧过去看一下 原来是太后店的早膳发生了变质 可在经过一番调查后 却发现食材和调料并没有问题 就在他们找不到原因的时候 东宫店也传来了食物变质的消息 更严重的是 食物还散发出了酸臭的味道 这下所有人都慌了 赶忙去查看大殿食物的情况 可令人奇怪的是 这里的食物却没有问题 就在最高尚工感到庆幸的时候 屋外传来了上宫训斥宫女的声音 原来是因为厨房的餐具不够用 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 竟然只有长津一人在清洗餐具 众人听后立马找到了长津 没想到却看到她正在烧水洗碗 于是韩上宫便问她原因 为什么 我娘曾经跟我说过 有土雨的时候 积水也会变成泥水 食物里也会参有泥土 所以食物很容易变质或酸臭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 因此在梅雨或是下土雨的时候 就会容易染上传染病 听完长津的解释 所有人这才恍然大悟 没想到小长津洗个碗都这么优秀 经过这次事件后 崔上宫知道小长津遭到了排挤 于是他惩罚所有人一起来洗碗 看着正在洗碗的长津 韩上宫也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于是当晚就找来长津谈话 没想到刚一落座 韩上宫便又吩咐她去倒水 不过长津却再也忍不住了 你为什么老是吩咐我去倒水来呢 热水也不可以 冷水也不可以 漂着柳月的水也不可以 你为什么要煮那些土雨水 长津这下才恍然大悟 原来韩上宫是要自己明白 谁也是一种食物 在给对方食物之前 就要先了解对方的身体状况 我第一次带你进这屋子的时候 你说你想要很快就成为最高少 当时我很讨厌你 而韩上宫这么做的用意也是提醒长津 做事情要懂规矩之分 至此韩上宫正式接纳了小长津 可来到第二天的时候 长津和连生依旧遭到了宫女的欺负 你们在这里 把松叶穿在松子上面去 是 必须在明天早上之前穿往 于是两人只好准备连夜赶宫 可这时却有士兵跑来告诉他们 为了晚上宫内的消防安全 他们必须要把蜡烛熄点 过于无奈 长津只好端着松子来到了御花园 想要借着月光继续赶宫 没想到尽意外地遇到了一名宫女 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都是被一个叫做精英的姐姐害的啊 为什么 听说那位姐姐是最高上宫娘娘的亲戚 每次到了比赛的时候 娘娘娘都会事先教她怎么做 所以她永远都是第一名 出宫所有家也都是她 然后呢 这次姐姐她们已经知道要比赛什么了 所以那些姐姐你要去练习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们做 可长津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这个宫女就是她口中所说的精英 而精英也没有将自己的身份说出来 善良的她还耐心地教导长津 让她把所有的精神集中在手指上 然后闭上眼睛靠感觉来串松子 按照精英所说的方法 长津很快就找到了感觉 轻轻松松地就串进了一颗松子 转眼来到比赛的这一晚 当精英最后一个进入房间时 长津这才从小伙伴口中知道 原来她就是传说中的精英 眼看比赛就要开始 精英却突然向崔上公叫停 并把其他宫女心里的不满讲不出来 听说小宫女们对我有很多的不满跟怨言呢 你说什么 她们认为小宇受到您跟最高上公娘娘的特别偏爱 所以每次的考试都是我的第一名 胡言乱语 这是谁说的 宾儿为了公平起见 精英提议将考试的题目改为串松子 不过为了测试所有人的手感成功 她建议这次比赛在黑暗中进行 等到蜡烛重新点亮以后 精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第一名 长津也因为接受过精英的指导而获得了第二名 对于这样的结果崔上公很是满意 因为精英是他们崔氏一族的人 于是他特意奖励给精英三天探亲的假期 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精英却主动把假期让给了长津 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 长津再次遭到了所有人的排挤 因为他们单方面地认为 长津已经把精英当成了自己的靠山 不过这天调方却突然说起了风凉话 不说长津 以后你可不好过咯 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 宫内竟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宫女和侍卫正在偷偷约会 两人约定明天一起私奔 可来到了第二天晚上 女人收拾行李准备逃走时 却恰巧碰上了提掉上宫前来查房 于是他们的私奔计划就这样被耽误 而男人此时却毫不知情 依旧在约定地点焦急地等待着 当他看到一个披着衣服的身影走来时 还以为是自己的心上人来了 于是便上前一把抱住了他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衣服下面藏着的竟是一个老头 这下可把他给吓了一条 原来老头是一名待会 是为了来给予善房的最高上宫看病 因为不久之前 最高上宫患上了严重的头疼 而按照宫内的规定 只要宫女生病就必须要送出宫外 为了能够保住崔家在宫内的地位 于是他让崔上宫从宫外请来了一名待会 可没想到大夫在出宫时 却正好被打算私奔的侍卫撞见 这下反而搞得宫内人尽皆知 他们纷纷猜测下一任最高上宫会是谁 应该是崔上宫娘娘会避补这个位子吧 不会吧 因为崔家已经连任五代这个位子 这个猜想也算是有理有据 可美琴却不同意这个说法 他认为自己家的韩上宫最合适 因为韩上宫人美心善手艺好 所以他才是最高上宫的最佳人选 这时韩上宫恰巧经过 凶巴巴地叫他们赶快闭嘴 随后崔上宫也走了过来 如今这种局面 他对韩上宫的态度可谓是敌意满满 与此同时 崔判术找到了吴谦大人 想让他保住姑姑最高上宫的位置 实在不行就让自己的妹妹崔上宫上宫 可吴大人听后却是一肚子 呵斥他们擅作主张地把一个男人带进宫了 如今已经人正物正都在 自己现在也无能为力 现在不要说崔上宫了 可能连最高上宫也会被赶住宫外的 另外提掉上宫也是左右为难 于是他也找到吴谦大人 想请他来帮自己拿拿主 崔上宫年纪太轻 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可选其他人却又担心崔家从中做的 不过吴大人却让他不用担心 并直截了当地提醒他 无论大殿御膳厨方的人 一定要由我们这边的人来替 就算傀儡也要找一个 提掉上宫听后毛色顿开 转眼就找到了最高上宫 要求最高上宫不仅要让出位置 还要他帮忙找出下一位继任者 两人一番推敲过后 终于想到了一个他们可以控制的人选 那就是守护降库十几年的郑上宫 一个整天吟诗唱歌 喜爱风花雪月的老阿宇 于是提掉上宫找来了 看守降库的郑上宫 自此所有人都知道郑上宫成为了一个傀儡 就连内侍大人见了都忍不住调谈他 怎么你还没玩够 现在让人家把你当傀儡玩呢 是 我一个人玩腻 想跟人家一起玩玩 哦哦 看来这出戏一定很好看了 天下第一郑上宫跟别人一起玩 哦哦 这太有趣了 请您时常来看戏 怎料郑上宫竟是一个隐藏的料的高手 刚一上任就展现出他精湛的处理 他靠着从中国学来的秘密 仅仅用一道探讨猪肉 就让皇上对他的厨艺赞不绝口 皇上因此也记住了这名不起眼的郑上宫 转眼来到了御膳房 为了祝贺郑上宫第一天上任 所有宫女都要聚在一起举行庆祝仪式 而金英因为拥有敏锐的位置 依旧被安排坐在了郑上宫的身边 这孩子是谁啊 他叫做金英 看来是个小宫女 怎么坐在这个位置上 得知金英是崔家的人 郑上宫的脸上明显露出了一丝不悦 于是他决定敲打一下崔家嚣张的气焰 既然金英的嗅觉敏锐 那就让他尝一下这道菜 然后说一下里面都是含有哪些调味品 金英在品尝之后 不仅说出了几十种调味品 而且还将这道菜的烹饪步骤一一讲得出来 并着重提到了里面有白糖的味道 崔上宫对他的表现很是满意 可郑上宫却没有做出点评 而是叫所有人一起尝一尝 看看金英的判断是否正确 崔上宫自然是百分百支持执拟的判断 郑上宫听后却是一脸的不屑 他转头询问韩上宫的意见 可韩上宫清楚这是得罪人的差事 因而他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看到韩上宫不表态 于是所有人都不敢出声 然而就在这时 听到长津这么一说 所有人赶忙又拿起了筷子 韩上宫在重新品尝过后 也尝出了里面有红柿的味道 郑上宫哈哈大笑 他夸赞长津的味觉才是最棒 可这些话却让金英感到了一丝失落 等到聚餐结束的时候 郑上宫向所有人高调地宣布 他会将最高上宫的位置传给最有实力的人 言外之意就是 他不会听从崔家的摆 林了还不忘提醒金英 以后你也要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吃饭 终于自己的工作更努力学习 回去之后 韩上宫发现了长津的优兵 于是决定开始重点培养长津 他让长津花一百天的时间 每天去山上采一种不同的野菜混 从此以后 长津便是白草 他会将野菜做成各种口味的泡菜 同时伴随着他厨艺的增长 小长津也终于在一天天中长大 不过长大后的长津依旧不让人省心 这天 崔上宫正在检查他们的仪表律用 当他询问到是谁将御膳房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 长津主动站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之所以正义 是为了尝试各种木柴燃烧后的效果 为此他遭到了崔上宫的处罚 而长津之所以会烧木柴 是为了用木柴燃烧后的木炭来去除调味瓶里的意味 庆英对长津的行为也感到很是无奈 不过他在品尝完被木炭吸附后的酱油后 发现味道的确比之前要好了很多 而就在这时 庆英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匆匆与长津做了告别 转眼他就来到了崔上宫的面前 娘娘 怎么了 这次的膳食请您交给我卷备好吗 原来不久之前 皇上最喜爱的小公主生病了 崔上宫亲手为他做起了膳食 为了增加公主的食欲 还特意在食物里面加入了秘质香料 可公主只是尝了一口 他便立马皱起了眉头 为此崔上宫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由于公主不肯说出无法进食的原因 婴儿欲膳房的人各个束手无策 不过好在庆英现在受到了长筋的启发 于是他祈求崔上宫 将制作膳食的工作交由自己来做 然而当膳食端上来之后 众人这才发现仅仅只是一碗白米粥 没想到公主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 此时他才肯说出了原因 这碗粥并没有异味啊 上次没雨的时候 骨仓里曾经浸过水 大米跟前两年有所不同 我们可能闻不出有什么异味 不过公主娘娘年纪小 味觉又好 很可能吃了之后让她脾胃不适 如今公主总算开口吃饭 众人悬着的心裁终于放了下 为此御膳房特意给精英开了表彰大会 会上正上宫对去除异味的方法感到好奇 于是精英就把木炭吸附异味的方法讲了出来 不过他并没有独享这份容 表示这个方法都是长经想出来的 因而两人都得到了正上宫的表录 就在这时 侍卫突然跑来通知正上宫 皇上给他们下达了非常重要的问问 原来在不久之前 明朝皇上派出使臣 前来给朝鲜君王助手 并且还带来了一只皇室饲养的金鸡 也就是中国特有的红富锦鸡 为此御膳房专门开了一个会议 随上宫娘娘 您是不是曾经经经过金鸡呢 我哥哥跟大明博士有交流 看过两三次 也曾经亲手料理过金鸡呢 由于崔上宫见多识广 正上宫决定将金鸡的料理交由他来出路 而金鸡因为解决了公主膳食的问题 于是特意指派他辅佐崔上宫一棚完成 为了把金鸡烹饪得更加美味 崔上宫决定出宫寻找料理的材料 临行前他特意将金鸡交给了金鸡 并叮嘱他务必要好处看 只可惜金鸡还是在金鸡的手里出了差错 就这样他在宫内匆匆寻找了一下 却也依旧没有丝毫收获 毕竟金鸡可是会飞的 此时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转眼来到晚上 金鸡为此感到了无比的沮丧 事到如今也只能出宫寻找大伯的帮助 尽管宫女私自出宫会受到重罚 但金鸡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 于是他捏手捏脚地来到了王宫的校围 没想到还是惊动了看门的卫兵 好在长津及时将他拉入了草丛中 趁为兵没留意的空档 长津带金鸡来到了河边 因为前几天他发现这里有个损坏的校围 此时长津已经猜到金鸡不见 身为金鸡的好友 他打算陪金鸡一起出宫寻找金鸡 就这样两人一起逃了出来 可当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崔府的时候 却被告知崔判术已经外出谈生一群 管家虽然知道事态紧情 但是现在大晚上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能够买到金鸡 于是长津决定去找养父帮忙 两个人分头想办法 总比只掉在一棵树上好 分别钱金鸡交给长津一袋银钱 两人约定明天傍晚准时见面 转眼来到了养父家 长津将事情告诉了养父母 养父知道私自出宫的严重性 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带着长津去市场上寻找金鸡 可他们找遍整个市场 却始终没有找到想要的金鸡 要么是金色的大公鸡 要么是普通的山鸡 不过好在最后遇到了一个见多识广的商贩 得知这一重要线索后 两人立马赶到了码头 不过一打听才知道 明朝的商船下午的时候才到 于是养父开心地喝酒去了 只留下长津一人在码头闲逛 谁曾想因为衣着过于华丽 却被几个军官荡成倭寇抓了起来 几人将他带到一处偏僻之地 逼迫他赶快交出手中的地图 一无所知的长津肯定是一脸猛的 见长津不肯佩服 于是军官立马拔出了手中的长刀 就在这时 一名领头的大人出现拦下了他 而此人正是内金卫头领领正号大人 他告诉几人 他们要找的人不是眼前这名女子 并吩咐手下不要耽误时间 赶快去船上将真正的倭寇追捕 等手下离开以后 敏大人向长津道歉后也转身离去 这下长津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等长津赶到码头的时候 养父开心地告诉他已经买到了荆基 与此同时 财力雄厚的崔家也已经买到了荆基 而崔上公得到消息后也来到了这里 既然已经买到了荆基 于是崔上公催促金英赶紧回宫 可金英却恳求他再等你了 因为他已经和长津约好傍晚时候等他回来 另一边 拿到荆基的长津不敢有丝毫拖眼 着急忙慌地开始往回赶 可走到半路的时候 却恰巧看到敏大人正在跟人打动 长津躲在一旁偷偷观察 眼看敏大人已经占据上风 这时一个女人却突然出现 一记飞镖射中了敏大人的胸口 而敏大人也随之倒在了地上 等女人离开之后 长津赶忙上前查看情况 见男人没有了动静 他本打算赶紧离开 没想到敏大人却突然叫住了他 于是心地善良的长津犹豫了片刻之后 最终还是决定就一救敏大人 毕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就这样长津开始为敏大人寻找草药 最晚有时一定要回来 学习你钱 一定要在住所担心 很显然长津肯定是赶不回去 转眼来到了晚上 崔尚公催促着精英赶紧回宫 不然的话他也会受到牵连 就连整个崔家也会跟着遭殃 可精英不忍就此抛下长津 他祈求崔尚公务必要再等一下 另一边的长津 此时正在拼命地捣着草药 将草药敷在敏大人的伤口后 他直接将自己长裙的白布撕了下 为此长津的庄刀也掉在了地上 随后他贴着耳朵听了一下敏大人的心跳 在确定没有危险后 这才放心地离去 而掉在地上的庄刀 也成了敏大人日后寻找长津的物质 可等长津来到崔府的时候 管家却告诉他 精英刚刚已经跟着崔尚公离开 如果走得快一点 说不定还能够赶上 只可惜长津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等他赶到的时候 崔尚公和精英已经进入了宫内 看到宫门口站满了士兵 吓得他赶紧跑到了出宫时的那个小 可此时的铁门早就已经被修好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长津被士兵们绑着带到了御膳口 在确认了他宫女的身份后 长津便被带到了内进卫 而等待他的也将是 重打二十大把后逐出宫外 可挨过二十大把之后 长津就算不死也得残废 好在有韩上公和郑上公的联合担保 内进卫这才免除了长津二十大把的处 不过还是改变不了将他逐出宫外的决定 分别之前 韩上公对长津说出了埋藏在心底多年了 他说长津的性格跟自己的朋友很像 对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好奇 只可惜他被人无险 至今依旧生死不明 可长津不知道的是 韩上公口中所说的人正是他的母亲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长津来到郑上公的住所跪地次 而郑上公却并没有出来与他见面 在与众人一一告别之后 长津黯然转身离去 可他刚走出没多远 好友连生却突然叫住了他 你叫上公娘娘 已经收回赶紧出宫的命令了 尽管长津不再被驱逐出宫 不过他却被安排到了多灾宣工作 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等崔上公问起原因时 连生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是郑上公和韩上公 以三年不领俸禄为代价 这才将长津留了下来 事后 连生作为长津最好的朋友 他对这个决定尤为开心 也对韩上公和郑上公 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到崇拜 可令露却当场给他浇了一盆凉水 被赶出宫 跟着多灾宣没什么两样啊 为什么在多灾宣 至少还是个宫女啊 那里是各个定格犯罪的人 才会去的地方 只要被掉到那里去的人 没有一个会再回到宫城来哦 其实也等于被放弃了 连生听到这些话非常生气 他诅咒令露 乱嚼舌根一定会不得好报 你一定会被雷劈的 如果你不被雷劈 我就要成为雷 一辈子追着你 跟着你 尽管令露的话 让人听上去很不舒服 可他讲的却也是事实 因为韩上公在与长津告别的时候 也对长津讲出了同一样的话 转眼长津准备前往多灾宣 连声哭着与他告别 而深感自责的精英 也表示一定会想办法 让他重新回到宫内 多灾宣位于半山腰上 四周都是一望无尽的丛林 而面前的这座小房子 就是长津以后生活的地方 从此是否要放弃学习 这都要靠你自己来决定 韩上公鼓励的话 依旧营绕在长津的耳边 这也给失落的他增添了一丝希望 可在看到多灾宣的现状之后 长津才明白什么叫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因为被发配到这里的人 整天只知道喝酒睡觉 纵使地里种植的药材已经哭了 他们这群人也不管不过 特别是领头的一个大叔 除草的时候偏要拔掉草药苗 还故意装傻地告诉长津 自己无法区分哪些是草药 哪些是野草 然而不久后 长津就发现了大叔的谎言 他不仅认识草药 而且还是一个懂医术的高手 女人因为务实野果中毒 长津焦急地赶忙向周围求救 一群犯人纹身围了上来 可领头大叔的操作 却把长津给吓了一条 他熟练地拿起钢针 插进了女人的手腕 在钢针的作用下 女人的口中吐出了白沫 长津惊得是目瞪口呆 因为在刚刚的前一秒 大叔甚至都不认识草药 等大叔离开以后 长津忍不住向旁边的人询问 他是医官吗 他就是正主部大人 此时长津后悔不已 早知道就不会出言不逊了 于是转眼他就找到了正大人 低头哈腰地 想要与他缓和一下关系 没想到正大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并且还叮嘱长津 以后什么事情也不要做 因为被下放到这里的人 根本没有叛道 就算是在努力 上面的人也不会看到 听到这儿 无言以对的长津 只能落寞地离开 至此长津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失落 然而在大哭一场过后 长津却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决定改变这里的现状 为多灾轩 栽培出一些名贵的药材 等正大人反应过来 却大骂他不许种 于是长津告诉正大人 就算别人看不到自己的努力 也不应该自暴自弃地虚度时光 听完这些话后 正大人忍不住笑了 因为他开始喜欢上了 这个执着而有想法的女孩 这个女孩第一次尝试种植中草药 没想到经种出了朝鲜人民 二十年都没有成功的白本幼苗 就是这个看上去 既像白菜又像豆苗的东西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兴奋 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 他们甚至还特意举行了一场小型宴会 看到所有人开心的样子 长津也留下了喜悦的眼泪 果然 优秀的人走到哪里也会发光 为了呵护幼苗能够茁壮成长 原本不愿意劳动的男人们 现在也都纷纷跑来主动帮忙 然而没过多久 不幸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珍贵的白本幼苗竟然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所有的幼苗都被拔了出来 为此他们之间开始互相猜疑 可长津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于是他再次将种子撒到了土壤 有了之前种植的经验 转眼幼苗便重新长了出来 不过为了防止幼苗再次遭人破坏 晚上长津偷偷地潜伏在了浴旁 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郑大人竟然也跟了过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破坏幼苗的人再次出现 郑大人立马冲了出去 果然不出所料 破坏幼苗的人竟然真的是他们的同事 两人把对方抓回住所审问 可对方却始终闭口不言 或于无奈 郑大人只好将此事汇报给了陈大人 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陈大人不但不受理 反而无中生有道打一耙 诬陷郑大人与长津晚上偷偷约会 此时郑大人才恍然大悟 陈大人与这些人早就是一丘之合 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郑大人也只能嘱咐长津不要再追究此事 如果还想继续种植的话 就去王宫再领一点种植回来 长津似乎也感受到了郑大人的无奈 于是他只能失落地答应了下 本以为此事会不了了之 没想到陈大人私下将郑大人叫了过来 他直接开门见山地警告郑大人 不要将白本幼苗种植成功的事泄露出去 否则的话 他们两人的位置也都将保不住 得知这是一场官商勾结的阴影 郑大人决定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他准备将此事彻底冒大 于是当天晚上他把幼苗偷偷地产出来 打算拿到市场上去光明正大的售卖 转眼第二天就有一批官兵打过来 说有人举报郑大人到处售卖白本的幼苗 郑大人也直截了当地承认是自己干的 为此他被抓起来接受审问 白本栽培成功是真的吗 主审官听后很是激动 他质问郑大人 既然培育出如此珍贵的幼苗 那就应该及时向上汇报 让全国人民也跟着一起高兴高兴 郑大人有口难言 可这时陈大人正好赶不过来 于是他趁机捅了陈大人的笼 面对主审官的质问 陈大人半天也闷不出一个屁 他也因此被接受审查 得知陈大人被抓 这下吴大人着急了 他指责手下办事不令 白本的这块肥肉也只能就此放弃 随即叮嘱手下 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陈大人供出自己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长津培育本草幼苗的事 引起了王公的注意 大人询问长津是如何做到的 而长津也如实地汇报了一切 大人听后很是开心 表示一定会将他的功劳如实上报 让他耐心地等着 果然不久之后 连声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长津 说提掉上宫已经准许他会遇膳访了 临行前郑大人给了长津一封信 让他回宫后转交给书库的朴大人 可长津来到书库送信时 却被告知朴大人已经被调走 而告诉他消息的人 正是他之前所救的敏大人 不过长津并没有认出 此人就是自己所救之人 这不禁让我感到怀疑 救人的时候连身体都看过 长津竟然没有记住他的脸 直到离开书库的时候 看见桌子上自己一湿的装刀后 长津这才感觉刚刚的军官 似乎就是自己那晚所救下的男人 等长津来到御膳房后 所有人都替他感到开心 唯独另路给了他当头一半 回来又怎么样 不能通过御膳竞赛 还笑出宫去 讨厌 由于距离竞赛只剩下七天时间 连身承诺会尽力帮长津辅导 精英也在大半夜 给长津送来了做菜的书籍 希望他能借此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而长津的养父得酒也没有闲着 他让老婆说出他做菜的经验 然后用笔全部记录了下来 等他来到宫内送酒的时候 他特意将长津拉到了一旁 并把纸条偷偷地塞到了长津的手里 可这还没完 他还说出了一个宫内流传已久的秘密 有个方法可以实现这道尸体哦 不过长津并没有将这个秘密当真 反而是连身等人听到后深信不语 在朝鲜的王宫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等所有人熟睡之后的凌晨 宫女们会来到宫廷东边的池塘沐浴斋戒 然后在子时和丑时之间 将给君王烹饪食物的火炉偷走 接着他们会偷走最高上宫娘娘的刀子 随后用这把刀子割下考试第一名的衣袋 之后他们会来到御膳厨房后面的枫树下面 给刀子做完33次摩擦运动之后 将它放在火红的炭火之上 随后再取一碗没有保质漆的井水 接下来的动作很重要 一定要对着这些物品虔诚的一拜 最后再取出衣袋小心翼翼地将它点燃 务必要摒弃名神集中精神 让衣袋燃烧的灰烬落入成有井水的碗中 可他们在折腾了一天一夜之后 不但没有传闻中那样找到尸体 反而将宫内的士兵引了过来 于是三人就这样信信而回 没想到所有人却都在等着他们 而郑上宫也跟他们调侃道 怎么样 我的刀磨好了吗 就这样他们招来了一顿嘲笑 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只有他们三个人不知道而已 转眼来到考试的前一晚 郑上宫找到了太后 请她为明天的竞赛定个题目 可太后却把这次出题的机会 交给了身边的上宫奶奶 因为上宫奶奶明天就要出宫安享晚年 这样才能够让她不带着遗憾离开 第二天一早 御膳房的竞赛正式开始 郑上宫告诉他们一共有两道题目 第一道题是回答料理的名称 第二道题就是做出这道料理 谁能率先答完第一道题 谁就可以优先挑选第二道题需要的食材 因而第一道题是影响他们食材优劣的重要因素 随着试题的打开 所有宫女都面露难色 只有精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想当然 第一个答完的人肯定是精英 可长津却毫无头绪 直到考试结束 他也没能写出正确的答案 随后郑上宫解释了这道题目 诸葛亮在征伐南南回京的路上经过卤水 由于风望过大无法过江 手下的人建议按照当地的风俗 用49个人头来祭祀 但诸葛亮认为此法过于残忍 于是便发明了馒头来代替 所以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馒头 由于长津没能正确地答出题目 因而他只能选到了最差的食材 转眼来到了晚上 连声叫上长津准备提前练习一下 可长津掀开食材之后 却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面粉竟然不见了 尽管女孩的心里很慌 不过在沉着冷静过后 女孩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不只是面粉而已 其他每个人的材料也少了一些 一定有人急着要动馒头 对啊对啊 然而就在这时 女孩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她立马赶到了御膳房 没想到面粉已经被揉成了面团 原来就在刚刚 御膳房的比赛来到了第二个环节 长津因为没能达出第一题 最差的牛肉 不过每个人还是分到了少量的面粉 由于面粉在朝鲜格外珍贵 于是郑上公特意叮嘱大家 每个人务必要保管好各自的食材 与此同时 太后殿的针织比赛也正在举行 因此针织房的每个宫女 将会搭配着一名御膳房的宫女进行 而针织宫女比赛的项目 则是帮御膳房的每个人缝制一套衣服 而给长津缝制宫衣的人 正是这个叫阿航的小女孩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阿航却在晚上偷走了长津的面 等长津抓他现行的时候 珍贵的面粉已经被他揉成了面团 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把剩下的面粉还给我 还给我 就在这时 两人的争执声引来了内敬畏 而敏大人也在其中 在了解了事情的缘由后 长官让宫女将面粉还给长津 可宫女不但不归还 反而向长官哭诉了起来 说他之所以偷拿面粉 是为了给自己的母亲做一碗馒头汤 因为他的母亲将在明天离开皇宫 或许这一别之后 也将是他们母女之间的永别 随后他更是说出了一个非常劲爆的秘密 原来他的亲生母亲 竟然是太后身边的上宫奶奶 尽管真知宫女声泪俱下 但是长官并不相信他口中所说 因为王室里有规定 王宫里的那人是君王的女人 所以一辈子都不可能怀上别人的孩子 为了验证宫女所说是否属实 转眼他们就找到上宫奶奶来验明真相 没想到上宫奶奶竟坦然地承认了此事 她自愿担下所有罪子 只期望内敬畏不要处罚这个懂事的孩子 同时长津已经泪如泉油 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 尽管没有了面粉将会被淘汰 不过长津还是和阿航一起做了馒头汤 也算是圆了这对苦命母女的最后一个心愿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郑上公告诉宫女们 她们能否成为那人权在于今天这场考试 同时排名后十位的宫女也将会被无情地淘汰 然而等比赛时间到了之后 所有宫女都端上了各式各样的馒头 唯独长津因为缺少面粉 而端上了用白菜和蒲瓜制作的替代品 此时我才发现 原来他们所说的馒头 竟然就是我们所说的饺子 不过长津还是凭借与众不同的造型 成功地引起了上公们的注意 虽然那事关品尝后觉得十分美味 不过他们在讨论过后 还是以长津为使用原先分配的材料为由 最终以倒数第一的成绩将她淘汰 就在长津以为自己要被赶出王宫的时候 太后带着众人突然来到了御膳宝 或许是因为自带主角光环的原因 太后一眼就被长津的馒头所吸引 于是她忍不住品尝了起来 没想到品尝过后味道竟然还不错 对了 这家要得地减零呢 太后她落榜 她遗失了分配给她的面粉 因为没有使用分配的食材 而失去了资格 得知是因为长津丢失面粉的原因 上公奶奶赶忙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出来 表示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过错 而太后自然不会责罚上公奶奶 转而开始表扬起了长津 在遗失面粉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在一夜之间做出如此美味的佳肴 这么优秀的人怎么能把她赶出王宫呢 就这样在太后的干预下 长津被破格留了下来 几位上公娘娘也只能遵命行事 这也让长津非常的感动 可此时的精英却向她投来了极度的目光 尽管她拿到了比赛的第一名 但全场最风光的人却是长津 转眼来到了晚上 通过竞赛的宫女正式升格为内人 上公奶奶作为临时的训誉上公 她给所有人讲了一个故事 在很久之前 她手下的一名宫女被人玷污 接着就怀上了孩子 直到临产的时候才被发现 按照王宫的法规 她只能结束了宫女的性命 不过看到宫女生下的女孩 她却怎么都不忍心伤害 于是便偷偷地养在了自己的住所 这孩子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是杀了她亲娘的仇人 认为我是她的亲生母亲 阿航知道上公奶奶所说的孩子是自己 得知真相后的她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第二天一早 上公奶奶看着这些心境的内人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宫 转眼长津来到了母亲的墓前 因为作为心境的内人 她被特许回家探亲一天 看着母亲去世前留下的信 长津发誓一定要帮母亲完成心愿 可她不知道的是 很快她便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长津终于进入到了她朝思暮想的退善间 因为这里是她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在大殿退善间 藏有娘记载的饮食手杂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拿来参考 娘永远陪在你身边 然而就在她寻找母亲饮食手杂的过程中 一场灾难也即将随之来临 原来在不久之前 钟宗突然提前了外出狩猎的进步 由于事处突然 郑上公决定派韩上公和长津等人一同前往 但不幸的是 调方与敏上公在准备膳食的时候 发现肉汤的味道有点奇怪 韩上公听后也赶忙尝了一口 询问后才知道 敏上公竟然将海洛里取出的毒 当作牛肉的软骨加入到了高汤里 于是三人中毒晕了过去 就这样 负责膳食的工作只能落在了长津和精英的身上 然而钟宗也是个随心所欲的人 由于天气炎热 这时钟宗身边的侍卫跑来通知他们 要将原本的膳食改为凉面 眼看韩上公还未清醒 长津和精英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 然而此时他们却犯了难 由于高汤所剩不多 一旦钟宗吃过后味道不对 那么他们的前程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在这时 卢卜泡菜汤 不过他们看到泡菜汤后却又大失所望 因为这些汤根本无法满足所有皇族的分量 或许这次就是为了给长津表现的机会 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于是他立马提着水桶往山里面跑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便一拳一拐地提着一桶山泉水赶了回来 幸好长津这次赌队了 他们在勾兑过后发现味道非常的不错 转眼两面端到了钟宗的面前 长津和精英提心吊胆地观察着钟宗的表情 好在钟宗品尝过后赞不绝口 虽然没有浓郁的味道 不过却清爽可口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为此长津和精英得到了钟宗的风赏 并安排他们到推善间工作 就这样 长津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推善间 而他的首要任务 就是找到母亲留下的饮食手杂 与此同时 同样进入推善间的精英 也将会接到家族指派的任务 为了稳固诱乡大人在朝中的政权 崔上宫和哥哥崔判术开始密谋一件密谋的事 那就是陷害当今的王后娘娘 他们打算利用符咒的害人之术 将王后腹中的胎儿变成公主 而去摆放符咒的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精英的身上 因为精英作为未来崔家的继承人 崔上宫就是要用这种方法 准备将他训练成一个没有良知 不择手段地维护家族利益的人 不过善良的精英在听到要害人后 却当即拒绝了崔上宫的要求 因为他从小自尊心极强 对于自己的名誉看得格外重要 因而他不愿意去做这种肮脏龌龊的事情 随后头也不回地起身离去 回到住所以后 精英的心里经过激烈的交战 脾气开始变得异常暴躁 以至于第二天还出现了严重的呕吐 于是长精看到精英身体不适后 便主动提出晚上替他去退善间值班 没想到却遭到了精英的一口回绝 而长精这么做也是有目的 自从他进入退善间工作以来 他经常主动替连生等人职夜班 目的就是为了晚上没人的时候 方便寻找母亲留下的饮食手杂 就这样 遭到拒绝后的长精决定私自前往退善间 不过他反常的行为也引起了连生的好奇 另一边 精英经过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后 终于想通了 他主动找到崔上公拿到了符咒 然而当他来到退善间的时候 却正好碰到了四处寻找守闸的长精 不过精英也没有时间多想 为了尽快完成崔上公交代的任务 他只好立声立色地将长精赶了出去 等长精离开之后 精英便把符咒放到了房梁之上 然而这一切 却也正好被跟踪长精而来的连生看到 于是第二天的时候 连生便把昨晚看到的一切告诉了长精 并且还拉着他来到了房梁下面 随后连生对着房梁就是一顿巴了 没想到却将一份手闸给扒拉了下来 长精捡起来后发现是母亲的手闸 激动的他立马跑了出去 长精终于找到了母亲留下的饮食手闸 没想到却意外地卷入到了崔家的利益争斗里 原来在不久之前 一个陷害王后的符咒被韩上公发现 由于当晚长精进入了退善间 因此他成为了最大的嫌疑员 这是什么 奴婢不知道 你自己藏起来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说不知道呢 而崔上公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为了不让自己和崔家暴露出来 奥斯卡的演技 诬陷符咒就是长精所为 面对崔上公富有压迫感的逼问 长精本想说出实情 奈何他想到了母亲说过的话 这些事情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见长精不肯说出真相 郑上公只好将他暂时关了起来 然而崔上公却始终无法安心 因为长精只要在世上多活一天 对于崔家来说始终是个隐患 于是崔上公不断地鼓动郑上公 建议立马按公规将长精处死 可郑上公全身满满的正能量 他知道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因此他打算查出真相后再做定度 转眼郑上公暗中找到了德九 希望他能帮忙查一下 这个符咒到底诅咒的是何人 然而当德九和老板娘找到算命先生后 算命先生的话却把他们给吓了一条 他们不敢相信竟然有人敢诅咒王后 将他肚子里的王子变成公主 德九将结果告诉郑上公之后 郑上公也被吓了一条 为此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也更加确定了让他挖出背后真相的决心 就在这时 崔上公再次找到了他 迫不及待地希望将长津赶快处死 长津到现在迟迟不肯开口说话 代表这件事情就是长津所做的 而崔上公的这番话 也恰巧被门外好奇的连生听到 此时他才知道长津被关了起来 事后连生偷偷地来看望长津 他希望长津能够说出事情的真相 不然他肯定会有性命之忧 然而长津的心里早就有了阴影 因为父母的死一直让他感到自责 除非爹跟你说可以说出去 不然千万不可以跟任何人说 爹曾经是个军官 万一你说出去了 爹 跟娘 还有我 都会死掉 为此长津最终没能说出事情 另一边 崔上公和金英再次开始行动 他们准备将新的符咒放到退扇间里 就在这时 韩上公突然走了进来 金英马上跟我出来的 有什么事吗 转眼众人一起来到了关押长津的柴房 而连生也出现在了这里 他声称当天晚上 看到金英也进入了退扇间 并且还将一样东西藏到了房梁上 此时金英的手开始瑟瑟发抖 韩上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赶忙询问连生是否看到了长津 连生赶忙说是 不过他接着又说道 长津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并不是他们所说的藏扶咒 可郑上公继续追问长津和金英时 他们却始终不肯说出真相 无奈之下 郑上公只好将金英也关了起来 眼看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郑上公准备将他们移交给慎行司来处理 然而就在他们前往慎行司的路上时 提掉上公却拦住了他们 随后提掉上公警告郑上公 让他这件事不要再追查下去 可郑门亮满满的郑上公却根本不怕他的威胁 即使提掉上公用品级来施压 他也毫不畏惧 并表示一定要将此事彻查到的 因而这种情况之下 崔上公只好给哥哥崔判术送信 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保下金英 转眼崔判术找到了吴大人 然而吴大人了解这件事情后却大为恼弄 对着崔判术就是一顿责骂 不过眼下还不是放弃崔家的时候 为了能够救下金英 当下最好的办法 便是将所有的罪责推到长金的身上 有了吴大人的出面 崔家很快就在宫内打点好了一切 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金英就是藏符咒的人 因而他很快就被崔上公带了出去 这样一来长金可就危险了 为了能够保住长金的性命 韩上公只好再次找到了长金 希望他将事情讲出来 可长金却始终不肯说出真相 也不承认就是自己所谓 韩上公知道长金是有难言之意 但自己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回到住所后 韩上公想到了自己的好友名医 现在长金的处境简直与他一模一样 为了不让长金重蹈好友的结局 韩上公也只好放下以往不管闲事的态度 转眼就找到了郑上公 希望他不要再将真相追查下去 经过一夜的考虑 尽管郑上公很想将崔家的罪恶揭露出来 不过让长金成为替罪羊 他实在也是于心不忍 万般无奈之想 郑上公只好找到了提掉上公 表示自己不再追查下去 就这样符咒事件不了了之 长金也终于捡回来了一条性命 不过很快他又遇见了一件麻烦的事 女孩已经四肢麻痹无法动弹 所有人都在担心他的身体 可是他自己却异常地兴奋 甚至还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我终于找到了 我查出来了 原来在不久之前 原子的身体突然麻痹无法动弹 在翻开他的眼皮和查看舌头后 御医猜测这可能是中毒的迹象 可中宗却感到了疑惑 原子喝下的全鸭汤气味上宫已经尝过 营勺也没有出现变黑的情况 然而昏庸的御医无言以对 竟然在中宗面前开始胡说八道 声称全鸭汤里面可能混入了其他的毒草 而大明的医官也曾经跟他说过 有的毒草的毒性 营勺根本检测不出来 如果想治好原子的症状 就必须要先知道他种的是什么毒 而制作虫草全鸭汤的熟手 正是长金的养父德九 作为最大的怀疑对象 转眼那是否的人就找到了他 可德九大叔却天真的疑问 也许小的熬顿的补药 原子大人吃得很高兴 皇上要加奖小的吧 等内侍大人一番审问过后 德九大叔这才知道 原子喝完他做的全鸭汤后 竟然出现了四肢麻痹的症状 这下可把德九大叔彻底吓坏了 他赶忙解释道 自己平时的确克扣过一些食材 但要说往食材里面乱加东西 就算给自己一百个胆子也不敢了 这时候长金和韩上宫文讯也赶了过来 会在汤中下毒 可被吓得结结巴巴的德九大叔 一时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内侍大人只能暂时将他关押起来 转眼大叔的老婆得知了大叔被抓的消息 他慌慌张张地找到了长金 说是大叔昨天带回来了一些草菇 会不会是这种草菇引起的问题 长金得知这个消息后 他也不敢有丝毫的拖延 赶忙跑来向韩上宫求证 询问这种草菇是否有毒 然而得到的答案却是 这种草菇的确有毒 不过吃了以后并不会引起四肢麻痹 而是会令人产生吃笑和幻觉 因而草菇中毒就被排除了 为了找出原子中毒的病因 韩上宫找来了同样的食材 并吩咐五个宫女同事烹煮 看看全鸭汤煮出后会有什么不同 可结果依旧如此 营勺并没有变黑 而味道也跟德九大叔制作的没有区别 这下长金更加着急了 如果不及时找出中毒的原因 那么德九大叔指定会成为替罪羊 眼下也只有长金这个小宫女 能够想办法救他一命 不过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这天 韩上宫在给大家讲着食物相克的道理 而长金听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娘娘我可以出去一会再回来吗 什么 因为冬虫下草 也很有可能是这样 我一定要查出来 德九叔对我来说就像我爹一样 我会马上回来的 快去快回 就在长金走出去膳房的时候 却正好碰到了原子大人身边的医女 于是他向医女询问 原子大人最近是否服用了其他的药物 而医女却说道 由于原子大人有失眠的毛病 因而服用了从大明引进的肉豆扣油 长金着急地继续询问 原子的麻痹症状会不会与这个药材有关 可医女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 因为这个药已经服用了四五天 一直以来都没有问题 但长金却并不死心 他赶忙回到了御膳房 询问韩上宫对肉豆扣油是否了解 可韩上宫也并不清楚 只是听说那是一种大明国的香辛料 不过一般要将他的油炸出来再使用 忙碌了这么久 长金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 既然韩上宫无法详细地回答 于是他决定从医书上寻找答案 转眼他就找到了闽大人 表示自己想要借一本医书来看 而闽大人本来就对长金有好感 得知他对医书还有涉猎 于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就这样 长金开始彻夜研究医书 很快他就发现肉豆扣油的药性作用 虽然这种药材可以治疗失眠 不过用量过大后会使人产生麻痹症重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 可怜生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认为这些都是毫无价值的信息 更何况那些医官们 不可能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长金听后顿感一丝失落 这不禁让他联想到了德九大叔的下场 这件事没有查出来 德九叔不但会遭受皮肉之痛 而且很可能会被刺死药 死药 死药 长金瞬间毛色顿开 立马兴奋地跑了出去 转眼连声慌慌张张地跑来通知大家 长金因为已身试药 身体已经出现了麻痹的症状 原来长金是通过死药和人参得到了启发 尽管人参是上等的补品 不过加入到毒药里面以后 反而会让毒药以最快的速度发作 食药效达到最大的效果 而原子喝下的全鸭汤里面 正好有上等的人参 因此在遇到肉豆扣油之后 便出现了严重的麻痹症状 就这样 在得知病因之后 御医开始对原子大人对症治疗 于是他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感觉 对此中宗很是开心 得知长金冒险以身试药 特意吩咐内侍大人赐给了长金一些牛肉 而得久大叔也被无罪释放了出来 不过长金可就惨了 很快他就发现 以身试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女孩挖起一勺盐直接送入了口中 可他自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接着他又尝了一口酱油 然而结果仍旧一样 等他拿起牙签戳了戳舌头后 这时他才发现 原来就在刚刚 提调上公正在举行生辰宴会 按照御膳房的规矩 生辰宴上的最后一道料理 必须由最高上公的郑上公亲自来做 为此韩上公特意派长金过来帮忙 而此时的郑上公因为肾虚体弱的原因 以至于行走战力都变得困难 于是他将最后的调味环节 交给了长金来做 由于长金的身体麻痹才刚刚解除 他并未发现自己的味觉已经出现问题 因此在感觉汤的味道不浓后 他便往里面多加上了几勺盐 很快一大盆火锅就制作完成了 等火锅端到提调上公面前时 仅仅尝了一口汤他就大发雷霆 质问郑上公是想要hold死自己吗 娘娘是不是有哪里不对 你过去都以这种料理 伺候皇上御膳 还是你对我这个人有什么不满 很快长金得知了郑上公遭到训斥的消息 他赶忙向宴会上跑去 却正好在门口遇到了郑上公 娘娘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菜肴有什么问题 没有菜肴没有问题 此时的郑上公以为提调上公是在故意找茬 因此他并没有向所有人说明 火锅的调味是出自长金之手 可长金却深感自责 等宴会结束之后 他亲自跑来尝了一口 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样 于是便叫金英也帮忙尝一下 金英在尝过之后直接说道 这不像是郑上公的手艺 因为味道实在是太咸了 长金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 于是他赶忙跑到了厨房 直接将一勺盐送入了口中 可是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舌头已经变得迟钝 为此长金彻夜难眠 身为御膳房的宫女失去了位局 那不等同与打仗的士兵失去双腿吗 就在长金搞不明白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不久前的一身饰样 此刻他才恍然大悟 与此同时 提掉尚公等人又聚在了一起 他们认为郑上公没有将提掉尚公放在盐 因而故意在生日宴会上给他满看 他们一致提应该将不听话的郑上公换掉 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理由 转眼崔尚公就找到了负责郑上公的英语 得知郑上公因为肾虚影响到了膝盖 这下可把他给高兴坏了 赶忙迫不及待地找来了哥哥崔判术 表示郑上公马上就要被迫退位 希望哥哥能够十点进 趁机帮自己登上最高尚公的位置 因而有了崔判术和吴大人的铺路 很快提掉尚公就把崔尚公叫了过来 表示他是最高尚公位置的最佳人选 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罢免郑上公 转眼郑上公便收到了被辞退的通知 但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经过一夜的考虑 他决定退位前给提掉尚公摆上一灯 于是他亲自给钟宗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膳食 并以身体状态不佳为由 趁机向钟宗提出了退位的请求 尽管钟宗一再地挽过 可郑上公趋一已决 并借机参了提掉尚公一步 上一任最高尚公娘娘 也因为突然生病 让提掉尚公娘娘陷入很大的困境 有这回事吗 是 不然哥这有空间 尽管钟宗听后同意了郑上公的辞职申请 不过郑上公也顺势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希望自己离职以后 韩上公和崔上公可以通过竞赛的方式 以此来定夺遇膳防下一任的最高尚公 钟宗听后很是满意 于是毫不犹豫同意了这个建议 这下可把提掉尚公给气坏了 因为自己早就收下了崔家的好处 如果崔上公无法当选 他也不知该如何向崔家交代 而崔上公则是更加气愤 本来最高尚公的位置已经十拿九稳 没想到现在却搞得这么棘手 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适 两位尚公娘娘竞选最高尚公 需要挑选一名助手来辅助自己的工作 崔上公自然选择了自己的侄女精英 可轮到韩尚公的时候他却犹豫了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失去味觉的长津瞬间惊呆了 因为这将意味着他可能会连累韩尚公 原来在不久之前 郑上公离职前向中宗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韩尚公和崔上公通过比赛的方式 来竞选最高尚公的位置 事后郑上公单独约见了韩尚公 并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之所以让他竞选最高尚公的位置 是因为他不希望崔家利用食物 来做争夺权力的工具 他期望韩尚公能够打败代代相传的崔氏家子 这也是他离宫前 以及临死前最大的心愿 就这样 韩尚公被正直无私的郑上公所感动 最终决定帮他了却这个心愿 可无权无视的韩尚公自知责任重大 于是他找来了长津 并将郑上公的心愿讲了出来 希望能与长津共同完成这场竞赛 能帮助我的人也就只有你了 你的料理手艺会对我有很多帮助 你对料理菜肴的热情将会牵动我的心 你的好奇心会让我更进一步勇往直前 长津从未想到自己竟被韩尚公看得如此重要 面对韩尚公的信愿 可他却只能拒绝 为什么 你为什么说不行 我的味觉已经迟动了 不过韩尚公依旧选择了长津 他劝告长津不要轻易放弃 因为味觉终有一天还会恢复 为此韩尚公带着长津出宫寻访名医 然而得到的结果仍旧一样 所有的大夫都表示希望鸟茫 面对大夫们的束手无策 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的两个人 此时的心情都显得异常低落 为了不拖累韩尚公 于是长津再次请求他 请您放弃我吧 我需要你 转眼来到了晚上 长津彻夜难眠 一想到白天韩尚公的话 他的情绪也变得异常暴躁 为了使自己尽快恢复味觉 他跑到厨房将各种调料放到了嘴里 希望用刺激性的味道来刺激自己的舌头 眼看调料毫无作用 他开始尝试食用各种水果 就连柴房里的杂草都吃上了 然而结果仍旧无济于事 此时长津的情绪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状态 在食物毫无效果之下 他直接将开水灌进了嘴里 看着长津被热水烫得嗷嗷大叫 韩尚公对他也是愈发的心疼 就在韩尚公苦于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白天卖鱼的大叔 虽然大叔的眼睛看不到 不过仅凭鼻子就可以判断出鱼是否新鲜 这让韩尚公毛色顿开 转眼郑尚公召集所有人举行了会议 关于竞赛的问题他告诉众人 按照御膳房的规定 失败者必须自动离开王宫 这是对新任最高尚公的基本尊重 会议结束后两人开始挑选各自的助手 而韩尚公之所以坚持选择长津 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训练长津的新办法 第二天的时候 韩尚公告诉长津 虽然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味觉 不过他却拥有画出味道的能力 因为从小韩尚公就培养长津 让他去山上采摘野菜 品尝山间的溪水 就是为了能够锻炼出长津这方面的能力 而事实证明长津已经做到 他知道用山泉水可以让萝卜汤更加美味 也懂得白菜的质感更适合制作馒头 随后韩尚公命长津做一道蒸大虾 但不允许他品尝味道 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做 很快长津就做出了这一道菜 不过韩尚公品尝过后并没有做出评论 而是命他用豆腐再煮一道火锅 等长津出去准备食材时 韩尚公则是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忙碌一番过后 很快长津就做好了第二道菜 而韩尚公这次尝过后却直接激动了起来 因为他确信长津已经拥有了画出味道的能力 而长津也同样激动得泪流满面 与此同时 崔尚公和精英也没有闲着 他将之前最高尚公的秘籍交给了精英 然而就在竞赛即将开始的时候 王宫里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 一群大臣正对着几口将冈磕头行影 因为在朝鲜的传统信仰中 他们对中国发明的大将格外重视 如果大将的味道发生改变 则代表着厄运即将来临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王宫里 那么就预示着国家将会有灾难要发生 然而事情往往怕什么来什么 祭祀大典刚一结束 宫里的大将就变了味道 为此他们赶紧召开了一个会议 要求御膳房赶快查明大将变位的真相 作为御膳房的最高尚公 郑尚公肯定难就其词 而本就与他有过节的提掉尚公 也正好找到了修理他的机会 如果不能及时找出大将变位的原因 不仅自己会大难临头 就连他辛辛苦苦促成的竞赛也会化为炮流 为此郑尚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既然在宫内找不到问题 于是他吩咐韩尚公和崔尚公去宫外寻找原因 转眼两队开始了分头行动 而崔尚公首先找到了哥哥崔判术 他猜测大将变位可能与盐巴有关 因为御膳房的盐巴是由崔家供应 于是他向哥哥询问 宫内盐巴的品质是否有问题 吴金户提掉大人当时 突然需要一笔巨大金额的款项 所以除了御膳厨房之外 其他宫店的盐巴是最上品跟中品餐货在一块 这时崔尚公才知道 哥哥为了追求利益 竟然在上等盐巴里掺入了劣质盐 得知宫内的大将变了味道 崔判术也被吓了一跳 赶忙吩咐手下收起了劣质盐 因而等韩尚公和长津去检查盐巴时 他们并未发现盐巴的品质有什么问题 可身在宫内的郑尚公 却发现盐巴里掺入了劣质盐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韩尚公和长津继续调查大将变味的原因 没想到正好遇到了德九大叔和老板娘 为了感谢长津上次的救命之恩 德九大叔特意带来松花酒给他 而老板娘表示这酒非常珍贵 接下来这段话也将是影响剧情的关键因素 这是秦始皇喝的长生不老酒 更何况这是用花粉酿的酒 发酵发得特别好 酒味又香又甜 是吗 在与大叔和老板娘告别之后 他们找到了豆饼的供应商 因为这是制作大将最重要的原料 然而得到的回复确实 今年的豆饼不仅没有什么不同 反而比往年的品质更好 这不禁让韩尚公再次陷入了疑惑 于是他们随后来到了去除豆饼意味的地方 可不管是工人的手法 还是清洗豆饼的流动水 通通都没有问题 不过影响大将味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用来制作大将的陶纲 然而得到的结果仍旧一样 为了能够做出会呼吸的陶纲 制作师傅都是亲自把控制量 不允许每一件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更何况是质量等级要求更高的王公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 他们发现村民把酱缸全都聚集在一个地方 貌似是在举行祭祀的样子 等两人来到一处旅馆入住的时候 他们这才从老板口中得知 那个地方是制作大将最好的位置 只要把酱缸放在那棵树下 酱味也将会变得非常美味 紧接着老板还告诉他们 还有另外两个地方制作的大将味道也很好 于是他们按照老板的指引 来到了老板口中所说的地方 果然 这里制作的大将不仅美味 味道反而比王宫里的更胜一丑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城隍堂的树下 在品尝之后 韩上公发现这里比刚才的还要美味 老板心应该不会用比宫瓶更好的水 更好的豆饼 或是更好的盐巴 对 就在韩上公感到疑惑的时候 长津抬头看了看大树 突然想起了宫里被砍掉的大树 接着他又联想到了老板娘说过的话 于是长津毛色顿开 与此同时 崔上公本来就没打算去寻找原因 他反而希望借这个机会除掉郑上公 以此达到取消竞赛的目的 因而他只是从民间找到了一份味道不错的大将 等他带回宫内以后 便迫不及待地为中宗做了一道味增汤 想趁机达到讨好中宗的目的 可中宗仅仅只尝了一口 吴大人就向他汇报 最近发生了多起珊瑚 而提掉上公也赶紧跟着山峰点火 表示郑上公负责的御膳房大将便问 这才给国家带来了厄运 中宗一听便知道了提掉上公的用意 几个人之事又要联合起来针对郑上公 于是他赶忙又尝了一口 表示大将的味道还不错 可提掉上公却自取其辱地问道 是不是比以往的将更好呢 乐到没有 味道还是以往的比较好 崔家一挡听后大失所望 看来郑上公在皇上的心里依旧无法动用 于是事后提掉上公便把这股怨气 撒到了郑上公的身上 而就在这时 韩上公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 声称已经找到了大将变位的原因 原来韩上公和长津回到宫内后 他们发现宫内的大将并没有全部变位 树下的大将依旧跟原来的味道一样 随后韩上公吩咐长津 让他赶快去煮一道味增汤 等忠忠又吃到了熟悉的味道 郑上公这才告诉忠忠 是韩上公和长津找到了原因 因为将刚跟前的树全都被砍掉 由于没有了花粉的掉落 这才导致大将的味道发生了改变 随后这个化学现象也得到了御医的证实 花粉是相当好的酵素 一定会让味增充分地发酵熟成 是吗 为此韩上公得到了忠忠的夸赞 而崔上公的脸色却是相当的难看 崔上公这个老六为了赢得竞赛 他特意吩咐令露搬到长津的房间 以此来获取韩上公和长津的情报 然而长津由于失去了味觉 每天都在以研究医书为主 于是令露便把长津的近况告诉了精英 随后还说出了韩上公训练长津的方法 可是韩上公娘娘不让长津尝味道 要她想象味道化出味道来调味 是不是很奇怪呢 精英对化出味道的方法瞬间来了兴趣 于是她也打算用这个方法练习一下 而就在这时 崔上公也来到了御膳房 得知精英是在用韩上公的方法训练 崔上公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一脸不悦地转身离去 不过临走时她却叫上了令露 这让精英感到有些不知所复 随后崔上公把令露带回了房间 并要求她跟自己说一下长津的近况 长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医书的 这我不太清楚 反正她最近根本就不看其他的书籍 只要有空就看医书呢 听完令露的描述 崔上公的脑海里忽然想到了什么 原来白天的时候 她曾无意中看到长津和医女在一起 她问了你什么事情 是我问她 味觉恢复了没有 当时崔上公还对医女的话半信半疑 不过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她知道长津的味觉依旧没有恢复 为了证实心中的猜想 老奸巨华的崔上公立马想到了一个主意 转眼来到了一年一度的新危机 所谓的新危机就是 宫女成为御膳房的内人后 必须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创造一道新菜肴出来 可郑上公为了考核两位继承人的选材能力 决定将这次竞赛交给韩上公和崔上公来评判 因而崔上公的心中暗自窃喜 她打算利用这次机会 设计将长津失去味觉的消息公布出来 很快这场竞赛正式开始 在品尝完所有人的菜肴之后 崔上公依靠她那媲美奥斯卡的演技 扬装出了一副公平公正的样子 郑上公娘娘也曾经说过 味道是平等的 何况这些都是新的菜色 怎么能光靠我的口味来做评断 你们互相交换来尝尝会 长津听后大惊失色 迫于无奈 她只能抱着侥幸心里走一个过场 与长津交换的是令露的小酥肉 由于自己的味觉已经失灵 长津只好硬着头皮说味道不错 清淡嫩滑非常爽口 听完长津的描述 韩上公表现得十分的担忧 而令露则是露出了阴险的表情 原来在烹饪的时候 令露在崔上公的指使下 故意在菜中放了很多的盐巴 味道不仅厚闲而且还难以下咽 这下长津算是彻底露现了 而崔上公也总算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于是接着他就找到了郑上公 并将长津失去味觉的事情说了出来 为了证实崔上公所说是否属实 郑上公将长津叫了过来 并在他的面前摆上了三碗水 在你面前的三碗水 是分别放了白糖 盐巴和醋的水 都放了微量而已 身为御膳厨房的工女 应该很容易分辨的出来 或于无奈 长津尝过后只能瞎猜 第一碗是白糖水 第二碗是盐巴水 可准备在品尝第三碗的时候 郑上公却直接向他叫停 因为这三碗水中并没有添加调味品 仅仅只是三碗清水而已 这下长津失去味觉的疑惑彻底失垂了 为此崔上公再次兴奋起来 身为一个御膳房的工女 失去味觉后又如何给君王做出食物呢 他建议郑上公立刻将长津赶出宫外 韩上公听后立马慌了 他赶忙解释道 长津虽然已经失去了味觉 不过他却拥有了化出味道的能力 可崔上公听后却偏偏要与韩上公抬杠 对于熟悉的食材可以用化出味道的方法 可不熟悉的食材又该如何做得更加美味呢 为了让韩上公彻底死心 他向郑上公提议 可以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鲸鱼肉进行测试 如果长津能够做出完美的味道 自己就赞成让他留在宫内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那么韩上公就要与长津一并被赶出宫外 因而这种情况下 郑上公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了解鲸鱼肉的做法 长津特意找到了德九大叔 向他询问鲸鱼肉的味道 可德九大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猜测应该跟牛肉差不多 不过闻起来会比牛肉更新一点 别无他法之下 长津只好拿出了母亲留下的饮食手杂 只可惜上面也没有鲸鱼肉的记载 另一边 崔上公则通过哥哥的关系 成功地拿到了一本制作鲸鱼肉的秘籍 转眼双方同时在御膳房忙碌了起来 尽管韩上公和长津都没有做过鲸鱼肉 不过还是按照以往的烹饪方法 很快就做了出来 作为要呈给君王的膳食 郑上公自然要先品尝一下 尽管韩上公做的味道不错 不过战将还是稀了一点 至于崔上公和精英 由于他们有了密集的帮助 因此郑上公对他们的膳食赞不绝口 可轮到长津的时候 郑上公却没有发表意见 而是吩咐宫女们准备上菜 见此情景 等着看好戏的崔上公失望极了 他本想要阻拦 转眼一大桌鲸鱼燕摆在了钟宗的面前 在品尝过后 钟宗对他们的手艺赞不绝口 尤其是长津做的鱼串 味道简直就是绝绝子 随后韩上公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长津 而长津也同样告诉了韩上公一个好消息 娘娘 我的味觉已经恢复了 我的味觉回来了 原来在鲸鱼比赛之前 长津便找到了预言的正主 这个男人竟然拔下了蜜蜂的毒针 更残忍的是 他将毒针放在了女孩的手上 接着男人又拔下了蜜蜂的第二根毒针 可这次他却放在了女孩的舌头上 通过正主部的风针治疗 他这才成功恢复了失去已久的味觉 韩上公听后激动不已 可此时崔上公的肺都快被气炸了 他不相信长津真的拥有化出美味的能力 因此不知死活的崔上公决定再做一下 转眼来到了御膳房中午的宴会上 崔上公又开始飙起了眼镜 他首先一改往常的态度 大方地承认自己输得心服口服 然后对着长津就是一顿夸赞 做出如此美味的佳肴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长津失去了味觉 而崔上公之所以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通过舆论的压力逼迫长津出宫 说着就要再次测试长津的味觉 于是郑上公搬出了四坛虾将 让长津区分一下他们的区别 而作为自带主角光环的长津也不负众望 不仅说出了虾将的配料 而且还准确说出了虾将的生产日期 就这样 崔上公在众人面前算是彻底打脸 就在不久前 内侍大人突然跑来通知郑上公 最高上公竞赛仪式可能要被取消 原来这一切又是崔上公在搞滚 为了达到取消竞赛的目的 他与幼乡大人狼狈为奸 并将竞赛的事告诉了太后 因而钟宗在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 太后便提醒他 君王干涉御膳房的事情不合规矩 希望他能妥善处理此事 钟宗听后觉得自己的做法的确欠动 可通过竞赛选拔人才的方式 毕竟出发点是好的 于是他立马向太后提议 既然这样 就由母后娘娘来代替儿臣儒服 太后一听非常的开心 果然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他不但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反而要求竞赛的时间尽快提前 转眼提掉上公召开了一个会议 并将竞赛时间定在了原子大人生日那天 这样一来 崔上公的想法算是彻底泡汤了 不但没有达到取消竞赛的目的 反而加快了竞赛的时间 不过此时他却非常乐观 因为现在改由太后主持竞赛 自己又有幼乡大人的支持 比赛只不过是走个行事而已 随后双方开始了赛前的准备工作 此时的长津因为刚刚恢复味觉 他迫不及待想帮韩上公赢得比赛 于是便建议韩上公应该使用新鲜的食材 毕竟崔上公有哥哥的帮助 他肯定也会这么做 就这样 长津出宫找到了老板娘 并拿出了自己的所有风味 请求他务必帮自己找到最好的材料 然而当长津开心地回到宫内 并把这个消息告诉韩上公时 一个宫女却跑来通知韩上公 郑上公让他赶紧去朱子轩一趟 原来最近朝鲜的水灾严重 导致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为此中宗的心情非常不爽 要求原子大人的生辰也不要铺张浪费 太后应体谅中宗的心情 于是重新下了一道客题给他们 那就是用民间最为普通 百姓们可以经常吃到的食材来烹饪 为此他们也被准许出宫寻找食材 转眼长津和韩上公来找老板娘帮忙 可老板娘却一心想要赚钱 于是推荐他们使用自己酿酒后留下的粮食残渣 韩上公听后很是无语 转身就要准备离开 然而正是老板娘的这句话 让长津的眼前一亮 于是他赶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韩上公 就这样因为一句话 两人找到了没有人要的梅子 而另一边的金英也没有显着 当他经过一个卖鱼的摊贩时 看到被老板扔掉的鱼塞 金英也瞬间来了灵感 等他拿回去以后 崔上公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就这样他们确定了各自的第一道菜 不过第二道菜他们却想到一块去 那就是百姓们经常喝的牛骨炖汤 韩上公让长津赶快回宫熬汤 因为牛骨汤要炖得越久越好 可长津却认为宫内的牛骨不新鲜 坚持要去集市上找最好的牛骨 韩上公溜不过长津 只能叮嘱他快去快回 然而当长津来到买牛骨的地方时 却被告知牛骨早就已经卖完 可他并不死心 经过四处打听之后 才知道较远的地方还可以买到牛骨 于是直到第二天早上 长津这才匆匆地赶回了宫内 因为耽误了熬汤的时间 长津遭到了韩上公的责备 可他却不慌不忙 并告诉韩上公不要担心 娘娘请您不要担心 牛骨炖汤之所以要熬三天 是为了要剃除凝固的油汁 再炖再剃除 因此需要熬炖比较久 不过在滚烫的汤里加入宣纸 就可以把油汁吸出来 真的是这样 接着长津还卖了个关子 表示自己还有一个 让牛骨汤更美味的办法 转眼双方的菜肴端到了太后的面前 在品尝完各自的第一道菜后 他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表示两道菜都很不错 自己实在难以分出高低 可堂堂的王公总不能有两个最高上公吗 难道还要135由韩上公负责 246由崔上公负责 等周日的时候每人各自干半天吗 于是内侍大人赶忙提醒太后 无论如何还是得分出胜负了 因而太后品尝过第二道菜后 终于做出了心中的选择 还是崔上公的汤比较好 满心期待的长津瞬间大失所望 所有人的表情也是截然不同 而内侍大人也不禁感到疑问 询问太后是如何分出高低的 而韩上公却抢先一步说 自己知道输掉比赛的原因 原来长津为了赢得比赛 特意在牛骨汤中加入了驼浪 而他的这种做法也正好与题目背道而驰 寻常百姓又怎么能吃到这么珍贵的食物呢 为此长津遭到了韩上公的斥责 他则被长津不应该投机取巧 为了惩罚长津 韩上公将他赶出了宫外 让他去寺庙里照顾一位老上公 而长津经经过这次的挫败后 也将迎来他成长中的一次重新蜕变 这个重病缠身的老上公 曾是皇后的奶妈 在弥留之际因为一直有个心愿未了 这才使他忍着病痛的折磨苦苦撑到了现在 而长津刚到云岩寺便看到了这一幕 事后德九大叔跟他讲起了老上公的故事 原来在老上公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从小和哥哥一起过着乞讨的生活 因为他一直喊着肚子饿 于是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把生命 饥饿的老上公尝过以后觉得十分香甜 就这样他开始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 可等老上公看向哥哥的时候 却发现哥哥已经睡着了 然而这一睡竟然成了他们兄妹之间的永别 之后老上公就被好心人救了下来 可哥哥的死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于是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 他打算找到这种生命 并亲自带给自己地下的哥哥 长津听后很是感动 如果按照他以前的性格 肯定会去帮老上公寻找这种女 可长津现在因为竞赛的事情被赶出宫外 因而他并没有这个闲心去管这个事情 直到他意外地遇到敏大人 原来敏大人来到云岩寺执行秘密任务 看到长津的情绪消沉心里十分着急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 为了重拾长津的自信心 他委托德九大叔带长津来到了海淀 因为这是第一次见到大海 长津难掩心中的喜悦 自从父母离世以后 这是他第一次找回了久违的快乐 就在长津放飞自我的时候 敏大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夕阳映在敏大人的脸上 本就对他有好感的长津 此时更加觉得敏大人的笑容如此温暖 就这样他们敞开心扉促膝常谈 两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傍晚 这天敏大人陪同长津外出买药 回来的路上遭到几个不明来历者的刺杀 一番厮杀过后 敏大人带着长津逃回了寺里 幸好管事大叔比较机灵 这才将他们给救了下来 随后管事大叔给两人端来了饭菜 长津只是品尝了一口汤 他便立马被这味道给惊艳道 只是宫廷里也吃不到这味道 长津这下瞬间来了精神 他非常认真地追问管事大叔是怎么做的 从此以后 长津成为了管事大叔的跟屁处 管事大叔去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不厌其烦地求他把秘方告诉自己 可管事大叔哪有什么秘方 只觉得每天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天管事大叔正在晒你 长津看到后 突然想到了老上宫口中所说的名 原来老上宫寻找的米叫金像 长津迫切想要带走一些米让老上宫尝尝 不曾想管事大叔 却对他说万万不可以 因为这些米只有晒干之后才能拿来吃 可长津天偏不幸 表示自己可以想办法来烘干 于是他在德九大叔的帮助下 亲自用火将其烘干 然而当长津迫不及待拿来给老上宫品尝时 却被告知虽然是这种米没错 不过还是没有当初的那种味道 为此长津感到了失望 却又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 眼看老上宫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长津却始终想不出办法 这天管事大叔突然跑了进来 说是自己已经将金像米晒好了 老上宫尝过之后激动地指点头 表示这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生命 他希望自己死后 能够将这种米放到自己的棺牧里 因为他想要送给自己的哥哥 看到老上宫执着的样子 随后长津也忍不住尝了一下这种米 此时长津才恍然大悟 秘方 这是没有秘方的 管事大叔 你没有不为人知的其他秘方 那些好吃的蔬菜 消除上宫娘娘心中遗憾的米 都是在阳光下晒干 再收起来 再晒 再收 诚意和时间 这就是秘方 一点也没错 之后长津为自己的消沉感到惭愧 他忍不住向敏大人吐露了心里话 自己之前不应该埋怨师父韩上公 更不应该在做饭的时候投机取巧 只有在米饭和菜肴中的诚意和汗水 才是赢得胜利的真正秘方 然而不幸的是 两人对话的时候 却恰巧被赶来的精英看保 而敏大人正是他从小到大一直暗恋的人 为此精英对长津产生了敌意 也就是从此刻起 精英将正式开始黑化 不久之后 老上宫带着自己的心愿突然离世 于是长津也终于再次回到了宫内 而他此时也正好赶上最高上宫的第二轮竞赛 不过很快宫内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御膳房发现了几名小洋人确诊病例 为了君王的饮食安全 凡是密接者都将被带出宫外进行隔离 最高上宫原本只是膝盖不舒服 但是他也被强行带出了宫外 而这一切的背后 竟然又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就在不久之前 御膳房即将迎来最高上宫的第二次竞赛 而太后这次给出的题目却是 要求他们找出一种四季都能够吃到的海鲜 韩上宫听后立马感到了为难 就像郑上宫口中所说 大热天地将鲜活的海鲜运到京城 以现在的运输条件简直是不可能做到 可崔上宫的心中却暗自窃喜 因为崔家商团是除了王宫以外 唯一一个拥有冰块的家族 很显然这道题目本身就带有偏袒性 因而韩上宫在出宫寻找一圈后 仍旧是一无所获 于是他打算用胭脂的海鲜来代替 同时也做好了输掉比赛的打算 而崔上宫则是得意洋洋 最可气的是 他还跑到韩上宫面前故意炫耀了一份 不过很快崔上宫就会品尝到提心吊打的滋味 金英自从看到长津和敏大人在一起之后 他内心便已经被仇恨所占据 为了在竞赛中彻底打败长津 金英主动找到了崔上宫 表示自己想要用心研读那本料理秘籍 看到金英终于开窍了 崔上宫的心里很是开心 可当他准备拿出这本秘籍的时候 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 这下崔上宫立马慌了 赶忙找来了打扫房间的公屋 询问后才知道 在自己出宫寻找食材的那几天 宫里竟发生了一件大事 话说在那天晚上 一个男人溜进了宫女的住所 很快内经卫的人就追了过来 于是在郑上宫的陪同下 他们立马对所有房间开始了搜查 屋内的东西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士兵们最终在崔上宫的柜子里 抓到了这个男人 看着满地狼藉的物品 郑上宫吩咐宫女们赶紧帮忙收拾一下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无意中看到了地上的一本书 而这本书正是历届最高上宫留下的饮食秘籍 这下郑上宫瞬间怒了 可恶的东西 传授给御膳厨房最高上宫的书 竟然传给崔上宫 御膳 你可真是目中无人藐视我 得知这本书落入了郑上宫的手中 崔上宫的心里大胆不妙 于是他立马将此事告诉了提掉上宫 因为如果这件事被太后知道的话 不仅崔家会有麻烦 就连提掉上宫也会跟着受牵连 眼看目前也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两人只好舔着脸找到了郑上宫 期盼能够得到他的原谅 为了拿出自己道歉的成语 崔上宫也表示 自己愿意输掉第二轮比赛作为交换条件 尽管提掉上宫也一改往日的态度 苦苦地哀求他不要再追究此事 可正在气头上的郑上宫依旧不为所动 无奈两人也只能信心离去 为了阻止郑上宫出现在竞赛现场 几人甚至开始密谋 要在他的汤药中加点毒药 可就在这时 内侍大人慌张地跑了进来 通知他们赶快去内方院开会 原来是宫中爆发了瘟疫 为了保证君王的安全 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 准备将感染者通通送出宫外 作为此次排查感染者的负责人 提掉上宫打算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于是在崔上宫的安排下 郑上宫被诬陷为感染者 强行将他送出了宫外 第二天的时候 提掉上宫让韩上宫去调查 引起瘟疫的原因 而他自己则与崔上宫开始密谋 如何才能罢免郑上宫最高上宫的位置 就在韩上宫展开调查的时候 内医院的医官郑云寿来到了御膳房 有关传染病的事 我最需要的就是跟御膳厨房 最高上宫娘娘商议 得知医官在宫里的位置如此重要 黑化的精英立刻心生一计 于是他赶紧找到了姑姑崔上宫 表示在召开会议的时候 务必要让医官参加 只要能够让医官发话 才会有机会罢免郑上宫最高上宫的位置 随后 易得差劲的郑云寿很轻易就被崔家收买 转眼来到了疫情研讨会上 会议由吴大人来主持 按照事先的谋划 提掉上宫率先提出罢免郑上宫的请求 想当然 内侍大人肯定吃反对意见 郑上宫是皇上宠爱的上宫 现在只不过是因为传染病 暂时出宫疗养身体 不能因为这样就填补位置 没有这种潜力 不过 为了逼迫内侍大人做出让务 吴大人开始向医官询问他的意见 而立以熏心的医官也早就想好说辞 他认为这次疫情完全是因为郑上宫的失职 由于他没有及时上暴于膳房的感染人数 这才导致了疫情面积的扩大 听完医官的话后 内侍大人也只能做出让务 表示自己会将此事禀报给太后 他也会按照太后的意思来行事 转眼内侍大人和提掉上宫来到了太后的面前 太后在了解情况后也做出了决定 表示由崔上宫暂时代理最高上宫的位置 等以后看情况再决定郑上宫的事 就这样 崔上宫终于坐上了代理最高上宫的位置 而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想办法让韩上宫和长津从自己的眼前消失 于是他特意安排两人前去太平馆工作 因为只有犯罪的人才会被贬到那里去 不仅工作繁重 而且劳而无功 对于重返宫中更是看不到希望 更可怕的是 对饮食格外挑剔的使臣也会在三日后到达 如果韩上宫和长津照顾不忠 那么他们两人也将会永无出头之日 为了接待来访朝鲜的明朝使臣 御膳房的崔上宫竟脑洞大开 我将成上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 是 不愧是号称创造宇宙的民族 一个明朝时期的女厨师 竟然可以做出清朝时期的满汉全席 就在不久前 明朝使臣即将抵达朝鲜 中宗对此非常的重视 生怕照顾不周得罪了使臣大人 从而影响道策封世子一世 因此他特意嘱咐大臣们 在接待使臣的饮食上要格外小心 崔上宫作为临时代理的最高上宫 他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韩上宫和长津 如果接待的时候出现什么差错 那么他们也将会永远无法回到宫内 然而就在明朝使臣准备用餐的时候 端到他面前的却是一桌子的杂草野菜 为此使臣大人的脸上明显露出了一丝不悦 上扇大人与吴监护大人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他赶忙跟使臣道歉说是端错 表示马上换上美味的山珍海味 可宫女再次将料理端上来的时候 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的变误 这下使臣更加生气了 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污语 眼看情况不妙 于是右乡大人立马将韩上宫叫了过来 质问他为何呈上如此简陋的菜肴 韩上宫刚要开口解释 可吴监护大人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二话不说直接命人将他给拖了下去 被强行带走吗 情急之下直接跑到了使臣大人面前求情 奴婢虽然只是一名宫女 但也锐懂饮食养生之道 虽然做饮食的人身份卑微 但是绝对不会端上有害人体的饮食菜肴 随后长津继续说道 韩上宫之所以呈上如此简陋的菜肴 是因为他得知使臣大人患有消可症 所以他才放弃展示自己料理手艺的机会 费尽心思地为大人准备了这一份对身体有益的菜肴 看到使臣大人有所动摇 长津立马恳求他给自己五天时间 如果使者大人这五天按自己的要求领食 那么他的身体也一定可以得到恢复 使者大人被长津的诚心所感动 表示可以按他的要求尝试一下 不过五天后自己的身体没有得到恢复 那么他会按照明朝的律法对长津进行处罚 就这样 长津用自己的性命赌上了这场特殊的竞赛 很快这件事也传到了太后的耳朵 崔上宫的甩锅能力果然不同反省 他将所有的责任推卸在长津和韩上宫的身上 并且还表示 接下来自己会亲自负责使者大人的饮食 随后崔上宫便带着精英来到了太平馆 不曾想尽遭到了长津的拒绝 什么 娘娘麻烦您出去 你在说什么 我说娘娘麻烦您出去 你这个放肆屋里的丫头 郑时已经答应过我 这五天他要吃我做的菜 因此这五天之内 烧厨房是我要负责的地方 这下崔上宫彻底懵了 没想到长津竟然这么硬气 于是他只能带着精英生气地离开 出来后崔上宫正好遇到了吴大人 等过了五天以后 自己也会为使者大人准备满汉全席 想必招待民国大臣吃满汉全席 他会感激得不得了 这一段看得我是真的尴尬 随后 长津开始想方设法地烹饪野菜 每天都变着花样给使者做着吃 可每次使者的表情都跟遭罪一样难受 一旁的内侍大人和吴大人看得干着急 而长津每天也是过得提心调的 转眼五天的时间过去 崔上宫终于等到了装插的机会 亲手制作了自己所谓的满汉全席 看到使者大人露出满意的表情 一旁的长津被吓坏了 而崔上宫和精英则是得意洋洋 坐等着看长津如何被处罚 没想到使者大人不但给长津到了钱 反而怪自己没有管住这张嘴 破坏了他制定的饮食规则 并且他对长津宁愿冒着生命威胁 也要为时刻考虑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赞赏 使者大人开心了 册封世子的事情也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 为此忠宗和太后也十分地开心 而不知廉耻地崔上宫 却趁机把这份功劳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不过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这天皇后娘娘将长津叫了过来 询问他老上宫临死之前的一些事情 还没等长津开口 那时大人便把话给接了过来 表示长津一定照顾得很周到 因为他在接待使臣的时候非常细心 想必对老上宫也是尽心尽力 接着还将太平馆的事一讲了出来 为了感谢长津对保姆上宫的悉心照顾 因此皇后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太后 为此崔上宫和提吊上宫遭到了太后的责骂 于是提吊上宫事后又做起了拍桌子运动 可这还没完 转眼一个医女找到了提吊上宫 说是郑上宫有封信要转交给她 而她在看过信的内容后脸色立刻拉了下来 原来郑上宫自从来到隔离点后 尽管每天都按时服用汤药 可身体却越来越差 于是她对宫里送出来的汤药产生了怀疑 经过调查后才发现 竟然是提吊上宫派人在她的药中下毒 转眼提吊上宫被迫出来与郑上宫见面 而郑上宫的要求也很简单 请你让我回宫去吧 所谓宫女不可以死在宫内 如果身患重病就要立刻出宫 郑上宫不会不懂的这些道理 不然提吊上宫娘娘想要替我出宫吗 你说是 于是在郑上宫的逼迫下 提吊上宫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下 与此同时 明朝使臣离开以后 韩上宫和长津也顺利地回到了宫中 可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连生却开心地跑了出来 可他并没有跟长津打招呼 而是静止跑了出去 此时长津才发现 原来是郑上宫也回来了 经过这一劫难之后 几人终于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正当他们感到开心的时候 太后突然来到了这里 并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对于御膳厨房与竞赛 来选定最高上宫的方式 本来就不在 而且经过第一次竞赛结果 我更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不过我之所以承认我的想法错 是透过皇后才知道 由于长津和韩上宫 接待明朝使臣有功 太后决定将这件事 作为竞赛的第二道题目 为此韩上宫在长津的帮助下 最终赢得了第二轮的胜利 最后一次竞赛即将开始 可韩上宫与长津提前准备的食材 却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东虫下草不见了 海参鲍鱼也被鸡给吃掉了 这样一来 韩上宫准备的八卦汤 算是彻底泡汤了 原来 韩上宫和长津 从太平广回来以后 太后便给出了竞赛的第三道题目 要求他们在自己的生辰宴会上 拿出他们自认为最好的菜肴 面对最后一次竞赛的机会 韩上宫感到了非同寻常的压力 在对竞赛料理毫无头绪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好友明依 于是韩上宫来到了后院的松树下面 因为这里埋藏着一坛两人 共同埋下的醋 他打算取一点陈醋来参加竞赛 就在韩上宫准备离开的时候 身后忽然想起了明依的语音包 要乘给皇上的菜肴 因而韩上宫决定用八卦汤来参加竞赛 同时常经也看到了母亲的饮食手杂 得知陈醋就埋在后院的松树下面 于是他兴奋地跑到了这里 看到被翻动过的泥土 常经知道母亲的好友出现了 但此时韩上宫早就已经离开 因而两人再次错过了 知道彼此身份的机会 就这样 在确定八卦汤为主菜后 两人很快就准备好了料理的食材 可摧盘术为了让妹妹赢得比赛 于是派人给令陆下达了任务 当天晚上另路便把鸡和猫放进了厨房 等韩上宫几人赶到的时候 厨房里早就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眼看食材全都被糟蹋 而冬虫下草鲍鱼海参之类的食材 在宫里面也没有多余的存活 这种情况之下 韩上宫也只好连夜出宫 希望在明天竞赛之前可以找到这些食材 转眼他找到德九大叔寻求帮助 于是在大叔的帮助下 两人经过一夜的寻找 直到早上才找到了需要的冬虫下草 为了不影响比赛 他自己则是去市场上寻找鲍鱼海参 可韩上宫乘坐的船刚一离开 大叔便发现韩上宫被人给绑架了 于是大叔回家赶忙 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婆 在老婆的提醒下 大叔这才想到了内经卫的敏大人 得知韩上宫遭到了绑架 敏大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马前去寻找韩上宫的踪迹 与此同时 御膳房的竞赛马上就要开始 长津却迟迟不见韩上宫回来 而另路也将崔判术的行为告诉了崔上宫 不过崔上宫却认为 哥哥这么做事多此一举 转眼来到竞赛前的会议上 由于韩上宫迟迟没有回来 提掉上宫决定取消他的比赛资格 可长津不想就此放弃 他恳求让自己代替参加比赛 直到韩上宫回来为止 不过崔上宫却当即提出了反对 表示与他这个小小的宫女比赛 会让自己狠掉身价 可他的话也遭到了郑上宫的嘲讽 是不是跟长津竞赛让你有负担呢 这时精英也发话了 表示自己支持长津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韩上宫不会回来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打击一下长津 理解他抢走自己心上人的伤痛 就这样 长津的要求争得了大家的同意 不过这也让他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可这还没完 随后他更是得知了韩上宫被绑架的消息 为此他只能让连生一起帮忙 硬着头皮也要完成这场比赛 转眼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道菜他们端上来的是粥 尽管长津的鲍鱼内脏粥味道不错 不过精英做的五子粥 显然更符合太后的口味 第二道菜长津准备的是乔麦酒 虽然皇后称赞他用的酱油不错 但是相比崔上宫做的鱼皮卷 太后依然认为崔上宫的想法更为惊艳 借连输掉了两道菜 长津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作为自带主角光环的他 只好打算用母亲留下的老陈醋一事 没想到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太后尝过后连连点头 皇后也对这个海鲜拼盘赞不绝口 钟宗不禁发出疑问 询问长津味道为什么这么独特 于是长津赶忙解释说 是因为自己用了埋藏地下二十几年的老陈醋 所以味道才会如此清新爽口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 长津进宫最多也就十几年 他是去哪里弄的二十几年的老陈醋 尽管长津成功地扳回了一局 不过此事太后却发现 韩上宫一直没有出现 于是提掉上宫立马上前补刀 将事情添油加醋地说了出来 得知这些菜都是长津做出来的 而韩上宫也迟迟未归 原本太后打算取消这场竞赛 好在皇后及时出来帮长津说话 这才使得竞赛可以继续下去 接下来是第四道菜 崔上宫的烤醉虾 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长津的松茸烤牛排 之后只要崔上宫再赢一局 最高上宫的位置就是他的 第五道菜是双方的重头菜 原本长津他们准备的是八卦汤 可是因为缺少冬虫下草 他只能拿出母亲的饮食手杂 希望能够得到母亲的帮助 而崔上宫呈上的则是精心准备的嫩脂 光看这颜色就让皇后惊艳了一下 放到嘴里更是入口即化 可当打开长津准备的菜后 钟钟的表情却发生了变化 皇后也不由地叹了一声气 因为这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烤鸡 不过他们在品尝过后 却发现品像普通的烤鸡竟然如此美味 太后实在难以抉择 不过最终她还是选择长津的烤鸡 能够用如此普通的材料 就可以做出如此美味的菜肴 显然长津的手艺更胜一筹 这下直接把崔上宫给干蒙了 自己精心准备菜肴 竟然输给了长津这个小小的宫女 第六道菜的时候 长津直接将砂锅端了上来 靠着自己的别出心裁 成功地又赢得了一局 在呈上最后一道菜的时候 长津发现韩上宫回来了 两人并没有说话 而是用眼神告诉长津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最终这道菜是饭后甜点 崔上宫端上的是 精英准备的四叶伸扎点心 随后太后向他们询问道 哪道菜才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 而长津却回复道 就是最后的这道山草莓证物 接着长津便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山草莓是奴婢母亲过世的时候 奴婢最后请母亲吃的食物 母亲受了伤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当时奴婢非常担心母亲 因此奴婢沾了山草莓 母亲吃下我诚心准备的食物 向奴婢闻笑 离开人世 听完长津的讲述 钟宗也仿佛吃出了里面清晴的味道 于是她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而你就是朝鲜最优秀的御膳厨房公女 此话一出 所有人瞬间都惊呆了 太后也只能可爱地说道 皇上都已经这么说了 我也无话可说 一个小小的宫女竟然有如此高超的厨艺 想必她师父的厨艺还会更高一筹 于是太后当即宣布 裁定韩上公为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不过崔上公听到这个消息后 她却是露出了一脸的不服 仗着自己的家族有足够的超能力 竟以土地和财富为诱饵 拢其他的上公 一起反对韩上公就任最高上公的位置 因而等到这天的就任典礼上 竟没有一个人前来向韩上公祝贺 而这些人还真把自己给当盘菜了 他们此时正聚集在一起 商议着应该以什么样的理由 罢免韩上公最高上公的位置 就在这时 郑上公闻讯赶了过来 得知他们的所作所为后 情绪一时激动 当场就被气晕了过去 由于当时宫里有规定 所有的女人都不可以在宫内去世 因此病情急剧恶化的郑上公 也只能被强行送出了宫外 郑上公深知自己时日不多 于是临终前他特意叮嘱长京 无论韩上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都要想方设法地阻止他放弃 不久之后 郑上公安心地离开了人世 正是走完了他这操劳的一生 与此同时 长京不在宫内的这段日子里 韩上公受到了提掉上公的歧视和侮辱 不仅要他一个人完成君王的御膳 而且还剥夺了他亲自给君王成菜的资格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与君王走得太紧 就在韩上公感到委屈的时候 那是大人的一个表情 让他得知了郑上公离世的消息 此刻韩上公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 转眼长京和连声回到了宫内 可韩上公却独自一人站在雨里发呆 看着地上一堆堆的萝卜 长京询问后才知道 这些萝卜需要全部做成泡菜 但烧厨房的那人却没有一个肯来帮忙 面对孤立无援的状况 繁重的劳动全部落在了他们三个人的身上 然而这仅仅只是他们磨难的开始 这天韩上公准备休息的时候 一名官员突然跑来 并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听说昨晚下雨 玉扇厨房的仓库漏水了 因此材料可能会有所污损 所以还是请您去了解一下状况 得知名贵的大闸蟹发生了变质 上扇大人大发雷霆 训斥众人为什么没有妥善保管 可所有人却都表示 我们不止没听到消息 连见都没见过呢 韩上公昨天也没参加会议 他到底怎么回事 我吩咐过他一定要参加会议 而且贺喜书渊娘娘的宴会拔戒 他也还没拿给我 其实提掉上公早就截断了这些消息 因而韩上公根本就一无所知 为此毫不知情的上扇大人也十分生气 于是他亲自跑到了御膳房 狠狠地将韩上公责骂了一顿 三天之后就要举行贺礼宴会 到现在连拔戒都没准备好 你打算怎么办 此时韩上公才知道宴会的事情 这下他算是彻底麻木了 三天的时间实在是太紧了 于是韩上公让长津去通知各店的上公 让他们去朱子轩一起商议宴会的事 是 娘娘 总不至于不参加淑月娘娘的贺喜宴会 可韩上公终究还是把这些人想得太善良 在崔上公的鼓动下 他们不但不去参加会议 就连淑月娘娘的生辰他们都不准备参加 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太后的重视 因为他们深知法部责重这个道理 到时候太后也只会责罚韩上公议员 眼看这些人渣不配合 韩上公只好找到了上扇大人 并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希望他能找几个属手帮忙完成这次宴会 转眼来到了淑月娘娘的生辰宴会上 韩上公之身一人前来祝贺 对此淑月娘娘很是不满 于是便将此事告诉了太后 此时吴大人和提掉上公正好也在现场 他们也趁机开始煽风点火 数落着韩上公的各种的不负责任 另一边的韩上公也撑不住了 继续这么耗下去实在是太下头了 因而他打算亲自去找太后请辞 由于长津一直记得正上公临终前的嘱托 于是他赶紧将韩上公拦了下来 但韩上公心意已决 最终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 转眼韩上公找到了太后 不过他并没有提出辞职的事情 而是请太后准许重新举行一次竞赛 这不禁让太后感到了疑惑 于是韩上公接着说道 由于上次比赛自己没有亲自参加 为此所有的上公们对他很是不满 因而他才希望能够再次竞赛 不过韩上公趁机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此事门外的长津才明白 原来韩上公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脆弱 准备对之前受到的侮辱正式展开反击 一群上公整整齐齐地做成两排 随着王后的一声令下 两碗由不同容器盛放的米饭放到了他们面前 魏蕾在与米饭发生碰撞过后 他们将自认为好吃的米饭写在了提前准备好的宣纸上 等投票结果统计完之后 王后这才命远将两位主角宣进了大殿 原来他们将通过煮米饭的方式来争夺最高上公的位置 接着王后要求上公们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 由于白瓷碗的米饭粘稠而又柔软 因而这碗米饭得到了上公们的一只好品 很显然通过崔上公得意的样子 便可以判定这碗米饭就是他主 你是不是有个特别的方法 是 娘娘 在锅盖上放入正物来加重压力 阻挡蒸汽外泄 便很柔软好吃 我他喵的 这不就是高压锅的原理吗 就在他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时 投票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黄童丸以9比5的差距遥遥领先 很明显是韩上公赢得了这场比赛 这样的结果不禁让众人感到了不解 为何崔上公的米饭明明深受好评 最后却仅仅只得到了5票 这时参加评选的上公做出了解释 虽然崔上公的米饭毫无瑕疵 不过自己还是更加偏爱有嚼劲的米饭 同时其他的上公也纷纷这样表示 这不禁让王后感到了好奇 为何一个锅里面会同时煮出两种口味的米饭 这时韩上公做出了解释 这样煮饭的方式你学废了吗 不过韩上公制胜的法宝可不仅如此 因为他从小与这些上公们一起长大 所以才对每个人的喜好一清二楚 看到韩上公如此细心 王后对此很是赞赏 于是当即宣布韩上公就是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并赋予他管理御膳房的最高权限 不过崔上公对此依旧还是不服 尽管崔上公的心中愤愤不平 却依旧无法阻止韩上公成为最高上公的事实 事后他便私下找到了韩上公 表示自己愿意去降库工作 不过希望韩上公能让精英继续留下来 随后韩上公召开了会议 除了将崔上公调到降库工作以外 其他人并没有做出人事调整 这不禁让其他的上公感到了意外 然而令所有人更加意外的是 韩上公又增加了一个出纳上公的职位 也就是跟现在的会计差不多 并且他宣布由长津来出任这个位置 而韩上公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全是因为闽大人的原因 原来不久之前 闽大人自愿调到私县府工作 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崔家供应工中食品的价格 而御膳房又是重中之重 于是便找到韩上公寻求帮助 长津在当上出纳上公不久后 他就查出了很多大的问题 烧厨房在领过食材之后 并没有将多余的食材归屋 因而这些上公当即遭到了上善大人的置物 不过他们却已不清楚 或者以为这些是惯例唯有搪塞了过去 事后上公们又聚在了一起 他们上一该如何应对这件事 毕竟这些事情他们都有参与 有些上公甚至还将这些东西 拿出宫外偷偷贩卖 眼看搞不好会有性命之危 于是他们立马找到提掉上公寻求帮助 得知他们私自贩卖宫中的物资 提掉上公本不想去烫这趟浑水 无奈却遭到了上公们的威胁 毕竟他从里面也拿到了不少的好处 别无他法之下 提掉上公也只能舔着脸来找崔上公帮忙 不过这也是崔上公最擅长的 让他比竞赛完手艺 他是一点本事没有 可让他搞阴谋耍手段 十个寒上公也不是他的对手 果然崔上公没有让提掉上公失望 转眼他就找来了自己的狗腿子令路 吩咐他去将长金的本子偷过来 而令路也不负所迫 很轻松地就将长金的本子给偷了出来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崔上公查看这些账本的时候 他却无意中看到了长金母亲的隐尸手段 这个女人偷偷地在太后的膳食中加入了佐料 可这一幕却正好被他的好友看见 为了防止这件事被泄露出去 他竟残忍地将好友私下里处死 本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二十年后好友的小侧子却突然出现 而令他更加感到后怕的是 这个好友竟然还有一个女儿 原来在不久之前 长金将母亲的隐尸手杂随手放到了账本里 等令路将账本偷出来后 崔上公发现了这本小侧子 不过此时他并没有多想 以为这只是韩上公做内人时的日志 可令路在听到后却两眼直放光 于是在将账本还回去的时候 便偷偷地将这本小侧子留了下来 等晚上所有人都离开厨房之后 他打算按照小侧子记录的方法练习一下 没想到连生也来到了厨房 看到令路鬼鬼祟祟的样子 一把就将小侧子抢了过去 就在两人拉扯的时候 韩上公也来到了这里 在看到小侧子上的内容之后 韩上公立马认出了这是好有名医的自己 这小侧子哪来的 剪刀的 就这样 崔上公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令路把这件事告诉了崔上公 这下可把崔上公给着急坏了 认为韩上公肯定知道了他们偷拿账本的事 可令路却信誓旦旦地说道 小侧子肯定不是韩上公的 因为通过他当时的反应来看 韩上公好像压根不知道此事 这不禁让崔上公感到了疑问 而金英也开始猜测起来 既然小侧子不是韩上公的 那么破旧的东西又为什么会在长津手上呢 回去后崔上公仔细地推敲了起来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金英的一句话 会不会是跟您同时起进来的上公娘娘写的册子吗 思来想去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多年以前被自己害死的明依 在联想到长津刚进宫时寻找的小侧子 以及哥哥当初对长津的怀疑 这不由地让他感到了后怕 猜测长津可能就是明依的女 于是他立马又将另路叫了官 询问小侧子上记录的最后截止日期 而令路在仔细回想之后 隐约记得是 废主燕山君时 为人切太后娘娘生成敬业你 这下崔上公瞬间懵了 所有的一切全都对了起来 为了防止当年的事情败墓 他特意交代令路 今后务必要留意长津的动向 与此同时 长津在遗失小侧子后非常的着急 如果被有心之人捡到 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 因为母亲临终前特意叮嘱过他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侧子上的内容 被逼无奈之下 他只好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因为这里还藏着母亲临终前留下的一封信 不过此时他却纠结了起来 是否应该将这件事告诉韩上公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长津忽然想到了母亲和好友埋下的那滩醋 因为不久前他曾在坛子里留下了一封信 然而当他打开坛子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那封信依旧还在 这不禁让他再次感到了失望 这天韩上公再给君王做完膳事以后 他随手将调味醋放到了桌子上 长津在看到这个坛子后 用鼻子一闻就感觉到了似曾相识的味道 嘴巴再尝了一口之后 更是立马激动了起来 可当他询问宫女这是谁的坛子时 他们却都表示自己不是很清楚 等长津离开以后 韩上公也回到了这里 看着已经空了的坛子 他不由地想起钟钟刚刚说过的 这也是用埋在地底下几十年的调味醋做的 这醋的味道越吃越香醇 让人很难忘记 于是他便准备再去弄一点醋回来 可崔上公前脚刚一离开 长津便又折返了回来 看到桌子上的坛子不见了 便赶忙向美琴询问 刚刚的坛子去哪里了 得知坛子是韩上公拿走之后 长津瞬间呆住了 原来韩上公就是母亲的好友 于是他立马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 同时韩上公也发现了长津留下的信 在看过信里面的内容之后 他这才知道长津竟然是自己好友的女儿 就这样 两人立马开始向彼此的方向跑去 可长津不知道的是 一直在偷偷跟踪他的另一幕 此时已经拿到了他母亲留下的那封信 这是长津与韩上公正式相认的时刻 在得知了彼此的身份后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然而幸福的时光终究还是短暂的 因为他们很快便会遇到一个大麻烦 回去之后 长津将母亲出宫后的经历告诉了韩上公 这时韩上公才知道明依真的去世了 听完明依悲惨地遭遇后 韩上公此时已经泪流满面 如果自己当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至少明依也不会不明不白地死去 看到韩上公如此地自责 长津突然想到了一个 可以弄清事情真相的办法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 两人一起来到了他的秘密基地 因为这里藏着那封 母亲临终前留下的信 可当长津打开铁盒之后 却发现里面早就已经空空如影 而韩上公得知这封信不见后 心里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于是回到住所后 两人立马开始讨论嫌疑人会是谁 这时长津突然提到了自己的小册子 小册子 你说小册子 韩上公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他马上把令路叫到了库房 质问他是不是偷走了账本 可令路依旧失口否认 一口咬定自己是在路上捡到的 这时韩上公突然感到了后悔 觉得自己这么做太冲动 反而会打草惊喜了 为了不让令路回去汇报自己追问的事情 于是他便将令路关在了库房里 可韩上公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因为崔上公早就已经看到了那封信 通过内容也已经确定了长津的身份 为了防止当年的事情败露 崔上公及时联系到了哥哥崔判署 打算让精英提前对长津和韩上公下手 然而就在精英准备在实物中加入佐料时 阿昌突然跑来告诉他 韩上公让他立马去朱子轩一趟 同时崔上公和令路也已经被叫了过来 原来韩上公深知长津会有性命之危 于是特意把三人安排到宫外的太平馆去 这下崔上公瞬间慌了 通过韩上公的一系列安排来判断 韩上公已经知道了一切 别无他法之下 崔上公突然想到了提掉上公 可他刚一走到屋外 却正好被等待已久的韩上公给拦住了 为了避免崔上公再整什么幺蛾子 韩上公要求他现在立刻马上离开皇宫 以后太平馆所需要的物品 我会吩咐御上厨房内人送过去 你们不必到私庸院 而且以后我也不会再发给你汉服通行证 所以你也不能再随时回到你这私宅去 就这样崔上公被迫离开了宫内 随后韩上公也开始了行动 他让长津先去找闽大人说明情况 希望闽大人将这些人绳之以法 而他则是找到了当年目睹明依受害的上公们 请求他们能够出面作证 只可惜上公们害怕引来杀身之祸 纷纷拒绝了他的要求 另一边 长津从德九大叔口中得知了闽大人的下落 在得知长津的真实身份和这么多年的遭遇后 闽大人深表同情 并且也将自己秘密调查崔家的事告诉了长津 同时他希望长津能够耐心等待 等有了足够的证据后 再一并帮他的母亲洗刷冤屈 眼看目前也没有别的办法 长津只好如实地向韩上公进行了汇报 可就在他们感到一丝希望的时候 不料君王的伤寒与创症并发 内医院经过商议后决定让他去泡温泉 为了让君王的身体尽快恢复元气 韩上公推荐他去自己的故乡 一来可以出去散散心 二来也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鸭子 可在出发之前时 延生和阿昌来到太平馆送食材 却不慎将泡温泉的消息透露给了精英 于是崔上公在得知此事后 他的心里立马萌生了一个歹毒的想法 硫磺本身含有剧毒 可鸭子喝过含有硫磺的水后 不但没有中毒的迹象 还能将体内的其他毒素一并排除 并且人一旦吃下这种鸭肉 反而成为了恢复元气的灵丹妙药 中宗吃过以后更是变得生龙活虎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 又怎能经得住这种美食的诱惑 于是他在回宫之前 特意又让韩上公做了一顿全鸭汤 可不久后便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中宗突然高烧晕倒了 经过医官的把脉 却始终查不到引发病症的原因 为此搞得太医院人心惶惶 一旦君王有个三长两短 医官们也将会性命不保 很快崔上公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而他也联想到了之前的全鸭汤事件 觉得这可是除掉长津和韩上公的好机会 转眼崔判术就收到了崔上公的来信 于是他立马找到了太医院的医官 接着崔判术表示 查不出病因不一定是药材的原因 也可能与君王的膳食有关 这句话瞬间点醒了医官 于是他们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准备将君王晕倒的原因 嫁祸在韩上公的身上 因为君王出宫泡温泉是韩上公推荐的地方 并且这里还是他的家乡 就连鸭子也是韩上公让长津去外面买的 就这样 韩上公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谋害君王的嫌疑人 随即诱乡大人表示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韩上公将被关到监察房里面去 而长津作为事件的当事人 也要出宫配合医官做调查 随后他们来到了卖鸭子的地方 没想到竟在这里发现了硫磺 而鸭子也是喝得含有硫磺的水长大 作为一种剧毒的药物 他们断定这就是致使君王晕倒的诱因 于是消息传回宫内后 韩上公当即就被内禁卫给带走了 临走时他嘱托长津 一定要想办法调查清楚 无奈之下长津想到了郑主部 可当他赶到多灾宣的时候 却被告知郑主部早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于是长津只好找到了德九大叔 请求他去找敏大人来帮忙 与此同时 崔上公得知消息后开心故意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在与哥哥崔判术商议一番后 他们准备让吴大人出面帮忙 而吴大人也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打算将长津和韩上公 与之前的逆谋事件扯上关系 这样一来 长津和韩上公就会被定为逆谋罪论斩 另一边 敏大人与德九大叔也展开了调查 可得到的答复却是 这里的鸭子不但是最好 并且还有恢复元气的疗效 这么多年来也从未发生过中毒事件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韩上公会没事的时候 一群官兵却突然赶了过来 以谋反罪为由将卖鸭子的老板带走 而宫内的长津也不能幸免 敏大人得知此事后匆忙地赶回了宫内 并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内禁卫大人 同时拜托他一定要救下长津和韩上公 而内禁卫大人也不敢怠慢 于是他立马找到了太医院的医官 要求他们重新调查君王晕倒的原因 表示内禁卫已经做过调查 硫磺鸭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这下医官们瞬间慌了 因为他们尝试用各种办法解除君王体内的硫磺 却依旧是不见好转 而他们的心里也清楚 君王的突然晕倒跟鸭子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内禁卫查清真相后 搞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火 随后内禁卫大人找到了吴大人 要求他停止对长津等人用戏 等事情重新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再做定毒 他们这才免了一场皮肉之苦 同时医官也找到了崔判术 并将内禁卫介入的事告诉了他 嘱托他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这下崔判术立马慌了 回去后赶忙把这件事告诉了崔上公 可崔上公却心有不甘 不愿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于是这个老六立马又萌生了一个歹毒的想法 这个女人刚刚遭受了一顿酷刑 这也预示着她的命运注定会以悲惨而结束 原来不久之前 长津和韩上公遭到了崔家的陷害 以密谋罪为由被关进了大牢 好在有敏大人的帮助 内禁卫大人这才出面制止 请求皇后重新调查硫磺鸭事件 随即长津和韩上公被带了出来 要求他们当着众人的面重新煮一次全鸭汤 并随即找个人喝下去来测试有没有问题 可在选择由谁来当小白鼠时 内禁卫大人和吴大人却出现了分歧 不论是选择衣冠还是内禁卫士兵 他们双方均表示这样做有事宫女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 内禁卫大人只好选择了旁边的一个宫女 而吴大人也表示没有意见 就这样 宫女战战兢兢地喝下了韩上公的全鸭汤 随后女孩被单独关进了一个房间 来等待最终的测试结果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不久后女孩伴随着高烧突然晕倒 症状也与君王的症状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 长津和韩上公谋害君王的罪名彻底作舍 因此两人又被重新关进了大牢 而这一切竟又是崔家在暗地里搞鬼 原来 崔上公在得知重新调查时着急坏了 如果测试没有问题 那么长津和韩上公肯定会被无罪释放 而他们崔氏家族也将会就此往晚 为了彻底除掉长津和韩上公 黑化后的精英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先让令露提前找到了宫女阿红 因为阿红本身就是个吃货 于是他们便抓住了这个弱点 让他吃下了加入发烧药材的鲍鱼炒 根据食物相生相克的道理 阿红在喝过全鸭汤后 便出现了与君王一模一样的症状 与此同时 吴大人也硬气了起来 由于长津和韩上公谋反的罪名已经坐实 他当即找来与敏大人一起做调查的代理 质问他到底是受到了谁的指使 在吴大人的威逼力右下 大夫只能说出了敏大人的名字 这下可把内敬卫大人吓坏了 搞不好敏大人也会遭到牵连 于是他只好表示不再调查此事 既然事情已经至此 看样子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相信一个江湖郎中的话 转眼吴大人对长津等人开始了刑讯逼供 由于实在忍受不了刑罚的折磨 卖鸭子的伤犯率先胡言乱语 承认自己是受到了韩上公的指使 而韩上公也不忍心看到长津遭受折磨 于是便将这莫须有的罪名独自承担了下来 就这样 长津和韩上公最终被判为逆谋罪即将斩首 同时敏大人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为了能够救下长津的性命 于是他再次找到了内敬畏大人 请他务必要救下这个无辜的女孩 在敏大人的苦苦哀求下 内敬畏大人最终还是心软了 转眼他便找到了吴大人 并拿出吴大人和崔判术的连带关系为妖性 这才换来了长津和韩上公活命的机会 但他们因此也被贬为了官邸 随即被流放到了几州岛 可在前往几州岛的途中 由于韩上公连日来遭受到了酷刑 最终他还是永远地离开了长津 这是长津又一次陷入到极度的悲伤和恐惧当中 因为自从八岁那年母亲去世以后 韩上公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依靠的人 可如今他也离自己而去 这令长津感到了万分的悲痛 我不可以让娘娘一个人逃在冰冷的土屋里放开 没把她尸体丢在这里就走 已经是万幸的了 怎么可以 娘娘都还没有封分呢 绝对不可以就这样离开这里 就这样韩上公的尸体被士兵们曹操掩 这让长津的心理无法接受 表示永远不会原谅害死娘娘的人 为了回去给韩上公报仇 长津三天两头地想要逃离这里 这让负责看守他的将校十分的头疼 于是直接将他关进了库房中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名叫张德的医女 他也是一名官兵 张德因为私自给犯人看病 因此也被关了起来 可长津以为他跟自己一样 是为了逃跑而被关进了库房中 于是便劝说他跟自己一起逃跑 但这里可是孤零零的几周岛 又怎么可能逃得出去 而张德看到长津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 同时又被他的意志力所吸引 于是心理打算帮一帮他 作为一名医女 他很轻松地就把长津伪装成了一个患有水痘的病人 水痘在当时可是属于非常厉害的传染病 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士兵只好将他转移到了一处茅屋 等看守的士兵熟睡以后 长津兴奋地溜了出来 按照之前张德的吩咐 他找到了驻守在海边的官兵 并报上了医女的名字 原本以为自己能够顺利地乘船离开 没想到医女却欺骗了他 就这样长津的逃跑计划再次失败 作为多次逃跑的惩罚 长津这次遭到了士兵的一顿毒打 当他一拳一拐地往回走时 却正好遇到了欺骗自己的医女 于是长津立马叫住了他 质问他为何要欺骗自己 可张德的表情却微微一笑 平静地对长津说道 因为我要救你 身为官币要先学会放弃 要不然就会活不下去 做官币要支支死地而后生 所以你必须要早一点学会放弃 不过长津并没有明白张德的用误 因而他并未放弃继续逃跑的打算 这天所有的人来到牧场工作的时候 长津趁士兵们不注意 将马就里的马拳都给放了出来 等将校反应过来的时候 发现长津早就已经不知所踪 就这样 长津再次逃了出去 不过由于绞伤的原因 士兵很快就追了上来 就在他慌不择路的时候 突然有人将他给拉了过去 这时长津才发现此人竟然是敏大人 随后两人来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 长津细心地为敏大人包扎伤口 而敏大人也忍不住表达了内心的情感 现在我知道了 你是徐内人的事 当时我虽然失去意识 但是我忘不了那种感觉 原来敏大人已经知道 长津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自从长津被流放以来 敏大人便从老板娘口中得知了一切 随后更是不顾一切地来到了济州岛 就这样 在敏大人的劝说下 长津这才终于冷静了下来 如果一直这么折腾下去 不但不能帮韩上公报仇 反而还会让自己丢掉性命 随后长津表示愿意跟敏大人一起回去 可两人回去之后就被绑了起来 因为这是长津第四次逃跑 更何况这次还是跟男人一起 于是大人决定直接将他送到牛岛去 敏大人本想要为长津求情 没想到护叛大人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可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突然跑了过来 并悄悄地告诉他 这名男子就是即将接任的万护大人 原来这一切又是内经卫大人的安排 因为敏大人丢下官职 不顾一切地跑到了济州岛 内经卫大人担心上面的人怪罪下来 于是只好暗中打点好了一切 在敏大人还未到达济州岛之前 便将他的官职改为了济州岛的水军万护大人 在得知敏大人的官职之后 护叛大人赶忙上前给他松绑 而敏大人也趁机继续为长津求情 这令护叛大人感到十分的为难 表示长津因为屡次逃跑 这里的人都不愿意接纳他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传了过来 让我来调教他吧 这是长津正式向英语转型的开始 可当他跟随张德来到医馆后 却发现他的医德有严重的问题 一位患者的身体本来并无大样 但是他却给患者开出了虚假的特效药 并且还向这种大货人家多收了一部分钱 为此长津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不满 我实在看不惯你这么做 一个行医救人的医女 怎么可以对病人行管骗之术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行管骗之术 药丸是用炒过的豆子大麦磨成粉 加上几种蘑菇和干草粉做成的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亲自吃过尝过才知道 你吃过就会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吗 得知长津仅仅尝了一口 就可以知道药丸里面的配药 这令张德十分的惊讶 于是便带着长津来到了仓库 要求他把麦磨冬的心子摘掉 如果不将心子摘除 那么熬汤药时将会对患者的心脏产生危害 可长津对张德的行为不屑一步 因而心里并不情愿帮他做事 但张德却又说道 为了患者的健康 善良的长津无奈之下 也只好按张德的吩咐来照做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张德又给长津安排了新的工作 不过这句话却引起了其他人的好奇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 张德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 这令长津感到非常好奇 尽管他们口中所说的张德个性年纪 可长津依旧还是不相信 心里始终对他带有一丝偏见 不过长津很快就会对张德的看法发生改变 这天他与几个同事正在闲聊 利用之前韩上公所教的料理饮食 将各种药材名称分析的头头是等 其他人也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而张德也恰巧听到了这一切 得知长津之前在御膳房工作 心里也产生了收他做医女的打算 就在这时 一个流放的犯人跑来求救 让张德赶紧去看一下自己的孩子 眼看情况紧急 张德叫上长津也跟着一起去 尽管孩子得了严重的废弃肿 可张德却只是做了简单的针灸 打算帮孩子暂时稳住病情就算了 这种行为让长津感到十分的生气 质问张德为何要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 不能因为孩子的家长没有钱 就放弃给孩子开药来治疗 说完便从张德的手中拿走了药方 怎么会有多余的钱 于是他便找到闽大人寻求帮助 并表示这些钱可以从他的俸禄里面扣除 同时长津还提醒闽大人留意一下张德的行为 因为他与将校可能私下里在盖什么房子 随后长津来给孩子煎药 没想到他们的饮用水竟然是咸的 询问后才知道 在这里穷人竟没有资格来饮用珍贵的淡水资源 由于不可以使用咸水来煎药 附近的淡水又只供给贵族来饮用 于是长津只好冒着严寒跑到半山腰区时 就在他返回的途中时却正好遇到了闽大人 询问后才知道 原来闽大人在听到长津的提醒后 便一直暗中留意张德和将校的动作 不料却正好被长津严重 于是转眼闽大人便把将校叫到了办公室 质问他带着士兵私下里在干什么 然而就在这时张德也闻讯赶了过来 原来百姓们因为常年喝不到淡水 导致他们特别容易生病 为了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 张德这才出钱请士兵们帮忙修建了一处凤天水 所谓凤天水就是将雨水接住后进行净化 由于上任万户大人不允许修建 他们这才决定在秘密中进行 此时长津才明白 张德为何会向看病的有钱人拼命地要钱 这下长津对张德瞬间产生了好感 不过此时他对学医还是没有兴趣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突然改变了乡主 这是长津最兴奋的时刻 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返回宫内的房子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了闽大人 至此长津开始了他下半段的医学生涯 转眼长津便找到了医女张德 表示自己想要跟他学习医术 而张德也并没有拒绝 因为通过之前对他的重重考验 长津的确有做医理的钳制 就这样长津开始了中医上的学习 张德首先教给他的是望闻问切的望 就是观察病人面部的颜色 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判断病人是哪里出现了异常 为了尽快记住书本上的知识 长津打算用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于是他跑到了街上 开始不断地观察着每个人的面部 想当然他的行为也被当成了神经病 甚至还遭到了大叔的呵斥 冲丫头 一个小小的官门敢瞪眼看着 对不起 我错了 因为手艺里面给了我一些功课 所以 那是你的事情 难道说你要我用水泼你赶紧走吗 对不起 幸好这时闽大人出现了 在得知长津在座的事情后 闽大人直接将他带到了军营 吩咐士兵在上前领饭的时候 都要配合长津来观察他们的领色 为此长津拥有了众多的实验对象 不过由于观察的时候距离太近 这名将校被他的美貌深深吸引到 怎么看怎么漂亮 而这一切也正好被闽大人看到 于是闽大人他吃错了 事后他带着长津来到海边散步 同时也想让他看一下自己的脸 可长津在看到闽大人深邃的双眸后 却立马羞涩地低下了头 此时的气氛显得有点尴尬 最终还是闽大人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牵起了长津的手 这让长津有些不知所措 他赶紧低下头转身离开 回来之后 长津立马拿起了医书 因为他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现如今回到宫内才是他唯一的目标 随后的日子里 长津一直都在夜以继日地苦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 张德带着长津开始实践 让他看着病患的脸部说出他们的症状 而长津也不负所望 准确无误地把病症讲了出来 这令张德感到十分的欣慰 这天他带长津来给一位大人复诊 长津把过麦后发现病患有些发烧 这让张德非常的紧张 还以为长津是判断错误 也赶忙上前给大人把麦 在询问后才知道 这位大人竟然听信了其他大夫的话 偷偷地服用了大量的白身 同时大人也表示 那位大夫跟他也有同样的症状 平时也在服用白身来治疗 这让张德十分的不爽 气势汹汹的就要去找那位大夫算长 可当他们来到大夫居住的地方时 长津才发现此人竟然就是郑主部大人 随后他向郑大人询问起了人生的事 这时长津才了解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郑大人也是过热体质 因为当年患了肿瘤的绝症 为此他才整日喝酒被赶到了多灾轩 后来便遇到了长津 他被长津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染 最终决定离开多灾轩 四处寻找治疗肿瘤的方法 听说几周倒的张德英女医术精湛 所以这才来到了这里 长津非常开心能在此处遇见郑大人 接着就把自己跟张德学医的事讲了出来 郑大人听后也非常的开心 认为长津如果学医一定会学得很好 不过在得知他的目的是为了报仇后 郑大人却脸色一沉 奉劝长津立马停止学医 这时张德突然出来斥责郑大人 他说自己之所以学医也是为了复仇 说完就拉着长津离开了 转眼来到第二天 郑大人主动找上门来吵架 而张德并不想跟他继续争执 因为他现在要着急出门救人 随后三人来到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面前 张德让郑大人先给患者把爱 可郑大人却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名患者的病情竟然跟自己的一模一样 等他们出来之后 张德这才说出了他的身世 原来这名患者就是害死他父母的人 尽管自己已经研究出治疗此病的方法 但是却从来不将他治好 正是因为这个男人 张德才选择了学医的这条道路 随后他反问郑大人 自己既可以学医又可以报仇 这么做有冲突吗 这让郑大人一时尽无言以对 而张德之所以将这个秘密说出来 是因为他的心里清楚 是时候该放下这段背负一生的仇恨了 于是第二天他便开始为这个仇人患者进行了治疗 随后张德把长经叫了过来 表示当初之所以看重他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长经与自己曾经的经历一样 现如今张德已经把苦恼丢掉 而长经也即将面临复仇和医术选择的烦恼 这个朝鲜女孩对中医知识了如指掌 熟知身体上每个穴位的分布 即使夜里睡到一半被惊醒 也能准确地找出目标穴位 很快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病人 在准确无误地判断出病症后 张德要求他亲自为患者治疗 然而这时长经却犹豫了 手中的银针在患者身上挥舞了起来 心中的恐惧令他迟迟不敢下针 这让张德十分的不满 他惩罚长经重新学习针灸之术 为此长经专门找来了人体标本 一边背诵着针灸口诀 一边指着标本上的穴位进行练习 而这一幕正好被敏大人遇到 看到长经努力的样子 敏大人对他很是心疼 于是便私底下找到了张德 希望不要给长经太多的压力 张德却告诉敏大人 长经之所以恐惧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严格 而是上次长经拿他做练习的时候 长经的失误差点让自己丢掉了心理 面对现在这种情况 长经也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心理上的恐惧 不过事情很快就会迎来了转机 这天敏大人接到了一条命令 牛岛打算进贡一匹宝马给朝廷 希望敏大人能够率军前去护送 同时还要求他带上张德一同前去 因为最近牛岛上有不省的士兵病保了 可张德与敏大人前脚刚毅离开 医馆里就来了一位需要急救的病人 长经在看清患者的面部后 才发现此人竟是自己的德九大叔 经过询问后才知道 德九大叔晕传了 由于连续两天没有进食 这才导致他一直昏迷不醒 可此时倒上并没有其他的大夫 唯一会点医术的就只有长经了 于是他打算亲自给德九大叔针灸 可长经依旧无法克服心理上的恐惧 手抖得跟德了帕金森一样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打算用爱九进行治疗 好在最终德九大叔有经无息 在爱九的治疗下总算醒了过来 在看清念前的人士长经后 两人激动地哭了起来 随后在与德九大叔交谈时 长经得知崔上公成为了最高上公 而与他关系最好的连生 在宫里的日子自然是不好 这令长经十分的难过 于是他独自来到海边散心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趁着士兵们去了牛岛 一群倭寇袭击了这个地方 可牧师大人得知情况后 不但没有率兵抵抗 反而撇下百姓们偷偷地逃走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倭寇将所有的百姓们给抓了起来 当然长经也不能幸免 随后领头的人开始询问众人谁是大夫 由于张德已经去了牛岛 因此并没有人主动站出来 这让倭寇十分的恼火 扬言要把他们挨个痛揍一顿 这时一名村民瞬间慌了 表示长经的医术很杰出 而一无所知的德九大叔也随身附和 劝说长经赶快主动站出来 就这样 长经被迫成为了一名大夫 原来倭寇们的岛主生病了 他们冒险上岸就是为了来找大夫治病的 而长经在把过脉之后 发现岛主的脉象是虾油脉 也就是一种类似于急性蓝尾炎的肠胃疾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七日之内必将丧命 当倭寇询问如何治疗的时候 没想到却遭到了长经的婉拒 表示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试真治疗 这令狡猾的倭寇十分的怀疑 于是他带着长经来到了外面 询问百姓们长经是否真的不会针灸 可生活中难免会有一帮猪队友 这时长经的同事表示 尽管长经没有给患者试过针 可他寻找穴位的能力是非常厉害 甚至比手艺女还要精准 这令长经十分的恐慌 可诸队友还不忘再补上一句 要准确长出穴位是非常困难的 试真反倒比找穴位容易多了 这下倭寇彻底怒了 认为长经是不肯给导主治疗 才故意拿不会试真来做挡箭牌 于是他立马开始威胁长经 如果继续推脱不治疗的话 他们将会把所有人一一处决 而第一个被开刀的人就是德九大叔 面对德九大叔的鬼哭狼嚎 长经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可当他再次拿起银针后 心中的恐惧依旧让他手抖得停不下来 脑海中甚至再次闪现出阴女的画面 不过在沉着冷静过后 长经终于还是鼓足了勇气 顺利地将银针插入患者的腹部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成功试真 长经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 本以为此事总算是过去了 没想到晚上他又接到一个坏消息 倭寇们准备明天离开这里 为了让岛主的身体尽快恢复 他们打算带着长经一起离开 这让长经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接着他又收到了一条好消息 原来敏大人在药中放了一封信进 信中提到他与士兵已经返回了岛上 希望长经能够提供一下倭寇们的情况 好趁机将他们一举歼灭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就在倭寇们即将离开的时候 长经告诉他们 患者的药里面还缺少一味重要的药材 而这味药就在不远处的田地里面 为了岛主的健康着想 倭寇毫不犹豫选择相信了长经 然而就在他们开始挖药的时候 事先埋伏好的士兵突然发起了攻击 瞬间将倭寇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随后敏大人率领士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而长经也成为了击败倭寇最大的功臣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长经不但没有收到嘉奖 反而收到了一个让他非常震惊的消息 立即押送关闭长经到义晋府 你治疗敌将救他性命 这是通敌之罪 必须要带你回去调查 就这样 长经被带回了义晋府接受调查 原来这一切都是牧屎大人搞的鬼 他不但抢走了长经的功劳 并且还将长经陷入到不利的境地 而敏大人也隐约猜到是他从中作狗 为了确定心中的怀疑 转眼他便找到了内敬卫大人 并成功拿到了牧屎大人的咒书 在看完咒书的内容后 敏大人彻底怒了 这简直就是颠倒是非的谎言 于是他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内敬卫大人 表示倭寇在袭击关押的时候 牧屎大人是第一个撇下百姓逃跑 与此同时长经正在接受义进府的盘问 倭寇发动奇袭的那天晚上 有些士兵看到你一个人在海边漫步徘徊 更何况你尽了最大的努力 帮倭将治疗病情 这一点你要如何说明呢 这下长经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解释的时候 敏大人及时赶了过来 并将长经协助抓捕倭寇的证据拿了出 在敏大人的要求下 义进府暂时停止了调查 随后敏大人开始质问吴大人 为何要将自己的奏折挡了下来 一旁的牧屎大人就迫不及待犬废了起来 睁眼说瞎话的诬陷长经就是盼贼 对自己逃跑的事是只字不提 这让敏大人十分的气愤 两人一番争吵过后 吴大人终于发话了 他对长经协助剿灭倭寇的行为不以为然 并坚信长经有通敌的嫌疑 而吴大人之所以想要处罚长经 一方面是因为他与长经之前有过节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牧屎大人是他的学生 也希望能够借此事件来提拔他 以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势力 就这样 长经毕竟帮倭寇治病是个事实 敏大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很快长经被抓的消息在宫内传开了 尤其是医女们对此事颇有为辞 毕竟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职责 可就在这时 王后突然派人前来召见他们 因而事情很快便出现了转机 他们将长经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为此王后也感到了愤愤不平 就在这时 钟宗也来到了镇 于是王后便将此事如实汇报给他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得知事情真相的钟宗大发雷霆 作为朝廷的命官 他们竟然将自己的错误推卸在阴影身上 最可恨的是 他们竟然伪造了事实的真相 于是他当即罢免了牧师大人的官职 同时也对长经协助剿灭倭寇的行为进行了表彰 尽管吴大人的心里表示不服 不过既然钟宗已经发话了 他也不敢再有任何的意义 就这样 长经被宣告吴罪释放 而闽大人和将校也早就已经等候多时 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郑大人也来到了这里 原来他已经重新回到太医院救治 郑大人对长经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不过他对长经学医报仇的事仍然感到担心 于是便再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放下复仇的念头 尽管如此 可长经依旧坚定不已 今天看到公里的状况之后 更加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眼看劝也劝不动 郑大人只好转而向闽大人求助 希望他能劝说一下长经 可长经毕竟是闽大人的心爱之人 因此他无条件地选择支持长经的任何决定 于是郑大人只好无奈地离去 长经被放出来以后 原本闽大人是要与长经一起回到济州岛 可内经为大人却找到了他 希望他不要离开汉阳 同时管家也找到了闽大人 表示老爷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多陪一陪老 然而两人的对话也正好被长经听到 回去之后 长经陷入了沉思之中 虽然他明白两人彼此深爱着对方 可长经不想因为自己而让闽大人为难 于是当晚他便通过GPS定位 在湖边找到了也正在为此事烦恼的闽大人 长经表示自己希望闽大人能够留下来 毕竟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其实不管大人 临在济州还是宫廷 我一直觉得大人在我身边 就像过世的韩上洋娘娘一样 经过这么一说 闽大人感受到了长经的心目 于是便决定留下来等着他归来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长经在降校的陪同下 踏上了返回济州岛的路 当经过埋葬韩上宫的地方时 他的心里不由地泛起了一丝愧疚 将韩上宫的尸体随意给埋了 这件事也成为了他永远挥之不去的遗憾 于是他打算给韩上宫重新修一下坟墓 就在这时 德九大叔正好跑来给长经送礼 得知韩上宫埋葬在这里后 他主动跑去向村民借来了产 可就在三人刚刚修完坟墓之后 一个小男孩却突然出现 并告诉他们 此地不宜封坟 这个男孩不简单 小小年纪竟是一名风水大师 这里的风声水声 犹如女人哭泣的声音 想必这里埋葬的女人积怨颇深 这让长经惊讶不如 于是他赶忙问道 公子您是怎么知道的 此地是扫荡穴 如果将此穴封住 王者必会哀伤悲痛 没有厚似 再也不会有人来探望 香火也会就此中断 男孩说完后转身离开了 这让德九大叔和将校的心里忐忑不安 而长经则是直接追了上去 男孩以为他是为了坟地的事而来 没想到长经却说出了他的病症 同时长经也表示 身为一个大夫 不会以治病来作为交易的筹码 长经在把过脉后 发现男孩的病情与自己想的一样 表示愿意为他治疗 不过男孩却担心了起来 原来他七岁那年便得了厌食症 期间也找过很多大夫 可治疗的结果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让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于是男孩好心提醒长经 如果他无法根治自己的病 可能会遭到自己爹娘的怪罪 然而长经依旧表示愿意试试看 可他话音刚落 男孩的父亲便推门走了进来 并当即表示了反对 爱子心切的他 又怎么放心把儿子交给一个医女来治疗 更何况长经还是个关闭 不过在男孩的坚持下 父亲最终不得不做出了妥协 就这样长经开始了他的治疗 不过他并没有使用药物 而是直接宰杀了一头大黄牛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煮牛肉汤呢 这让男孩的父亲感觉他非常的不专业 于是立马提出了反对 好在男孩依旧坚持 用他的专业再次说服了父亲 他的脑门上有太阳星照着 爹您就相信他吧 经过几天的治疗后 奇迹果然发生了 男孩不仅觉得全身舒畅 并且再也不会厌世了 这让男孩父亲的态度瞬间发生了整变 为了感谢长经的治疗 男孩承诺会帮韩上宫选择一处风水宝地 而他的父亲也承诺会派专人来看守坟墓 就在双方皆大欢喜的时候 男孩的父亲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他告诉长经 点一间即将选拔英语 希望他也去试一试 长经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这个惊喜简直来得太突然了 很快长经就要启程前去参加面试 这时男孩也跑来跟他送你 你以后多研读周易 根据马医相书观相片 你以后可以救很多人 这番话让长经更加自信了 于是他立马跑到了韩上宫的坟前 感谢韩上宫给自己创造了这次机会 转眼来到了一女选拔赛上 可让长经感到惊讶的是 其中的一位主考官竟是郑大人 随后考官说出了规则 考试总共会有三道题目 并且由三位考官轮流提问 如果有其中一题无法通过 那么他也将会直接被淘汰出去 由于长经的理论功底相当的扎实 因此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前两个题目 可来到第三题的时候 长经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为这一题是由郑大人来提问 如果你们有个仇人 他得了不知之症来找你们治疗 你们会救仇人还是见死不救 很显然 这道题目是针对长经而来的 于是他陷入了沉默之中 尽管长经可以虚伪地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坦诚 表示自己暂时还没有考虑好 因此郑大人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个下等的屏幕 随后长经走出了考场 面对得久大叔和将校的满心期待 他却是一脸的失落 认定自己已经被淘汰了 因为只要其中一题被评为下等 那么他就不可能通过英尼的选拔 可第二天公布录取名单的时候 上面竟赫然出现了长经的名字 这让原本心情失落的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于是转眼长经便找到了郑大人 并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 而郑大人也说出了最后改变主意的原因 您说过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因此我也保留我的决定 在受训的这段期间 你自己好好的考虑 就这样 长经傻笑着目送郑大人远去 原来这个糟老头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同时敏大人也高兴地合不拢嘴 因为他与长经终于可以不用再分开 很快英尼的训练正式开始 而负责培训他们的人 正是这个不苟言笑的申大人 可令长经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申大人也将会成为他的噩梦 好不容易进攻成为了一名训练英尼 没想到一上来就遭到了老师的针对 谁是长经 到底谁是长经 是我 已经有一个不同了 这让长经非常的不解 难道申大人与长经这个名字有仇吗 请问为什么呢 你是个大夫吗 我不是 竟然不是 为什么替前护判大人的公子治病 可以此作为借口 请护判大人多照顾你是吗 你一定不会让你通过英语课程 此时长经才明白自己被针对的原因 这下误会可就大了 如果再得到两个不同 那么他也将会被直接赶出宫外 于是事后长经便私下找到了申大人 想要将这个误会解释清楚 可申大人压根不想听他解释 根本就没有做大夫的基本品性 虽然长经在申大人这里不受待见 不过另一名李大人却对他甚是喜欢 因为在他提出的问题里面 只有长经能够准确熟练的背诵主 为此李大人将课堂交给了长经 而他自己则偷偷地溜了出去 尽管长经日后的表现依旧优秀 不管是在识别药材还是诊断病症方面 可申大人依旧给了他第二个不同 在与申大人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长经想起了第一次进宫做宫女时经历过的挫折 因而他并未打算就此放弃 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成为一名英女 转眼李大人便把长经叫了过来 得知长经已经有了两个不同 李大人直接告诉他不要担心 自己会想办法帮他把这两个不同消除 这不禁让长经眼前一亮 可转头李大人便提出了一个条件 明天护盼大人的家里将要举行喜宴 他要求长经带领所有训练生前去住行 说白了就是让他们充当舞女 眼看长经一脸的不情愿 于是李大人开始给他画笔 去参加宴会会遇到很多的达官贵人 如果万一被他们看上 那么这辈子吃喝就再也不用愁了 可长经依旧不为所动 为此他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之中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其他一女搭扮的花枝招展的前去赴宴 而教室里只剩下了长经和一个叫姓妃的女孩 等申大人得知事情的缘由后 也只能无奈地带着两人前去实习 然而正是因为这节实习课 才让长经发现了申大人对自己不满的原因 他发现性非在治疗病人的时候 不仅会观察他们的脸色 还会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 并且将患者的叙述一一记录下来 这下长经终于明白 申教授之所以处处针对自己 是因为自己太过于嚣张 仅仅只用医书上学到的知识就来为患者诊断 完全忘了中医里面望闻问切的重要性 自此申大人终于认可了长经 可那些前去县武的医女就惨了 申大人堵在门口破口大骂 要求他们以后别来上自己的课 而李大人在得知此事后 竟然拿自己士大夫的出身来欺压申大人 迫于无奈 申大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本以为此事就这样过去 可转眼长经和信非就遭到了李大人的针对 因为两人没有听从他的安排去跳舞 为此李大人决定直接将他们淘汰 申大人得知此事后去找他理论 可李大人不但不听劝 反而勒令申大人 让他明天按自己的要求将长经和信非淘汰 但申大人也不是一个省无的刀 他决定给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大人摆上一刀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当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每个人都得到了三个不同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被淘汰 这下李大人瞬间慌了 而长经则是不由地露出了微笑 同时这件事也引起了都提掉大人的不满 国家花费这么多的银子培养英女 最后却没有一个可用之才 为此他决定亲自对英女们重新测试 最终的结果很显然 长经和信非是所有人里面最优秀的 这让都提掉大人不禁感到了疑问 如此优秀的两个女孩 成绩为何会不合格呢 李大人自然不敢说出真相 于是他只能开始胡说八道 我认为他身为医女没有具备基本的素养 所以 你所谓的素养到底指的是什么 他学习态度不好 对我也不够尊重 根本不听我的话 所以我才给他播通 这下身大人实在听不下去 因而他直接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表示实习当天只有长经和信非准时上课 其他人则是听从李大人的安排跳舞去了 此时都提掉大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李大人是在公报私仇 他简直是拿君王的话当作耳狂风 转眼中终便听说了此事 得知李大人违背自己的禁令 私自要求医女充当舞女 于是当即下令罢免了李大人的官职 至此长经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医女 长经终于重新回到了宫内 在经过预膳房的时候 他忍不住住足张望 只可惜才短短两年的时间 宫内却早就已经误视人非 等长经和信非来到太医院报到的时候 却被告知他们现在只是一名使魂医女 在正式成为医女之前 还需要面对为期一年的实习期 因此他们目前的主要工作 便是帮那些宫女们看病 等长经和信非离开以后 上医院的使魂医女不禁兴奋起来 太好了 我终于解脱了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好久了 现在开始 该你们受苦了 转眼两人来到了宫女的处复 没想到他们接触的第一个宫女 就十分的刁钻 就是这个长得跟没求是的女 竟要求两人拿黄瓜来给她敷脸 看到宫女趾高气昂的样子 信非直接表示了拒绝 没想到宫女的脾气还挺暴躁 直接把坐垫砸到了她的身上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长经也只能隐忍了下来 低声下气地表示自己愿意帮她敷面膜 对此信非很是不解 而长经也只能无奈地说道 这就是现实 以前我也曾经是个宫女 可黄瓜在当时可是属于奢侈品 因此长经只找到了爱业 并表示用爱业训练的效果也同样不足 尽管宫女半信半疑 但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不过在开始之前 她竟蹬鼻子上脸 要求长经用热水给自己泡一下脚 而长经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他们被宫女一直折腾到了晚上 可两人才刚刚回到太医院 便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怀孕的王后突然身体不适 为此各个部门负责人需要召开紧急会议 作为实习姻女 长经和姓非也被一并叫了过去 可就在各方进行会诊的时候 长经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没想到精英已经成为了御膳房的最高上宫 而精英在看到长经后 也露出了一脸的不可思议 于是在会议结束后 精英堵住了长经 不过在看到其他人的目光后 她最终没有将心中的疑问说出口 王后经过治疗后身体依旧觉得不舒服 等至密上宫掀开被子 才发现王后已经见红了 于是他们赶忙跑出去教练 只留下长经来安抚王后的情绪 就在这时 提掉上宫也赶了过来 可长经转头却被吓了一条 原来崔上宫已经成为了提掉上宫 而崔上宫的表情也跟精英一样 露出了一脸的不可思议 还没等到她开口质问长经 婢女阿烈就赶了过来 不过在查看了王后的身体后 阿烈却突然紧张了起来 因为她确认王后已经消产 得知这个消息后 长经一脸的震惊 而崔上宫则是匆匆地走了出来 结果娘娘终于消产了吗 这么说如我们所愿 不过崔上宫并没有讲话 而是低着头走开了 紧接着长经也走了出来 看着两人远去的身影 也不确定她是否听清了另路刚刚的话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长经独自来到了御膳房 看到这个熟悉的地方 与韩上宫在一起的日子仿佛历历在目 可就在这时 精英走了进来 不过长经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静直地走了出去 可刚一到门口便又遇到了崔上宫 想当然 崔上宫对着长经又是一顿威胁 不过此时的长经已经不是当初的长经 因此她直接无视崔上宫的警告 可又刚走出美景 便又碰上了那个叽叽喳喳的令路 竟敢挡住娘娘我的去路 等令路看清长经的脸后 她同样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随后长经经过多方打探 她这才找到了敏上宫和阿昌 也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宫里面所有的事情 接着在两人的带领下 长经来到了连生的住所 可看到连生此时的状态后 她的情绪却再也控制不住了 这位妃子每天都在对着将冈祈祷 对于不知道内情的人 以为她是奢望重新获得皇上的恩宠 殊不知她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祈求好友的平安 期盼能够早日与她相见 然而就在此刻 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连生 长经 阔别两年之后 两人终于再次相见 尽管长经的人生坎坷 不过她却拥有连生这个最好的闺蜜 为了庆祝两人的再次相遇 连生带着长经来到了御膳房 想要拿点茶果来招待自己最好的朋友 没想到却遭到了宫女的数目 自己没事做整天闲晃 这不能动手自己来吗 这不由得让长经对她感到了一丝心痛 毕竟连生还是妃子的身份 没想到却遭到了这般对待 原来自从长经发配到几周导影后 连生就像丢了魂一样 整日以泪洗面 因为某天晚上无意中被钟钟撞见 看到连生刚刚哭过的样子 心里不由得对她产生了恋爱之情 是第二天晚上便照她侍起 可自从那次以后 钟钟便把她给彻底忘记 因而在这屈炎附逝的宫内 不被君王宠爱的妃子会有多么的凄惨 尽管连生已经这般遭遇 可她的心里却还一直牵挂着长经 你成为医女了 嗯 一定很辛苦啊 连宫女都会藐视医女 女人做医女一定很辛苦 没有关系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再度相见啊 虽然长经的话让连生的心里好受了一点 不过连生依旧数落起了自己的不适 责怪自己不够温柔 不够有女人为 所以才没能打动君王 不然早就帮长经洗刷掉冤去了 与此同时 崔判树听说长经回来以后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要求崔上公尽快将长经赶出公外 殊不知他们的靠山吴大人 也即将会遇到一个大麻烦 由于朝鲜近期屡次遭到倭寇的骚扰 因此国家急需一批有才能的官员 于是左大人向钟钟提议 重新录用成军管的儒生们 不过这个提议却遭到吴大人的极力反对 因为这些人曾经是他的死对的 这样势必会对自己在朝中的势力造成冥想 好在钟钟是一代明君 不仅采纳了左大人的建议 反而对吴大人训斥了一番 这到底要等多久 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选用人才呢 转眼来到了王宫外 吴大人与崔判树等人开始密谋 接下来应该如何对抗左大人的提议 可就在这时 下人突然前来禀报 表示左大人邀请他们前去赴宴 尽管三人满腹怀疑 不过他们还是如约来到了左大人的府上 左大人首先表明了他的用务 自己之所以与敏大人结盟 仅仅只是出于对国家的安全考虑 他希望吴大人能够支持自己的提议 不要因为此事而破坏了他们的私人关系 想当然 吴大人肯定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拒绝 您是打算向我们宣战吗 我正有这个打算 眼看双方剑拔弩张 这时敏大人发话了 刚才各位所用的菜肴 是什么各位知道 就是硫磺鸭子 不过就算过了今天 过了明天 三位也不会有任何症状 敏大人这番话的用意十分明显 就是用硫磺鸭子来警告三人 自己的手中已经掌握了他们足够多的证据 如果他们继续一意孤行 那么他们也将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面对现在这种状况 吴大人只能无奈地成为了一只忍者神龟 不过这还没完 宴会结束之后 敏大人单独找到了崔判术 警告他不要再去找长津的麻烦 不然的话 这将是引燃他们之间战争的导火索 此时崔判术的愤怒值已经达到了极点 于是转头便找来了崔上公和精英 面对如今这种局面 崔判术也只能在嘴上发发牢骚 自己根本没有与敏大人对抗的勇气 可崔上公却偏偏不信邪 转头便找到了太医院的内衣正大人 让他想办法将长津赶出宫外 作为崔上公养的一条狗 内衣正大人自然是把崔上公的话放在心上 于是转眼他将长津和姓菲交给了赵凤氏 这下他们两人可就惨了 因为赵凤氏是出了名的佣医 竟然把他们两个人交给赵凤氏 一定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赶出去 就是说 婴儿在赵凤氏的教导下 长津和姓菲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应该要用生麻黄莲汤给病患 为什么用四米汤呢 大人说得对极了 小的明明吩咐他们要用生麻黄莲汤 怎么会你 赵凤氏的甩锅能力果然依略 而内衣正大人正好以此为借口 准备将他们二人赶到惠民署去 这下长津瞬间慌了 不过作为自带主角光环的他 很快将会通过自己的实力来化解这场危机 这个王后因为遭到陷害而小产 可经过几天的调养后 身体却依旧还是不见好转 由于宫里面有规定 一关不可以直接接触王后的身体 因此把麦的工作只能交由姻女来完成 这是色麦 你确定吗 是 开始问诊 阿列在把锅麦后认为 王后是因为小产后腹腔内有淤血 这才导致了他身体的血脉不畅 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郑大人也只能劝说王后要平心静气 不要因为失去孩子过度伤心 很明显 郑大人和阿列都认为王后得的是心病 可等他们离开之后 长径却通过王后的麦相发现了异常 于是转头他便把心中的怀疑告诉了姻妃 阿列因如所整的麦相 和皇后年龙的症状 似乎并不一样 这件事一直更改为怀 是啊 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 尽管姻妃也察觉到了不对 不过阿列毕竟是宫内最优秀的姻女 由于没有实际的证据 因而他们也不敢轻易地下结论 就这样 郑大人依旧按照阿列的把脉结果 来给王后对症治疗 可在施针和服用完汤药过后 王后的身体不但毫无起色 反而有了加重的迹象 这下太医院瞬间炸锅了 此时内医郑大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召集所有人举行了会议 而申大人也被提升进了太医院 同时君王得知王后病重的消息后非常生气 他立刻向吴大人施压 要求他们立马找出解决的办法 于是吴大人特意跑到了太医院 将所有人给臭骂了一顿 并警告他们三天内务必查出病因 否则的话就会将他们处以集醒 为此搞得太医院上下人心惶惶 等会议结束后 姓菲突然叫住了申大人 并将长津和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 申大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于是立马将此事告诉了郑大人 并再次召集所有人举行了会议 你说你只能卖跟阿列不一样是吧 不过内医郑大人却狗眼看人低 认为一名使唤英女的话又怎么能相信呢 可申大人却当即提出了反驳 认为长津不仅有天赋 并且枕麦的时候非常细心 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内医郑大人也只好让长津讲一下他的看法 紧接着长津便告诉众人 王后出了脸色黑红和舌头发黑以外 牙龈还有出血的情况 并且口臭特别的严重 这下所有人都沉默了 因为阿列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可这还没完 接着长津又说出了一个更加劲爆的发现 而且我也把到了散麦 散麦难道你会把散麦吗 这个麦不是可以轻易把得到的 可经过内医郑大人这么一说 长津明显有些底气不足 不过她还是坚持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皇后娘娘的腹中 似乎有死产的胎儿 这下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如此说来 皇后怀的一定是双胞胎 尽管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眼看王后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 耽搁的时间久了 反而会让她有生命危险 于是在郑大人和申大人的担保下 决定让阿列和长津同事帮王后把麦 果然不出所料 两人的诊断结果依旧不同 这是劳麦 你确定吗 是 纸端直风仅如弦陷 从外闲逝而常推不语 这分明就是劳麦 随后郑大人吩咐长津上前把麦 亲手可无 范范在上 如水飘木 有如鱼鱼 夹似萌青 这是浮麦 但是麦向沉寂为福 耻而且柔 不 甚至有些换散不收 继续把你纸端的感觉照实说出来 将力量汇聚于纸端 用力按下去 很显然 长津的结果更加有说服力 因为他说的话比较多 并且听上去更有诗意的感觉 同时郑大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婴儿在治疗前的会议上 郑大人坚持采纳长津的结果来治疗 可当他吩咐阿列给王后施针时 阿列却耍起了性子 认为这是长津把出的麦 理应由他来为王后施针 婴儿在这种情况之下 长津也只能硬着头皮来给王后治疗 不过好在施针的过程有惊无险 可王后在接连喝了几天药之后 她的身体却依旧不见起色 为此所有人都替长津感到担忧 而作为好闺蜜的脸生 则是再次跑到了匠谷 对着匠刚就是一通祈祷 期望王后娘娘早日康复 与此同时 崔上公则是开心不已 因为只要王后的身体不能康复 那么长津则会有性命之忧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了钟宗 天犹加粗地说皇后娘娘不行了 因而钟宗在得知消息后甚是担心 于是立马跑到了王后的寝宫 可她才刚刚走到门口便遇到了上公 并得知王后已经成功度过了危险 这令崔上公失望不已 原来就在他们赶到的前一秒 王后喝完汤药后终于下血了 并成功地将死产的胎儿排了出来 至此长经可谓是最大的功臣 相反阿列则险些造成了医疗事故 可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阿列竟然还是一个心机表 内衣正刚要准备责怪她 阿列却突然主动认其为错 表示愿意为这次的犯错买单 并请求内衣正大人将她赶到惠民署去 不得不说阿列的演技果然一流 最后不仅没有受到处罚 反而完美诠释了白莲花这个词 阿列医女真是太正直太诚实了 是 所以她一直都做得很好 不过等众人全都离开以后 她却对长经完全换了一副嘴脸 给你想要打款我 长经瞬间懵了 阿列这突如其来的变脸 确实让她有点措手不及呢 这个女孩拿自己的性命与太后打斗 没想到竟说出了一个 所有朝鲜人民都猜不出的谜语 娘娘 这道题目请您猜一个人 请您猜猜看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个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位十一 听说中国皇帝之所以有十一 也正是起源于这个人 这个人虽然是家中的奴婢 却负责家中所有粗重的工作 但是此人也是全家人最敬爱的老师 这个人活着的时候 全天下的事物都稳弱泰山 这个人死后 全天下就像遭到洪水无情的清洗 只要您猜出这个人是谁就可以 不过 少得担心太后娘娘的病情 所以只能给您一天的时间 如果太后猜不出谜底 那么她就要乖乖地接受医官的治疗 相反的话 长津则要付出她的幸运 这原本看上去是一场不公平的赌局 殊不知太后已经掉入到了长津的圈套里 原来在不久之前 敏大人向左大人提议 删减宫臣田的十分之一来增添兵器 而这样做的好处便是 既可以增强国家的国防力量 同时也减轻了百姓们的税收负担 钟宗听到这个提议后觉得非常不错 因为这绝对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不过这却引起了吴大人的不满 因为在所有的大臣里面 他拥有的功臣田最多 为此吴大人打算把功臣们集合起来 怂恿他们一起向君王施压 科敏大人料到吴大人会有这一步 于是他早就联络好了儒生们 提前做好了应对之策 因此当吴大人召集所有功臣时 他们纷纷拒绝了吴大人的邀请 这样一来 吴大人的这个办法算是彻底泡汤了 不过崔上公这个老六 却想到了一个应对之策 而崔上公所说的方法便是 利用太后来牵制君王 因此在她的暗中挑唆下 身体抱恙的太后开始拒绝治疗 钟宗得知这个消息后甚是担心 于是立马带着王后前来看望母亲 没想到她却矫情了起来 这不禁让钟宗感到了莫名其妙 而崔上公则是露出了一脸的惑议 紧接着太后便开始质问钟宗 为何要隔除自己的宗亲礼衣官 转而派一个用医来帮自己治疗 很明显 她口中所说的拥医就是申大人 这不由地让长津感到了震惊 为此钟宗开始质问吴大人和崔上公 为什么母后娘娘会突然责备指震给医官呢 很抱歉皇上 想当然 他们肯定不会承认是自己挑唆的 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 不过为了母后的健康着想 钟宗要求崔上公务必去打听清楚 与此同时 长津和申大人给太后送药的时候 恰巧碰见了李大人也在这里 因此他立马瞄懂了太后拒绝治疗的原因 于是转头便将此事告诉了申大人 由于自带主角光环的原因 同时长津也猜到 我想可能所有箭头都已经指向左赞城大人 跟敏正浩大人了 现在不只是身一臂主部大人有危险 左赞城大人跟敏正浩执意大人也有危险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因而敏大人在得知消息后 毫不犹豫地认定这一切就是吴大人和崔上公所为 转眼崔上公假模假样地来向钟宗汇报 表示太后之所以拒绝治疗 全是因为左大人的原因 因此请皇上在太后娘娘跟左赞城大人之间做个选择 为此中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国家正是怎么可以与私事混为一谈呢 不过这个问题很快便被长津给解决了 为了太后的身体 同时也为了自己的恩师申大人 长津不顾上公的阻拦 竟然斗胆与太后打斗 如果太后能猜出自己的谜语 那么她就要乖乖地接受治疗 对此太后非常的感兴趣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尽管长津的谜语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 不过导演却不允许她们轻易答出来 为此太后绞尽了脑汁 崔上公更是命宫女们连夜翻遍了所有的书籍 但最终也没能找出谜底 好在导演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了精英 于是在精英的帮助下 崔上公立马将谜底告诉了太后 并蛊惑她 一定要把不知天高地厚的长津处死 可等到约定揭晓谜底的时候 太后不但没有说出答案 反而乖乖地接受了治疗 这令崔上公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钟钟来看望太后的时候 太后这才说出了谜底 答案就是我 原来长津的谜底就是母亲 太后在同意与她打赌的时候 便注定已经成为了书家 不知道答案 我就必须要接受治疗 知道了答案 却又是要我觉悟 不能让我的儿子皇上宁陷入苦恼 对此崔上公的阴谋再次落空了 可太后却因为这件事耽搁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因而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 就连服用的汤药也全都吐了出来 不过这也正好给了长津一个再次立功的机会 这个太后因为得了矫气病而呕吐不止 所有的医官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治疗 可崔上公却巴布得太后赶快出事 因为这样必定会令君王十分的愤怒 到时候不仅医官们会受到处罚 就连长津也会被赶出宫外 为此崔上公开始阻挠太后的治疗进程 快点把汤药撤下去 快点 眼看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弱 在这种既不能试真 又不能服用汤药的情况下 他们只好打算在饮食上寻找突破口 于是郑大人在长津的陪同下 一起来到了御膳房 他要求精英在给太后制作膳食的时候 应该避免使用猪牛鸡等肉类 同时也要求他应该多使用粗粮红豆大蒜 说白了就是含有维生素B1的食物 可精英听后却是一脸的为难 表示这些东西都是太后最不喜欢吃的 精英的这些话引起了长津的注意 于是事后他向精英借到了太后的饮食拔机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还真发现了一个问题 于是他立马找到了深大力 表示太后的病因可能是有饮食习惯引起 原来太后有严重的偏食问题 所有对矫气病有益的食物他都不喜欢吃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申大人和长津只好另提袭净 打算将太后不喜欢的大蒜做成药丸 不过这件事必须要悄悄地进行 为了去除大蒜本身的味道 长津首先找到了连生 并向他借来了针锅 接着两人就在厨房里面忙碌了起来 这让连生非常的开心 仿佛重新找回了他们曾经的感觉 长津有了连生的帮助 很快就把大蒜药丸给制作好了 并小心翼翼地承给了太后 好在太后并没有尝出里面有大蒜的味道 反而夸赞药丸的味道简直太棒了 并表示自己可以吃下一顿 为此长津十分的开心 不过事后却引起了阿列医女的不满 他质问申大人 明明自己才是最优秀的医女 为何做药丸的是要吩咐长津去做呢 对此申大人也不想做任何的解释 只是说了句你不配就搪塞了过去 与此同时 太后也彻底爱上了药丸 最重要的是 他的身体也有了明显好转的迹象 为此阿列对药丸使用的材料很是好奇 于是趁着长津和连生吃饭的空隙 便偷偷地溜进了厨房里 在看到制作药丸的原材料后 阿列不由地惊讶了一些 于是他赶忙跑到了太医院 准备将此事告诉内医症大人 没想到此事王后恰巧经过 因而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王后立马带着众人赶到了厨房 将正在制作药丸的长津和连生抓了的正着 看到他们用的是太后最不喜欢的大蒜 王后立刻勃然大怒 指责他们这种行为分明是居心不良 为此长津和连生大人受到了处分 不过事情很快便出现了转机 王后来看望太后的时候 发现太后在吃过药丸之后 身体不仅明显有了好转 就连汤药也能正常喝得下去 接着她便将药丸是用大蒜制作的事告诉了太后 这令太后很是惊讶 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尝出大蒜的味道 于是立马派阿列将长津和连生大人叫了过来 对此太后很是好奇 询问是如何去除大蒜的味道 而长津也如实做了回答 表示这种方法非常的复杂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索性就直接不说了 真是了不起 至此太后的身体终于恢复了正常 可以继续使用湿针和汤药来治疗了 同时君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的开心 作为这件事最大的功臣 长津理应得到嘉奖 就在内侍大人传达完君王的旨意后 却无意中认出了长津的身份 作为曾经的老熟人 两人再次见面觉得格外亲切 接着内侍大人便告诉长津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随时都可以过来找他 与此同时 崔上公的肺都要气炸了 对着内依正大人就是一顿抱怨 眼看赶长津出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如今长津已经立了大功 以后再对他动手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两人的对话 却正好被阿猎听得正正 眼看长津就要超越自己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转头便找到了精英 表示自己愿意投靠崔家 并帮助他们把长津赶出宫外 为此长津即将再度受难 这个女孩原本是个身份低贱的使唤姻女 由于同时治好了王后和太后的身体 因此她也立马成为了太医院的焦点 为此王后特意将女孩传唤了过来 想要当面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不过在仔细端向女孩的脸之后 王后却发现她看上去有一点眼熟 你不是预膳厨房的宫女吗 是 可是怎么会 于是长津便告诉王后 表示自己因为硫磺压事件受到处罚 所以才通过姻女的身份重新进入宫内 听完长津的描述 王后不仅想起了当年的这件事 同时她的心里也清楚长津是被冤枉的 然而因为涉及到逆谋事件 因此她现在还无法立刻帮长津恢复身份 不过承诺以后会尽量给她帮助 并希望长津能够成为她的力量和厚度 至此 长津在宫内总算是找到了靠山 这让她的心里感动不了 同时王后还有另外一个情绪 表示十分怀念当年她做的乔迈卷 为此长津立马来到了御膳房 重新做一份乔迈卷 可没想到的是 此时精英走了进来 看到长津出现在这里 她就像一只护士的小狗 立马对长津产生了敌意 这里可不是随便让你进来回忆旧事的地方 你现在是阴 马上出去吧 于是长津被强行赶了出来 别无她法之下 她只好来到了连生的小厨房 可当长津端着做好的乔迈卷来到王后的寝宫时 却发现精英正好也在这里 而令人感到尴尬的是 两人做的竟然都是乔迈卷 这让精英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恨不得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 因为桥迈卷毕竟是长津的原床 可这还没完 王后在品尝完长津做的桥迈卷后连连称赞 并且还当场拒绝了精英 看到王后吃得津津有味 精英的脸上难掩一丝失落 可她才刚刚走到屋外 便正好遇到了前来送药的阿六 你有空的时候到我出所来一趟 是 于是两个对长津充满敌意的人成功地走到了一起 他们在密谋一番后 一个陷害长津的计划很快就开始了 宫内的小宫女生病 迅玉上宫派人前来传唤长津 可阿列在接到消息之后 不但没有将此事转告给长津 反而让她去中宫殿照顾王后 于是很快与姨女便得知了此事 等他们来到宫女的住所时 阿列这个心机表早就提前打了过来 并且正在帮小宫女治疗 为此迅玉上宫很是愤怒 一大早这孩子就哭闹不休 我就派人去找长津了 等到现在还没过 因此玉姨女马上跑到了王后的寝宫 看到长津正在帮王后按摩锤背 这让她的心里很是不爽 于是转头便狠狠地训斥了长津一顿 对此长津是百口莫辩 所有人都认为她是鞠躬自傲 接着玉姨女更是警告长津 从今往后禁止她再去王后的寝宫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郑大人在所有医女面前勃然大怒 因为整理出来禁忌食材的单子 没有送到于膳房去 如果药物和食材发生相克 那么后果也将会不堪设想 对此心机表 阿烈再次演技上线 表示自己从未在桌子上看到过单子 由于昨天是长津整理的职务室 因此与医女自然把她列为了怀疑对象 随后更是从书架里面找到了单子 这下长津算是百口莫辩了 想当然 这肯定就是阿烈所为 事后除了幸非之外 内医院所有的医女开始孤立长津 认为他是想要取代阿烈医女的位置 而长津也正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这孩子进入内医院 这么快就受到宠爱 现在郑主部大人跟申主部大人 也对他另一相看 还没学会爬 就想要飞了吗 对此长津的心理很是难受 于是他立马跑去质问阿烈 为什么要用尽心机的陷害自己 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 阿烈自然是不肯承认 可就在此时 申大人突然走了进来 于是阿烈立马开始表演了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除掉我 一心想要危害我呢 为此长津瞬间被阿烈激怒 于是他立马反驳道 我认为阿烈医女 没有资格待在内医院 你根本不配实行医术 我一定会阻止你的 可阿烈依旧演技在线 表现得自己非常的委屈 这让长津感到了莫名其妙 直到转头看到了申大人 才恍然大悟 自己竟然又被阿烈给射解 大人 你到贵民主去吗 事后阿烈找到了内医正大人 表示自己的任务结束了 原来这一切又是两人 联合使得阴招 同时长津可就惨了 由于宫外大规模发生了瘟疫 因此他也被直接赶到了 一区工作 女孩因为过于优秀 而遭人陷害 为了将他彻底斩草出根 内医正大人特意 将他安排到一区工作 由于一区不属于 王后的管辖范围 因此在这里 才更容易对他动手 紧接着内医正大人 就开始了行动 他特意将管理药材的工作 交给了长津 想当然药房很快就出事了 士兵们抓到了一个 斯麦疫病特效药丸的黄牛 根据这个黄牛所交代 这些药丸都是来自于 宫廷的药房 随即他还指认 长津就是与自己交易的人 然而面对这赤裸裸的诬陷 长津依旧是白口莫辩 就在他即将受到处罚的时候 赵凤氏及时赶了过来 表示自己早就向长津拿来了钥匙 因此这几天药房 都是由他来管理 这样一来 黄牛的谎言便不攻自破 于是长津侥幸躲过了一劫 可内医政大人的脸上 却明显露出了一丝失望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敏大人经过调查后发现 现在疫情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 为此中宗下令马上封锁疫区 作为首医女 阿列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 并由他将这个消息秘密传达下去 不过阿列并没有将撤退的事告诉长津 由于现在药材短缺 他反而吩咐长津去隔壁村寻找药材 因此等长津赶回来的时候 他这才从村民口中得知 医女和士兵早就已经全部撤离 就连村子也已经彻底封锁 此时长津才恍然大悟 自己竟然又被阿列给套路 而他的用意也十分的明显 无非是想让自己留在疫区感染瘟疫死去 这让长津非常的失望 没想到阿列这个心机表情如此歹地 与此同时 敏大人正在人群中寻找长津 可来来回回几圈后 却始终找不见他的身影 经过询问后才知道 原来其他的英女也没有见过长津 为此敏大人不顾士兵们的阻拦 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冲进了疫区 很快他就通过定位系统找到了长津 不过此时的长津看上去心情有些低落 事后敏大人才知道 长津是因为被内医院的伙伴遗弃而感到伤心 竟然被其他人是被跟自己一起工作的排挤 遗弃 你想到这我就无法忍受 好在有了敏大人的安慰 长津这才重新振作了起来 可当两人准备逃出这里的时候 一群村民却把他们给围了起来 您不但夫所村庄 甚至连像我们这样健康的人也被遗弃在这里 听完村民的话 长津不禁联想到了自己 他不忍心村民跟自己一样被抛弃 于是在安抚完村民的情绪之后 他决定与敏大人一起留下来 不过转眼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由于药材严重的短缺 村民们再次闹了起来 为此敏大人只好出去寻找药材 然而就在敏大人离开后不久 长津却不幸感染了瘟疫 这下村民们彻底失去了信心 于是直接将他给关了起来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村子莫名其妙发生了一场大火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 长津算是彻底绝望了 在濒临昏迷的状态下 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同时也想到了含冤而去的韩上公 因为长津这一生遭受了太多的磨难 此刻他只想跟母亲和韩上公一样 好好地休息 就在这危机时刻 敏大人及时赶了回来 长津这才幸免于难 看到长津醒了过来 敏大人激动地将他抱在了怀里 两人经历过这次生死离别之后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更近了一步 随后长津和敏大人找到了村民 敏大人表示自己已经带回了药材 并且还带回了一位带女 就在长津感到惊讶的时候 张德此时走了进来 这下绝望的村民们也终于安心了 转眼张德和长津就忙碌了起来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一位母亲在给孩子喂过母乳之后 孩子竟然完全没有被感染的症状 同时长津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通常感染疫病会导致全家感染 不过这里并不是这样 并且照顾病患的百姓也没有被感染的迹象 听完长津的描述后 张德更加的疑惑了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长津便开始在村子里寻找引发疾病的原因 当他来到一户百姓的家中时 却无意中看到了一筐腐烂的萝卜 经过询问后才知道 村子里的萝卜不仅发生了腐烂 就连山上的野菜也不例外 由于当时的物产并不丰富 因此百姓们并没有舍得将这些蔬菜丢弃 而是把它们当作正常的蔬菜来食用 于是长津立马将此事报告给了张德 以他的调查结果来看 这次村民并不是感染了瘟疫 而是因为吃了腐烂的萝卜后 引发的食物中毒 既然找到了病因 那么接下来的治疗就简单多了 长津最先想到的就是用生姜来煮水 因为生姜可以去除肠胃里面的毒素 果然在用过这个办法以后 百姓们不但没有了腹泻的状况 并且高烧不退的患者也开始慢慢地退烧 于是他们立马展开了排查 看看其他地方的萝卜是否也发生了腐烂 果然不出所料 这里的萝卜也发生了腐烂 可让长津更加担心的是 这里的萝卜是进贡给王宫的 如果王宫出现食物中毒的话 那么麻烦可就大了 与此同时 宫内的崔上宫非常开心 由于长津一直下落不明 因此他猜测长津肯定是凶多吉少 于是便决定履行阿猎提出的条件 可当他准备将崔家一间药铺管理权交给阿猎时 令露却慌张地跑了进来 长津回宫来了 什么 这个女人因为吃了病变的萝卜食物中毒了 可所有人却十分的开心 要马上禀报皇上 昭告天下才行 原来在不久之前 长津和敏大人查出了引发瘟疫的原因 原来这一切并不是传染疫病 而是因为食用了病变的蔬菜 引起了食物中毒 可当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宫内的时候 所有人却并不相信 食物中毒怎么可能导致这么多人生病呢 同时崔上宫听到消息后也不相信 自己在御膳房工作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人吃了蔬菜会生病的 因此他大胆地猜测 长津只是为了回宫而随意编造的理 这样不行 我得亲自出面才可以 婴儿在内医院的讨论会上 崔上宫坚持己见 认为长津所说的食物中毒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下敏大人实在听不下去 于是直接回对道 你既然自信满满 不如亲自尝尝那些病变的蔬菜 同时内侍大人也附和道 这能确认一切就会明了 不得不说两人一唱一喝配合得真好 于是崔上宫瞬间傻眼了 没想到这小子心肠这么歹毒 竟然还要拿自己来当小白鼠 可为了能够阻止长津回宫 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转眼来到了御膳房 精英亲自为崔上宫切开了一颗萝卜 并将中间最肥美的一部分交给了他 尽管崔上宫吃下了萝卜最好的一部分 不过最终还是避免不了他食物中毒了 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精英只好将崔上宫中毒的事汇报了上去 为此内侍大人十分的开心 提议立马禀告给君王 并让百姓们按照这个方法来治疗 随后吴大人将此事禀报给了中宗 不过他这个老六却趁机参了敏大人一位 表示敏大人不但不遵守命令私自留在了一区 并且还没有及时向上司报告 由于中宗不了解事情的始末 因而便清醒了吴大人的谴言 为此敏大人被罢免了官职 张德在得知此事后愤愤不明 一个有功的人不但没有收到嘉奖 反而还遭到了处罚 好在张德这段时间正在为参判的母亲治病 于是他把这件事立马告诉了参判 而参判则直接给君王写了一封生情并茂的上述 为此得知真相的中宗非常的震怒 对着谣言惑众的吴大人就是一顿训斥 好在中宗是一个明君 不但对敏大人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并且还将他提升为内医院的副都提掉 与此同时 崔上公还在遭受病痛的折磨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前来给他看病的人竟然是长精 尽管崔上公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不过此事他依旧死鸭子嘴鸣 我心得正做得端 根本没有做错事 有什么好怕的 这下长精算是大开眼界了 天下竟然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随即他取出了银针 准备开始给崔上公针灸 可就在这时 长精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以及韩上公含冤而去的情景 于是他的手不由地颤抖了起来 不过最终长精的理智还是战胜了仇恨 他不想因为此事而给自己的职业莫非 而是要堂堂正正地扳倒崔上公 尽管长精是如此的正直善良 可针对他的陷害却依旧不断 回到内医院便遭到了阿烈的抨击 阿烈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已经将撤离的消息传达给了长精 并且还一口咬定 长精就是在故意陷害自己 为此与他狼狈为奸的内医郑大人大作文章 以长精破坏内医院的和谐为由 准备直接将他赶到惠民水去 不过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就在长精依不舍地准备离开皇宫的时候 敏大人和郑大人恰巧遇见了他 得知长精再次遭到了内医郑大人的打压 于是敏大人直接将他带回了内医院 不过某些医女却依旧不知死活 已经告证你必须要到惠民水去 好好学习怎么多替其他人着想 我认为徐医女不需要再学习这些了 这是内医院的事 内医郑大人 敏郑浩布玉士大人 已经身为同父成子 并且兼任内医院的父体调 得知敏大人已经成为他们的上司 所有人感到惊讶的同时也都变成了哑巴 随后敏大人便撤销了发配长精去会民署的决定 因此长精再次躲过了一几 不过好事却不止于此 转眼长精就收到了连生怀孕的消息 李上公娘娘她就怀孕了 啊 这是真的吗 是啊 女人原本是一个失宠的特别上公 没想到转眼镜成为了四品的妃子 原来女人是长精最好的闺蜜 而她水汪汪的大眼睛恰好长在了君王的审美上 由于崔上公的暗中阻挠 君王在灵性她一次之后便把她彻底给忘记了 因而她也遭到了宫女们无情的嘲讽 为了重新获得君王的宠爱 敏上公想到了一个方法 让她站在月光下大口地吸取月亮的精华 想当然这种操作肯定是徒劳无益 直到因为长精的出现 连生这才又一次意外地遇见了钟宗 于是当天晚上便再次得到了她的灵性 因此不久之后连生就被确诊怀孕了 为此她总算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刻 而之前对连生出言不逊的宫女 如今也纷纷跑来祈求她的原谅 就连崔上公的狗腿子另路 得到消息后也赶忙跑来向她示好 同时长精也是非常的开心 而更加让她感到开心的是 王后在得知连生怀孕后 立马将她册封为四品书园娘娘 于是长精迫不及待地跑了 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连生 不过崔上公的肺都要气炸 自己费尽心机的千房万房 到头来还是让连生成为了书园娘娘 而令她更加感到气愤的是 连生以后的膳食都要由精英亲自负责 转眼精英便将膳食送了过来 可一向单纯可爱的连生 此时却变得非常淘气 在闻到精英准备的食物后 她故意装出了一副恶心的样子 无奈之下精英只好重新做了一份 在被连生接连数次地捉弄过后 精英彻底没了脾气 但是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自己仅仅只是个宫女 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崔上公暴跳如雷 她决定开始对连生动手 于是很快他们就等到了机会 内医院准备对姻女们重新分配工作 长金本以为自己会安排到连生的身边 没想到却被安排到中宫殿照顾王后 至于阿烈则是分配给了连生 这不禁让长金感到了一丝失望 同时崔上公则是兴奋不已 因为只要有阿烈在连生的身边 那么让他小产的阴谋 则会轻而易举地达成 于是阿烈在为连生把过脉之后 谎称他患有血须的症状 建议他应该多食用牛肉牛奶等各类补品 由于多数孕妇都会出现血须的状况 因此所有人并未发现异常 并且敏上公还在长金恋前不断地夸赞阿烈 表示他对连生的照顾非常的细心 为此长金也并没有察觉到不对 直到这天来看望连生的时候 连生对他讲起了自己最近的状况 表示自己时常会感觉到头晕眼花 因此长金这才感觉到了事情不对 于是他赶忙给连生把脉 果然不出所料 连生并不是阿烈口中所说的血须 而是与血须症状差不多的风热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长金并没有将实情讲出来 而是立马转头找到了申大人 来向他求证风热和血须的区别 经过申大人的描述 长金确信连生的症状是风热没错 于是他立马继续追问道 那么让孕妇吃下牡蛎牛奶跟牛腿肉会怎么样 是谁在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听完申大人这番话 长金瞬间感到大事不妙 于是他赶忙去寻找阿烈 经过一番苦找之后 终于在崔上公这里发现了他 并无意中听到了阿烈的阴谋 有风热病症的患者 一个种状况你看 根本这不适合受孕是 是因此必须要避免食用肉类 以及牡蛎牛奶鸡蛋还有鱼肉 也严禁吃咸的食物 也就故意让他吃油腻的食物 是 这样下去他总有一天会突然呼吸困难 病情发作甚至引起麻痹 害儿就无法存活了 这下长金心中的猜想确定无疑了 阿烈就是故意要让连生小产 于是长金马上找到了阿昌 吩咐他以后不要再拿这些食物给连生吃 尽管阿昌不明白长金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长金又把太医院所有人喊过来 希望他们重新给连生复诊 所有人的诊断结果果然一样 连生的确是患有风热的症状 这下阿烈的心理开始打起了鼓 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没想到还是露出了马脚 随后太医院召开了会议 申大人当即斥责了阿烈 作为一个守医女 怎么可能分辨不出血须和风热的区域 于是他要求阿烈立马说出这么做的目的 然而面对众人的质疑 阿烈却依旧死压自嘴命 坚称自己没有诊断出风热的症状 这下申大人彻底怒了 提议马上罢出阿烈的职位 并将他赶到惠民署去 可那医症大人早就与阿烈狼狈为奸 因此他并没有采纳申大人的体 仅仅只是对阿烈做出了小小的惩罚 就这样阿烈成功地留了下来 长金虽然心里不服 但是却也无可耐了 不过转头长金私下里便找到了阿烈 并对他放出了狠话 你听好 如果你再一次使出这种招数 那时候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回去转告崔上公娘娘 不会像郑上公娘娘 或是韩上公娘娘一样 那么轻易被他们诬陷 被打败 长金说完之后便转身离去 而阿烈却像个木头一样愣愣地处在这里 也就是从此刻起 长金决定不再一味地隐缘 他不允许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再度受到伤害 这是长金下定决心开始反击的时刻 为了不再连累自己的朋友受到伤害 他决定向崔上公等恶势力宣战 而第一步便是从刘黄鸭事件开始查起 于是长金立马找到了内侍大人 想要通过他的关系来查看君王的并不日志 可内侍大人却当即表示了拒绝 因为保管日志的地方属于宫内最隐秘的书库 就连大臣都没有权力随意地进入 更何况他仅仅只是个英女 尽管长金在内侍大人这里碰了碧 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于是转头便找到了王后 并已帮王后寻找并英卫影 想要进入内侍府查看他的并不日志 因此在王后这个靠山的准许下 长金轻而易举地进入到了书库 就这样 长金提心吊胆地带出来了第一本并不日志 并立马将日志交给了张德 请他帮忙查出君王真正的病因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长金的胆子也慢慢地大了起来 随后就将剩下的两本并不日志也带了出来 不过当他将最后一本还回去的时候 书库里却一个人也没有 但长金并没有多想 将并不日志放回原位之后便赶忙溜了出来 可他刚走出没几步 便被内侍府的人给拦住了去了 随后长金被带到了一个密室 监察内侍命他立马交代 为何要将君王并不日志带出宫外 长金知道说出后肯定会必死无疑 于是他对监察内侍的质问予以否认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内侍府只好将长金暂时关了起来 随即监察内侍便找到了内依正大人 让他对外宣称长金这几天外出办事去了 可当内依正大人询问具体是什么原因时 监察内侍却让他少管闲事 这样一来 内依正大人和崔上公不由地开始猜测起来 他们通过各种线索串联起来猜测 长金肯定是偷拿皇上的并不日志被抓到 于是崔上公等人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趁机将长金这个打不死的小强彻底除掉 与此同时 内侍大人来到了内侍府的密室 在看到被审查的人是长金后 他表现得十分的吃惊 心想长金肯定是为了韩上公的冤案才冒此风险 于是在长金的苦苦哀求下 内侍大人动了侧影之心 随后就将长金保释了出来 可两人刚走出没几步 崔上公却突然出现叫住了他们 随后他质问内侍大人 是不是打算背叛君王 为何要将偷拿并不日志的长金保释出来 作为一个宫内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人 内侍大人不仅失口否认 反而对崔上公倒打一耙 谁跟你胡说八道 到底谁跟你说的 就算这样也是监察内侍府的事 我们只是一心跟着皇上的指令做事 一个内命负的圣公 怎么可以为了这件事引起事端 马上退下吧 面对内侍大人的威严 崔上公纵使心里不服 但是也无可奈何 不过他却不想错过这次好机会 于是便打算将这件事交由吴大人来出 转眼摸戒便找到了监察内侍 表示吴大人想邀请他一讯 吴大人以自己的身份相要写 要求监察内侍说出长经被调查的真相 可监察内侍却压根不吃他这一套 不仅拒绝回答吴大人的询问 并表示会将他的行为报告给内侍大人 因此这种情况之下 吴大人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世人总会有弱点 转眼摸戒再次找到了监察内侍 并将一封信交给了他 而监察内侍在看过信之后 则是露出了头疼的表情 于是很快他便再次见到了吴大人 并且将这件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等监察内侍离开之后 吴大人这才知道崔判术让他松口的缘由 内侍寺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 就是管理皇上私人财产的地 所以呢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怎么会有人不起贪念做坏事 婴儿在有了确凿的证据之后 崔上公立马找到了内侍大人 并将监察内侍也带了过来 婴儿在这种情况之下 内侍大人再也没有了理由来搪塞 可面对崔上公的咄咄相逼 他又不舍得按照规矩将长经处死 现如今也就只有王后才能保住长经的性命 于是内侍大人便告诉崔上公 这件事将会交由王后来处理 转眼两人一起来到了王后的寝宫 内侍大人将长经的事如是禀报给了王后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王后却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要求按照宫中的规矩处决长经 听完王后的话 崔上公总算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于是在他的暗中观察下 长经就这样被内侍府的人给带走了 转眼来到了晚上 长经被内侍府的人给绑了起来 并将他偷偷地运出了宫外 面对几个凶神恶煞的内侍官 长经彻底吓坏了 这场景简直跟自己的母亲被处决时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 崔上公则是开心极了 长经这个打不死的小强终于要凉凉了 可他才刚刚高兴了几分钟 监察内侍却突然找上了门 我们要调查御膳厨房的最高上公 请跟我们走吧 要调查我 这是崔上公因果报应的时刻 如今崔氏家族所遭受的折磨 与韩上公当初被他们陷害时所受的痛苦一模一样 原来不久之前 钟宗再次染上了风寒 可内依症大人用过各种办法之后 他的身体却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不禁让王后感到了怀疑 以前七八天就可以痊愈 如今半个月都已经过去了 会不会是有其他的病症 可王后的怀疑却让内依症十分的担心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查出真正的病因 而这一切阿猎也全都看在眼里 于是他立马心生一计 建议将病因赖在御膳房的身上 内依症大人听后毛色顿开 这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 因为当初他就是这样嫁祸给韩上公的 于是在接下来的研讨会上 有了内依症大人的旁敲侧击 所有人都将怀疑指向了御膳房 这下崔上公可就不爽了 毕竟这样就会牵扯到自己的侄女精英的性命 同时他也猜到这是内依症的阴谋 因为这与当初陷害韩上公的方法如出一尘 崔上公可不会就此坐以待毙 于是他立马找到哥哥崔判署 让他想办法找个大夫为君王重新整办 以此来揭发内依症这个甩锅侠 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接下来的一场会议上 整个过程都是内依症和崔上公在互相攻击 敏大人实在听不下去了 于是提议让郑大人和申大人为君王重新整脉 内依症大人自然是不同意 如果重新整脉的话 那么自己误整的是肯定就暴露了 不过内依症的等级毕竟不够 因此最终他的反对无效 转眼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郑大人和申大人重新为君王整脉 可得到的结果却与内依症的结果一样 这下内依症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了 既然自己已经摆脱了物诊的仙 那么现在就要想办法与崔上公尽快地和解 毕竟崔家的势力不容小觑 不过阿烈听后却有了自己的想法 于是转头就偷偷地溜到了御膳房 并将一包不知名的东西放到了精英的调料里 因此内侍府立马对御膳房展开了搜查 就连崔判术的家里也在搜查之列 很快一些可疑的物品都被查了出来 当然其中也包括精英的秘质调料 申大人和郑大人闻过之后感觉到了异常 于是向崔上公询问这是用什么做的 可崔上公却以秘方唯由拒绝回答 并信誓旦旦的保证绝对没有害主 这下郑大人实在忍不住 表示调料里面含有斑肘菇的成分 吃了以后不仅会使人感到亢奋 并且还会造成麻痹的症状 因此精英立马成为了陷害君王的嫌疑人 事后崔上公思来想去 认为甩锅的人肯定是内衣正大人 因为这与当初陷害韩上公的手法如出一辙 就连用斑肘菇的方法都一模一样 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崔判术只好找到了吴大人 用超能力让他想办法摆平这件事 为此吴大人决定去找左相大人寻求帮助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前一任的提掉上公竟突然出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朴上公所为 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崔上公 因为当年他遭到了崔上公的陷害 并让他彻底失去了提掉上公的位置 同时朴上公还是阿烈的救命恩人 因此阿烈的所有行为也都是听从了他的安排 于是在他的捕获下 吴大人最终还是动摇了 原本与崔家穿一条裤子的他开始倒戈相向 因此在吴大人的暗中安排下 崔上公等人被关入了大牢 与此同时 长津并没有被内侍府偷偷地处死 不过此时他却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请两位真心悔悟 并且向韩上公娘娘谢罪了 请你们流着眼泪 请求韩上公原谅你 你这丫头说话真是放肆无礼 这是长津期盼已久的时刻 因为作恶多端的崔上公终于得到了暴力 可就在崔家遭受严刑拷问的时候 长津和敏大人却赶来救下了他们 并表示能够证明他们的清白 这令精英有点摸不着头脑 因此事后他不禁开始猜测 对外师说已经交给内侍斯处理 但是长津却在另外一个地方研究病情 是皇后娘娘的命令 原来在不久之前 内侍府并没有按照法规将长津处死 而是把他带到了王后的面前 王后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他秘密查出君王真正的病因 随后内侍大人带着长津来到了多灾宣 此时他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张德和敏大人早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长津这才明白是敏大人救下了自己 而张德之所以也在这里 则是要协助他一起查出君王的病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长津和张德通过研究几个相同的病患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君王生病的原因 可就在长津研究处方准备揭开误诊的真相时 敏大人却跑来告诉他 崔上公等人全部被关入了大牢 为此长津陷入到两难的境地 如果自己不说出君王是被误诊的 那么崔氏一族将会彻底没救了 不过长津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因为他要堂堂正正地帮韩上公洗刷冤屈 于是长津转头便找到了王后 并将君王的病因如实地讲了出来 可当王后询问这是什么病事 长津却无法回答出来 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个病的名字 而就在此时 内依正大人却抢先一步说道 这种病应该称之为胡获症 因为张仲景的金贵要略中有过详细的记载 那么有没有记载处方呢 有娘娘服用甘草蟹心汤就行了 不可以的 娘娘必须要服用龙胆蟹肝汤才行 这下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两人的处方竟然完全不同 为此太医院再次举行了会议 而郑大人和申大人则是支持长津的处方 不过这却引起了内依正大人的不满 眼看双方争执不下 于是敏大人提议 让三位大人再度为君王诊卖 然后再决定应该用谁的处方 可在给君王把功卖后 他们给出的结果却仍旧一样 内依正坚持自己的处方是对的 相反正大人和申大人依旧支持长津 因此王后的心理也更加偏向长津这一点 不过就在此时 吴大人却突然来到了这里 表示不应该将君王的性命交给一个姨女 而她之所以这么反对 无非就是害怕长津治好了君王 那么就会证明饮食没有问题 而她铲除崔家的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眼看王后有所犹豫 吴大人立马联合众大臣向她施压 因此这种情况之下 王后也只能同意采用内医症的处方 不过经过几天的治疗后 君王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有了加重的迹象 出现的症状更是跟长津所预言的一样 这下王后彻底怒了 当即狠狠地训斥了内医症一顿 为此她决定重新采用长津的处方 而理亏的吴大人也不敢再有丝毫的反对 随后经过太医院开会商议 他们采用了长津的方法对君王进行治疗 让人感到庆幸的是 君王的病情很快便稳定了下来 为此王后很是开心 不过转眼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君王的眼睛失明了 皇上 您看不到臣妾吗 真看不到 为此长津立马被抓了起来 就连闽大人也受到了牵连 而吴大人则是开心极了 这可是除掉两人的绝佳机会 于是立刻下令将他们拖下去斩首示众 可就在这时 王后走了过来 她质问长津明知道失真会有危险 为何不顾太医院的阻拦 却还坚持要这么做 可长津却告诉她 因为小的担心 皇上会失明 才这么做的 众人听候不由的一惊 原来长津早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当时她把后果说出来 那么王后肯定不愿接受自己的治疗方法 不过为了君王的身体着想 她这才冒着生命危险给隐瞒了下来 为了证明长津所说不假 吴大人赶忙出来证实 通过多灾轩得到的临床经验 其中的两名病患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这时长津更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情形 请让小的亲子替皇上枕脉吧 众人不由的再次一惊 一个小小的英女怎么可以触碰君王的身体 不过在长津的苦苦哀求下 王后的心里不免有些动脑 这时吴大人也赶忙出来甩锅 皇后娘娘 这件事情是娘娘引擎的 就请娘娘来做决定吧 吴大人的这一步可谓是一剑双雕 她故意献王后于不意 如果长津治不好君王的眼睛 那么就可以趁机铲除王后和君王的势力 而自己手中还握有柿子这颗棋子 因此朝廷依旧掌控在她的手中 可王后又怎么会不知道吴大人心里的小九九 于是一直考虑到了晚上 她这才又来到了长津和敏大人面前 并向长津询问道 如果自己赌上皇后的位置同意让你继续治疗 那么你的实力应该让我相信吗 可还没等长津做出回答 敏大人却抢先一步帮她答应了下来 并信誓旦旦地保证长津一定可以做的 而敏大人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鼓励长津 同时她也要长津明白自己的心意 爱一个人就要无条件地信任对方 就算死也要和她死在一起 对此长津很是感动 而王后在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后 第二天一早便让崔上公传达了自己的命运 表示统一让长津继续为君王整脉 但是在君王的治疗结束之前 敏大人则要继续被关进大牢里面 就这样 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了长津的身上 可长津在亲自给君王把过脉后 他的表情却表现得十分的紧张 在顶着巨大的压力下 长津开始不断地翻阅医书 随后他挨着查看了君王平时养生的处所 对玉扇厨房的食材也做了一一的检查 就连君王的饮用水也要亲自尝一下 经过两天的忙碌 所有人都对长津的行为感到一头雾水 可他却向王后再次提出了一个请求 在厨房之前 小的想先去一个地方 不过吴大人当即提出了反对 认为长津是因为查不出病因 想要编个理由趁机逃跑 不过王后还是答应了长津的请求 但是必须得由士兵来跟着他 转眼几天过去了 长津重新回到了宫内 可他给出的处方却十分的简单 就是用防挤和红身来熬制汤药 由于王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因此他还不等长津说明理由 便命远赶快去准备 然而君王在服用了几天的汤药后 他的眼睛却依旧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下王后彻底失去了信心 表示自己当初不应该相信长津 情绪失控之下 他更是命远将长津关入了大牢 同时崔上公和精英也被抓了几个 因为长津没能治好君王的身体 他们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嫌疑 可就在吴大人准备对长津用刑的时候 内侍大人却突然跑了过来 表示王后刚刚下达了指令 要求他立刻将长津给放了 原来君王的身体在经过长津的治疗后 郑大人和申大人发现他大有起色 身上的疮症也已经痊愈了 于是王后便打算让长津继续医治 不过他还是纠结君王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 而长津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在给君王试过针后 他立马又对君王的背部开始了推拿 没想到长津小小的身体竟然蕴含这么大的能量 就这样 直到天亮他才肯停了下来 在短暂的休息过后 君王的眼睛总算重新恢复了光明 为此王后很是开心 他赶忙询问长津是如何做到 看到所有人都这么好奇 于是长津赶忙将君王的病因讲了出来 是因为中了熊黄的毒所引起的 什么 熊黄 网上中了熊黄的毒 是 娘娘 怎么说难道是有人想暗中毒害皇上 是 到底是谁想毒害皇上 是大自然 原来长津之前是去了君王泡温泉的地方 他发现温泉水里面含有大量的熊黄 而王宫养殖的奶牛正好就在温泉的附近 奶牛在长期饮用了这里的水后 毒素自然就沉积在了他的体内 由于君王经常食用那里的牛奶 虽然每次进入到体内的毒素并不多 可经过时间的日积月累后 君王的身体也就扛不住了 因而这才是导致君王生病的真正原因 君王听后很是开心 而长津也正式走上了他崛起的时刻 长津治好了君王的眼睛 为此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深渊的机会 请您帮韩上公洗刷污名啊 随后长津讲起了当年的硫磺鸭事件 并坦然地承认 自己之所以偷看并不日志也是为了这件事 他希望君王能够重新调查此案 以此来帮韩上公洗刷冤屈 可惜君王缺少向恶势力宣战的勇气 尽管他的心里想要为韩上公翻案 奈何朝中的势力错综复杂 弄不好可能就会血流成河 长津没有想到君王会如此左右为难 因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件事也必须要由他亲自去做 于是在与敏大人商议后 长津打算以内衣正大人为突破口 想让他将事情的真相讲出来 可他们刚来到内衣正的家里 却正好遇到了一名杀手 此时内衣正大人闻讯走了出来 这时他才知道有人想要他的性命 原来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竟然又是崔上公 当杀手将刺杀失败的消息告诉崔判术后 崔判术恼羞成怒 命杀手现在务必要将内衣正大人除掉 可当杀手再次来到他的家里时 却得到了内衣正已经自杀的消息 为此崔上公很是开心 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一个麻烦 可他们高兴了还没有一天 长津就将他们叫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并警告两人不要太得意 因为内衣正大人临死前留下了一封遗书 这令崔上公的心里不由的一惊 同时长津还表示 他原本打算将遗书交给王后的 不过还是希望崔上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能够主动去一禁府里面自首 作为一个诡计多端的老六 崔上公自然不会轻易地相信 奈何长津的演技过于精湛 这不得不又让他感到了怀疑 于是转头便派人去长津的艺术家搜查 很快几封信件就给带了回来 不过末介在看过信里面的内容后 却发现这些信权是大叔写给大婶的情书 但崔上公却不会就此坐以待毙 如今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将事件所有的当事人给除掉 因此转头崔上公便将另路叫了过来 并给了他一张巨额的银票 让他永远不要再回到这里来 可当另路来与叔父辞行的时候 吴大人的手下却又找到了他 并表示一定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不过条件却是 明天必须去一禁府将崔上公的恶行揭发出来 为此另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于是他转头便找到了长津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揭发崔上公的恶行 不过前提便是 长津必须帮他登上最高上公的位置 可长津想都没想就表示了拒绝 因为他不会跟任何人做这种交易 为此另路再次犯起了难 同时崔上公也找到了长津 随后长津带着他来到了母亲的坟前 崔上公立马开始了他的唱舞 他希望依靠自己精湛的演技 祈求得到长津的原谅 可长津早就看透了他的这点伎俩 他奉劝崔上公 如今最好的办法便是去一禁府自首 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这令崔上公十分的愤怒 我已经向你下跪 欠求原谅 我已经跪在你的面前了 可长津依旧不为所动 转眼崔上公回到了哥哥家里 这时下人来报 令露不见了 并表示他消失之前见过了吴大人 崔上公听后顿感不妙 马上吩咐下人去把令露抓回来 而此时的令露正准备前往易进府 因为经过再三考虑后 他觉得只有听从长津的话 才能有机会活下来 可就在他前往易进府的路上时 崔家的人却出现将他绑了起来 面对背叛自己的令露 崔上公自然是非常的生气 得知吴大人的所作所为后 他决定借助令露对吴大人展开反击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令露听从崔上公的安排来到了易进府 并揭发吴大人在科举考试的时候收受会议 然而就在他完成这项任务之后 崔上公自然是会泄沫杀驴 随后令露被带进了深山之中 就是这个长津小时候躲避追捕的地方 至此令露正式结束了他狗腿子的一生 延生得知消息后非常伤心 尽管小时候常常受到他的欺负 不过在朝夕相处中也算是有了感情 同时崔上公也开始了下一步进化 既然所有当事人都已经解决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长津了 于是他立马找到了太后 想通过太后来逼迫长津交出内衣症的遗书 可在太后的再三逼问下 长津只能坦然地承认 表示自己并没有遗书 这下崔上公总算是安心了 作为一个资深的老六 他决定趁这个机会彻底扳倒吴大人 于是他立马找来了阿烈 并将一封伪造的遗书交给了他 或于崔上公手里握有自己的把柄 阿烈也只能无奈地同意 于是他转头便将这封遗书交到了易靖府 因此易靖府立马对吴大人展开了调查 可吴大人是何许人也 作为宫内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牛条 他不仅对遗书的指控一一否认 并且还将崔上公处死长津母亲的事给捅出 为此四线大人背对得哑口无言 然而就在这时 内侍大人也来到了这里 表示君王已经知道了遗书的事情 希望易靖府能够重新调查刘黄牙事件 转眼当年的当事人都被召集了起来 吴大人首先对崔上公进行了反击 声称韩上公就是遭到他的陷害而死 同时闽上公也表示 当年阿红也是因为吃了令鹿送来的鲍鱼炒才晕倒 可崔上公作为一个资深的老六 甩锅能力肯定是不在华下 于是他当即向闽上公反驳 竟然鲍鱼炒是尹上公给阿红吃的 为什么污赖到我的身上来呢 就在闽上公背对得哑口无言的时候 令众人感到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已经自我了断的内依症竟然走了进来 原来闽大人知道内依症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暗地里将他隐藏了起来 这下伪造遗书的事情不攻自破 为此阿列立马承认是受到了崔上公的胁迫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崔上公却依旧死鸭子嘴硬 表示当年硫磺鸭事件的时候 自己并没有在遇上皇 而是被韩上公分配到了太平馆 因此自己陷害韩上公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不过就在这时 崔上公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原来是阿红被传唤了进来 同时他表示自己可以作证 当年硫磺鸭事件的时候 崔上公的确就在宫内 可崔上公早就想好了一万个理由来应对 因此他依旧还是失口否认 不过很快他便再次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原来事件当事人朴上公也被叫了过来 作为上一任提掉上公的亲信 他直接将一封信交了出来 随后闽大人也讲出了信里面的内容 那封信是在检验硫磺鸭子事件的场所 隐秘地交给提掉上公的信里 当然写着阿红吃了些什么东西 至于那封信是谁写的 信里有庶名 很容易就能查出了 再说当时负责调查硫磺鸭子事件的人 就是这位 不监护又像大人 这下崔上公和吴大人的罪证彻底坐舍 原本狼狈为奸的两个人 到头来终究还是狗咬狗满嘴毛 此时崔上公彻底没了理由 直接将心中的怒气撒到了长津的身上 我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可放狠话又有什么用呢 随后所有的坏人全被抓了起来 同时君王也立刻下令 一定要揭发真相 务必对参与此事件的所有人严加惩处 可就在敏大人对这些人进行审问的时候 崔上公却并没有在这里 原来崔上公已上厕所为由逃到了冰谷 他依旧妄想使用超能力 让金上公给太后递化 可太后压根就不想烫这趟浑水 因此遭到拒绝的崔上公便又跑到了仓库 拜托这位上公去通知致密上公 表示自己想要亲自见一下君王 看到对方爽快地答应下来 崔上公反而起了疑心 于是他偷偷地跟了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 这位上公出门便出卖了自己 此刻的崔上公除了能撂下几句狠话之外 压根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于是他转头又藏到了人烟稀少的降落 可终究还是被一名宫女给发现了 因此当他奢望自己还有活命的机会时 长金却突然走了进来 可崔上公依旧改不了嚣张跋扈的样子 刚要抬手打 却被长金一把给抓住了 看到崔上公依旧不知悔改 于是长金便提醒他 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那么也应该想一想精英的未来 随后依旧说出了他讲了八百多遍的那句话 听完长金的话 崔上公思虑在三后终于想通了 于是慢慢地走出了降苦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去一镜府 而是来到了长金母亲的坟前 或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无力为天 他将这一生做的所有坏事一一畅讳了出来 可长金的母亲并不打算原谅他 只见坟头上的一颗石头直接滚落了下来 对此崔上公也是冷冷的一笑 不过为了能够保留精英这个活种 他还是决定主动去一镜府自首 可就在崔上公往回走的时候 一条红丝带吸引了他的目光 就在他伸手抓丝带的时候 却不慎一脚踩空挂在了悬崖上 按照地球引力的原理 很快崔上公就坚持不住了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小时候的画面 我撑不住了 手好痛哦 掉下来就可以了 陈琴不要怕 快点下来 一二 于是他像小时候一样松开了双手 不过这次却没有那么幸用 就这样崔上公掉下了悬崖 正是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至于其他人也受到了应有的处 吴大人被罢处职位发配到了黑山岛 内衣正和阿猎则是被吊销行一兹阁政 并将他们赶出了宫外 最惨的就是崔叛术 被重打八十大板后发配到了边疆 可终究还是坚持不住死在了半路上 相对来说精英的结局是很幸运的 仅仅只是罢免了他最高上公的位置 至此长津总算帮母亲和韩上公洗刷了冤屈 长津终于成为了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原来自从崔上公领了盒饭以后 长津便向君王公开了自己母亲的身份 其实小的母亲曾经是御膳厨房的公 众人听候不由地大吃一惊 接着长津说出了自己从小到大所受的苦难 为此君王对他的遭遇很是同情 于是便爽快地了却了他的心愿 立马恢复了他母亲和韩上公的身份 不过长津却还有另外一个心愿 因为母亲临终前曾经嘱咐过他 长津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由于这个造型实在太丑 因此导演给他的这个身份仅仅只是暂时了 作为一天的体验生活 长津首先给君王准备了一份美味的膳食 对此君王很是开心 因为那种熟悉的味道终于回来了 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 他将母亲的冤屈记在了最高上公的饮食手杂上 随后长津来到了御膳厨房 看到这些刚刚进宫的小宫女 这不禁让他产生了幻觉 仿佛韩上公从来没有离开过 不过很快便又回到了现实 于是长津立马跑到了母亲和韩上公埋藏陈醋的地方 为此他忍不住痛哭流涕了起来 而闽大人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因此在闽大人的陪伴下 长津总算是度过了这沟起他痛苦唯一的一天 第二天的时候 长津前来拜见君王 感谢他帮自己了却了心愿 可君王看着长津却突然想起了多年以前 曾经也有一个送酒的小女孩 她与长津的心愿一样 也是立志要成为御膳房的最高上公 于是君王尝试性地询问道 会不会就是你 是 您记得没错 皇上 是吗 这不禁让君王感叹缘分的奇妙 原来这个女孩一直在他的身边 并且还多次救过自己和王后的幸运 对此君王很是感动 打算满足长津所有的心愿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长津不但要辞去最高上宫的位置 而且还要以医里的身份前往活人数 在救治穷苦百姓的同时 想要借此来精进自己的医术 尽管君王的心里十分不舍 不过在了解了长津的用意之后 也只能无奈地同意了他的请求 随后长津来向连生辞别 并拜托幸飞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身体 因为幸飞是他最信任的人 转眼长津来到了活人数 由于这里的病患很多 因此他每天的工作都被安排得很慢 不过好在有敏大人的陪伴 日子也算是过得非常幸福 只可惜好景不长 转眼长津便被王后召回了宫内 原来王后的心里最近一直忐忑不安 尽管自己已经贵为王后 但是也害怕宫廷内的斗争 由于上次长津听他的吩咐 治好了君王的身体 从此大臣们对他的态度便大不相同 而更加令王后感到担心的是 现在竟然有人通过符咒这种阴招 想要谋害他的儿子庆元大军 为此王后很是担心 如果世子继位之后 那么自己和儿子的后果可想不知 尽管长津听后很是惊讶 不过他并不清楚王后召他前来的目 可就在长津准备离开的时候 王后的致密上宫却找到了他 娘娘不方便把这件事情跟你说得太明白 所以我叫你过了 想跟你说明一下 世子大人很小就身患重病 他得了决心痛 随时都可能发作是不止之症 万一张敬皇后所生的世子大人 有一天短暂的登基成为皇上 那么现在的皇后娘娘 就很难保有她的位置 所以你要成为世子大人的伺候医女 一定要守护王后娘娘 此时长津才明白王后的用意 原来她是想让自己暗中除掉世子大人 利用自己医女的身份来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为此长津变得十分的痛苦 自己好不容易结束了复仇的烦恼 如今却又陷入到了王后的夺敌争斗中 作为一名善良的医女 她更不想利用自己的医术去害人 于是在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后 长津变主动找到了王后 并表示自己无法完成她交代的任务 纵使失去自己的性命 也不会做出毫无底线的事情 看到长津如此的抗拒 王后的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熟 可她却又不想失去长津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 王后只好要求长津 让她留在身边成为自己的致命上宫 对此长津很是惊讶 可她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却恰巧被门外的君王听到 为此君王对他们的聊天很是好奇 因此转头便把长津给叫了过来 王后到底要你做什么事情 面对君王的逼问 长津也只能低下头一言不发 如果自己说出事情的真相 那么王后肯定是活不成了 尽管长津已经做好了 打死都不说的准备 不过君王的心里也猜得八九不离十 毕竟宫内的斗争也就那么几件事 看到长津如此的为难 君王也没有再继续逼问下去 可出来后的长津却再也坚持不住了 原本只是面对王后就已经够够了 现在却又来了一个君王 于是在这种状态下 长津只好找到了闽大人 也许只有爱情才能够让她得到解脱 在看到闽大人的时候 他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一下子冲进了闽大人的怀疑 并请求他赶快带自己逃离这里 看到长津如此的难过 闽大人心里也不好受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可当他第二天来递交辞职信的时候 却恰巧听到君王正在大发雷霆 都城只听着 朕将命依女长津为朕的主治医官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闽大人带着长津私奔 准备让他过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可两人不知道的是 此时王宫里面已经炸开了锅 原来就在长津和闽大人离开的前一秒 君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下令将长津册封为自己的主治医官 这对于当时的朝鲜来说可谓是史无前例 因为在这个男女不平等的年代 从来没有一个医女能够成为医官 这个决定不仅遭到了朝臣们的反对 就连后宫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太后则是直接找到了王后 质问她为何不想办法来阻止君王 与此同时 大臣们正在讨论如何让君王收回城汇 当务之急最好的办法便是将长津找回来 拒绝君王 于是士兵们很快便找到了准备乘船离开的量 就在闽大人准备进行反抗的时候 他的老领导左大人竟然出现了 于是左大人立马对闽大人进行PUA 他告诉闽大人这样做事非常不妥 如果他非要带着长津私奔 那么将会有更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然而长津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为了不再连累闽大人 他决定和闽大人一起返回宫内 而闽大人也支持他所做的任何决定 不过在回宫的路上时 闽大人却叮嘱长津 让他千万不要拒绝君王的决定 徐英女如果成为皇上的主治医官 在朝鲜历史上来说 必将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人 为此长津的心中也有了选择 可长津才刚刚回到宫内 连生便找到了他 劝他一定要拒绝君王的决定 不然的话肯定会有性命之危 转眼王后也找到了长津 希望他可以留在身边伺候自己 这样君王自然也会放弃这个决定 与此同时 在君王的大殿外 大批的儒生们跪在地上 请求君王可以收回成命 所有人都反对长津成为医官 只有闽大人对他表示支持 而君王也跟吃了秤婆一样 铁了心要策封长津 为自己的主治医官 为此君王还将反对的官员们 狠狠地训斥了一个 最终长津顶着巨大的压力 答应了下来 为此君王很是开心 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申大人直接提交了辞职信 身为一名医官 他觉得这是君王对自己的不幸 而太后知道结果后也很生气 直言长津的做法过于放肆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上宫却搅起了蛇根 声称莲生曾经两次安排长津与君王见面 为此太后立马将莲生叫了过来 并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 面对全朝鲜最厉害的母劳 怀孕的莲生彻底吓坏了 因此当他从太后的寝宫出来后 身体便开始感觉到了不适 并且最严重的是 阿昌竟发现莲生的羊水破了 于是他赶忙去将长津叫了过来 由于莲生本身就有风热的病症 晕死了过去 好在经过长津一番紧急抢救后 他这才又醒了过来 就这样经过反反复复几次晕倒清醒后 莲生总算是生下了一个女孩 可长津还来不及高兴 便发现莲生已经出血不止 很快莲生便再次晕了过去 而这次更加糟糕的是 莲生的脉搏也完全摸不到 于是长津赶忙再次试真 不过这次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别无他法治下 长津立马给莲生做起了最古老的人工呼吸 然后又对他施行了心肺复苏 在长津的不断按压下 幸非这才感应到了莲生的脉搏 很快莲生也醒了过来 这下长津悬着的心裁终于落了下来 不过此时的他也想通了 因为自己的原因 身边的人总是受到伤害 莲生更是差一点丢掉性命 于是在第二天长津便找到了君王 君王刚想要对长津救下莲生表示感谢 可还没等他开口 长津便首先发话 请皇上收回成命吧 像无法生人宗皇上的主治医官 可还没等君王开口拒绝 那时大人就慌张地跑了进来 庆元大军 庆元大军现在情况危急啊 王后的儿子生病了 看上去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尽管郑大人已经把锅卖 但还是无法确定是什么疾病 为此君王向王后建议 由长津来负责治疗 可王后却表示了拒绝 觉得大军的身体 不应该交给一个英语 并且还埋怨起了君王 认为世子和自己的儿子生病的时候 君王表现出的状态截然不同 世子生病的时候 您并没有如此沉重 虽说大军是后来才生下的 但是庆元大军也是您的儿子 皇上 你怎么会如此泰然自若呢 何况还提起要一女来诊脉 皇后 你这是误会诊 同时王后也知道君王对自己有些误会 于是她坦然地承认 自己当初的确找过长津 让她将世子的病情悄悄地汇报给自己 不过最后还是被长津给拒绝 她之所以这样做得目的 是因为在后宫中发现了陷害大军的符众 而身为一个母亲 她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伤害 听完王后的陈述 君王对王后的猜忌总算打消了 为此她没有再提议让长津来治疗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长津离开王宫准备前往博人署工作 可就在她回来以后 却发现一名乞丐的孩子患上了天花 长津瞬间感觉大事不妙 因为在古代天花是一种十分可怕的传染病 由于没有对症治疗的方法 如果人一旦被感染 死亡率可谓是百分之百 与此同时 宫内的申教授经过详细的诊断后 发现庆元大军的症状也是可怕的天花 这下王后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 因为这就意味着 她的儿子已经患上了绝症 不过令申教授感到意外的是 尽管天花的传染性非常强 可活人署里面并没有大肆蔓延的迹象 于是她立马来到活人署一探究竟 此时申大人才发现 原来长津早就将病人全部隔离了起来 并且还交给了百姓多种预防的措施 而长津则是跟感染天花的小孩住在了一起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治疗的方法 对此申大人很是感动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转眼长津就治好了一名身患天花的小孩 不仅脸上非常的光滑 就连身体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疤痕 对此孩子的父亲很是开心 与之形成对比的事 宫内的王后则是身心疲惫 为此抿上宫对她安慰道 身边的人绝对不可以先放弃 是长津对吧 啊 说这句话的人是长津对吧 是 此时王后才又想起了长津 于是她亲自来到了村子里 想要寻求长津的帮助 豆窗真的好起来了吗 是 是怎么好的 她是怎么好的 是长津医女治好的 真的 真的是长津治好的吗 是 这对王后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 于是她赶忙来到了长津的隔离小屋 祈求长津能够救救她的儿子 然而长津并没有找到真正治愈天花的方法 可面对皇后的苦苦哀求 长津并没有拒绝她 回到宫内后 长津利用在活人署的临床经验 在郑大人和医女们的配合下 他们开始对庆园大军展开了救治 转眼几天过去了 在长津等人的努力救治下 庆园大军的身体终于得到了康复 对此王后很是开心 她对长津也是万分的感激 表示以后会全力地支持她 从现在开始尽情地发挥你的医术 同时君王也对长津进行了封赏 除了赐点她一些生活必需品外 更是将她册封为九品参奉 并且依旧担任自己的主治医官 这下大臣们瞬间惊呆了 因为这个官职自古以来都是由男子担任 怎么可以由一个女人来胜任呢 为此大臣们全都表示反对 然而就在这时 申教授走了进来 并表示内医院的所有医官和医女 都会无条件地支持君王的任何旨意 这下大臣们又被惊呆了 可石骨不化的他们依旧表示了反对 不过君王有了太医院的支持 此刻的他可谓是信心大增 于是便出现了经典的这一幕 同父成旨听着 朕任命医女成亲为从八品官员 立即实行 皇上 您这么做确实将会动摇朝鲜的根基啊 此举万万不可 朕任命医女长经为从七品执掌 皇上 臣有义政 顿手百败恳请皇上 这是万万不可呀 朕任命医女长经为从六品主部 同父成旨立即草拟教旨 为了与大臣们置起 他直接将长经晋升为了六品主部 眼看君王已经铁了心 这群老顽固也只能找个软柿子面 于是他们找到了敏大人 要求他立刻奏请君王收回成命 可敏大人当即表示了拒绝 长经作为他最心爱的女人 他肯定是义无反顾地站在长经这一边 为此敏大人遭到了大臣们的威胁 就连老领导左大人也要与他划清界限 随后敏大人按照君王的意思 草拟了册封长经的教旨 可当他拿着教旨准备来给君王过目时 却发现大妃跪在了大殿外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无非就是逼迫君王收回册封长经的命名 母后娘娘 天下哪有子女接受母亲跪习戴罪的道理呢 虽然我是皇上的母亲 但是我也是皇上的臣 你啥有什么不可以 母后娘娘 这个老太婆平时真应该少吃点盐 不然你看把她点闲的 平时正能量的是她是一点没干 跟儿子玩道德绑架倒是一套一套的 面对大妃的逼迫 君王不想背上一个不孝的罪名 于是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对此大妃十分满意地离去 可君王却感到非常的憋屈 身为堂堂的一个君王 自己做点事还要受到层层的阻扰 于是当晚他找到了长经 想要排解一下自己烦闷的心情 可就在这时 长经无意中发现他总是握紧拳头 作为一名医民 他猜想君王肯定有失眠的症状 于是便带着他来到外面散步 并建议他平时要经常吃脚走路 这样才可以有助于睡眠 同时长经也提醒君王 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一定要找个能够信任的人将心事倾诉出来 可来到第二天的时候 这群闲得没事干的大臣再次做起了邀 他们恳求君王务必要惩处敏大人 这令君王很势不紧 明明是自己坚持要策封长经 而敏大人只不过是传达了指令 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可大臣们的理由却相当的荒谬 虽然这是君王犯下的错误 但身为臣子就要及时来纠正君王的作目 可敏大人不仅没有这么做 反而让君王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深 对于大臣们提出的谬论 令君王感到十分的愤怒 以至于当晚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复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到了长经说过的话 每当你有忧虑烦恼的事 请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您可以去找一位您最信任 于是君王首先想到了王后 可来到王后请宫的时候 他却犹豫了 感觉王后并不是自己要倾诉的人 因此他又想到了连生 可结果仍旧一样 于是他转头想到了内侍大人 尽管内侍大人在自己的身边待了几十年 不过越是这样他反而更加开不了口 此时君王才发现 偌大的王公竟然找不到一个自己可以倾诉的人 于是第二天他再次找来了长经 并向他说出了心中的烦闷 尽管自己身为一个君王 可不管做什么决定都要受到大臣的阻药 因此他时常觉得自己很是无能 不过长经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君王的身上有很多的闪光 听完长经的分析 君王的心里很是开心 可有一个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而这个人就是敏大人 看到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 他的心里涌上了一股酸酸的味道 因此敏大人决定为心爱的人主动出击 于是第二天在面见君王的时候 他旁敲侧击地提起了自己与长经的关系 从第一次被长经所救的时候 再到后来两人相处的时光 毫无保留地向君王一一吐露了出来 对此敏大人很是自豪 可君王却不以为然 表示长经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便以自己认识了 如果不是长经来送酒 那么自己可能也不会登上君王的这个位置 每当再次想到这里 他的脸上也总是不由地露出一丝喜悦 这下敏大人有点懵了 因为直觉告诉他 君王对长经产生了一丝爱意 由于君王总是去找长经做心理疏导 很快他们时常见面的消息就在宫内传开了 为此大妃颇有微子 身为堂堂的君王 竟然整天与一个低贱的英语似混在一起 于是他立马提议 如果君王真的喜欢长经 倒不如直接将他内入后宫得了 此时的君王由于还无法确定自己心理的想法 于是他赶忙解释自己仅仅只是与长经探讨病情而已 不过长经即将成为妃子的事很快就在宫内传开了 同时连生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为此他不由地开始担心了起来 因为连生的心理清楚 长经和敏大人之间才是真爱 于是他赶忙找到了长经 看到长经因为此事如此伤心 作为好闺蜜的他很是心疼 因此他决定为长经做点什么 于是当晚连生便找到了君王 并将长经和敏大人之间的事讲了出来 也希望君王能够成全他们 君王听后很是惊讶 等连生离开以后 他这才恍然大悟 明白了敏大人那天说的那番话的用力 于是他连夜将长经叫了过来 君王对长经产生了感情 可长经的坦诚却令他大失所望 身为一个万人之上的君王 却依旧摆脱不了爱而不得的痛苦 对此君王很是伤心 随后长经找到了敏大人 并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因为长经担心自己说出真相后 可能会给敏大人招来祸患 可敏大人不但毫不在意 反而表现得异常兴奋 你在皇上面前承认喜欢我 你在皇上面前承认我 我太高兴了 比你想保护我来得好 我宁愿是这样 不过两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惺惺相惜地举动 却正好给门外的君王撒了一波狗粮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君王也将敏大人一起叫了过来 不过他却与长经在前面有说有笑 而敏大人与内侍大人则是在后面跟着 这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点打击报复的嫌疑 可这还没完 出于雄性动物求偶的本能 他决定与敏大人比肩 作为男人之间的一场较量 赌注自然是少不了的 于是君王说道 如果自己输了的话 就将手中的这把全朝鲜 独一无二的攻送给敏大人 这令敏大人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他拿不出与这把攻香媲美的物品 不过君王却早就已经帮他想到 听说依女长经的装刀三雀 在你的手上就用那个当赌注 尽管敏大人的心里十分不舍 可他也不好直接对君王表示拒绝 转眼比赛进入了尾声 君王却故意将剑射到了把心外 等轮到敏大人的时候 他却又突然地说道 郑爱慕一女长经 你也是 君王的言语中显然充满了威胁的意思 可敏大人却毫不犹豫地将剑射中了把心 并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是 这下君王心中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了 他愤怒地将手中的弓箭对向了敏大人 而敏大人自知无法与君王对抗 于是只好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不过君王最终并没有这么做 转而将剑射到了天上 只可惜苦了这只路过的乌鸦 莫名其妙地帮敏大人挨了这一剑 随后君王将弓扔在地上愤然离去 回到大殿后 君王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他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长经和敏大人 也无法想象没有了长经的生活会怎么样 并且最重要的是 他再也没有了和长经一起散步的理由 不过转眼他便想到了一个化解这场矛盾的方法 而给予他灵感的人 正好是自己的情敏敏大人 这天晚上敏大人向君王袒露了心声 尽管自己深爱着长经 可长经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他的才华更应该融入到他的生活中 同时不想因为自己而阻挡他未来的路 于是敏大人向君王祈求 希望长经能够成为他的主治医官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君王顶着大臣们的压力 决定将长经册封为自己的主治医官 尽管大臣们再次表示了反对 可这次君王无论如何都已经铁了心 因为这样长经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他的身边 随后敏大人当众宣读了君王的旨意 下次正三品堂上官的定位与品阶 以及大长经的称号 并且任命为镇的主治医官 虽然不知道名字的前面加个大字有什么寓意 不过听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就这样 长经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历史上 本以为从此可以风停浪静 奈何大臣们的心理依旧不服 既然改变不了君王的心意 那么总得有人出来为此事背锅 于是他们将矛头集体指向了敏大人 请求君王务必将敏大人流放他乡 听完大臣们的要求 君王这次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默默地表示了同意 至于里面是否掺杂着私人恩怨 这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可怜的背锅下敏大人就这样被带走了 长经得知消息后立马追了过来 可敏大人却告诉长经 让他放下他们之间的私人情感 并努力完成自己的梦醒 虽然长经的心理十分地不舍 但又无可奈何 于是临别前便将自己的装刀 再次送给了敏大人 希望能够成为他们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寄国 就这样 长经永远留在了君王的身边 作为一个正能量的主角 他并没有将怨恨撒到君王的身上 而是秉承一名妮女的侄子 细心照料着君王的身体 并时常为他做心理疏导 可尽管如此 随着岁月的流逝 君王的身体还是出现了问题 并且这次比以往都要严重 不管是汤药还是针灸都毫无作用 为此长经决定拿出自己最新的治疗方法 可当他说出了这种方案后 所有人却都被他吓到了 什么 女孩将银针插进了鱼儿的体内 活蹦乱跳的鱼儿扑通了几下后 立马安静了下来 一旁的两位大人看傻眼了 以为鱼儿已经挂掉了 可长经却告诉他们 自己只是找到了鱼儿的学位 让他暂时进入到了麻醉的状态 原来君王的身体一直被腹泻所困扰 尽管长经用尽各种办法全力预防 不过他最担心的症状还是出现了 君王的身体引发了肠壁色 肠胃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主排便的功能 为此长经打算使用最新的研究成果 对君王麻醉后实行开腹手术 将堵塞的肠道直接切除 可众人听后却都愣住 先别说这种治疗方法是否可行 单单是在君王的身上动刀子 就是死罪一条 对此王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如果这句话让朝廷大臣听到 你凭着这句话 就可以招致莫大的灾祸 因此你找其他的方法吧 与此同时 太医院的提掉大人则是逼迫长经 让他务必想出办法为君王治疗 可现如今除了开腹手术以外 长经也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因此大臣们决定趁这个机会对他打压 他们以长经不作为为由 请求君王对他实行处罚 等所有大臣离开以后 君王不由地犯了难 面对大臣们的集体弹劾 他已经没有了能力来继续保护长经 然而就在此时 长经突然来到了这里 君王仔细端向起了长经的容貌 此时他的心理五味杂臣 为了保护长经的安全 当晚君王给内侍大人下了一道密令 让他将长经送到了闽大人的身边 同时为了防止大臣们日后再找长经的麻烦 君王还特意下了一道秘纸 让闽大人带着长经前往民国 可长经不打算就此离去 他想要回去继续为君王治疗身体 然而就在他们回到京城的时候 却发现百姓们各个行色匆匆 这时他们才发现 原来君王早就已经驾崩了 迫于无奈 他们只好按照君王的旨意离开了这里 转眼间八年过去了 长经和闽大人生下了一个女 名叫小贤 如今他们的生活就像长经的小时候一样 继续过着东躲西藏的流浪生活 而长经也没有舍弃自己的职业 继续帮百姓们解决疾病的问题 这天 村里的一名孕妇出现了难产 情况紧急之下 长经打算对他实行剖腹产手术 可百姓们却认为他的行为就像妖怪一样 准备将他扭送到关崖里去 小贤赶忙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而闽大人得知消息后立马收拾起了东西 可就在他们逃亡的时候 却正好被找到这儿的德九大叔遇到 看到多年未见的长经 德九大叔很是兴奋 于是立马追了上去 奈何长经一家常年过着逃亡的生活 早已经练就了一身长跑的本事 因此他最终还是跟丢了 回到家后 德九大叔将看到长经的事告诉了所有人 很快信非便将此事又告诉了连生 这下可把连生给激动坏 不过得知长经还在过着逃亡的生活后 他的心里又不免担忧了起来 因此连生打算为好闺蜜做点什么 于是他立马找到了大妃 也就是曾经的王后 并旁敲侧击地提到了长经 想要探探大妃对他的态度 得知大妃同样也在想念长经 连生便顺势将真相讲了出来 长经他在朝鲜 到处行运叫人呢 不过却只过着逃亡的生活 是这样他在朝鲜 就这样 长经一家重新回到了宫内 也再次见到了那些熟悉的面目 而曾经与他们作对的朝中大臣 也在此刻与他们一笑闻恩仇 对于长经的归来 大妃很是开心 打算将长经继续留在自己的身边 奈何长经向往普通人的生活 于是拒绝了大妃的好意 第二天的时候 长经一家三口离开了王宫 由于海边的风景格外美丽 长经回头时才发现女儿竟然不见了 就在他们焦急寻找的时候 小贤大喊着大事不妙跑了回来 随后他们跟着女儿来到了一个山洞 此时长经才发现 原来是一名孕妇出现了难产的情谱 很快孕妇便晕了过去 眼看情况紧急 长经决定对孕妇实行剖腹产手术 好在幸运的是 她的第一次手术竟然成功了 孕妇和孩子都成功地活了下来 至此 道长对长经一生的预言全部成为现实 从一个小小的公女 一步一步地成为了英女 直到被册封为大长经的称号 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改变了命运